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算你武技天赋无敌又如何 开启不了修为 只有被虐的份 可恶 你还是早点看清现实吧 天生的废物怪不得别人 我最多在这里揍你一顿 但其他人 可不是这么简单了 皇子殿下讨厌 害羞什么 反正你迟早是我的人 可是李安他 七皇子 怎么了 听他废物干什么 他连修为都开启不了 将来连个爵位都保不住 死不及 太子 七弟 盐无常比试这么早就结束了 李安 因我缘分已尽 我以后是太子殿下的人了 你不介意吧 混账东西 不辞令 斩我 七弟 就凭你这没用的垃圾 四母亲 你做得够缺 七皇子殿下 我当初和你定下婚约 是看重你的潜力 可如今你连修为都开启不了 我为什么还要跟着你 太子 你俩勾搭成剑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在侮辱皇家脸面 七皇子听诏 见过殿下 想不到太子殿下也在这里 王公公 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来呢 正好 给我这不成器的弟弟 宣读一下父亲的诏书吧 七皇子李安 天不低威 德不配位 仅剥夺其大将军之位 取消其万兴学院入院名额 钦此 什么 父皇他 给我抢皇家脸面 还不明白吗 你才是那个侮辱皇家的人 父皇已经抛弃你这废物了 朱燕 这就是你说的 欲要成为主角 先要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现在够了吗 从今天起 朱燕我就帮你开启修为 我这里有七条朱天最强血脉 三十六套万界至尊功法 七十二门玄妙巅峰绝技 和一百零八道混沌法则 你想学什么 学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有志气 等我来 好多剑 这里是 剑修 曾经这片宇宙最强大的存在 后来在百万年前 剑修从这片宇宙突然消失 血脉灵兽等修行方式兴起 剑修也逐渐被世人耽误了 朱燕 你的意思是让我学剑 有没有兴趣 剑修真那么厉害吗 能备无敌的存在 学 好 选一把 怎么选 用力喊出来 我要这世上最强的剑 认真的 认真的 我要这世上最强的剑 真有反应了 来了 他们这是在打架 这些剑都认为自己最强 谁也不服谁 就打起来了 好震撼的场面 这场面 本神龙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会一句话就把整作剑吸毁了吧 这些剑打得好凶 这是 星剑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把 此剑名为星剑 顾名思义 手握此剑 一剑斩星辰 一剑断天河 一剑破仓穹 破仓穹 够强 格级小了 现在我传你一套基础剑决 你正式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 差不多 一剑 破仓穹 破仓穹 朱雁 朱雁 成功了 嗯 不错 一剑破仓穹声明月 你确实有极强的剑道天赋 不过 记住 剑修如今世间罕见 切不可对外言说 明白 太子哥哥 七皇子 你打算怎么办 斩草除根 太子哥哥 七皇子 你打算怎么办 斩草除根 一个废物而已 我有的是办法让它消失 我等着太子哥哥的好消息 本来今夜乌云密布 没想到突然月上中空 这是有好事要发生呢 啊 如此良辰美景 连上天都在眷顾我们 太子殿下的命令 今日 务必把七皇子解决掉 大哥 一个不能修行的废人 手道擒来 这七皇子还挺会装模作样 明明不能修行 还摆出修炼的姿势 先给谁看呢 小心些 这是一个照面 怎么可能 都出来的 不是剑修 是你猜 都不要知情编 我去禀告太子 走得了吗 糊涂 你怎么能做出如此耻辱之事 父亲 我没错 七皇子就是个废人 他配不上我 放屁 不能修行又如何 这些年 七皇子南征北战 陛下赫赫战功 你根本不知道 七皇子有多厉害 不能修行 就是废人 他和我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和他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 父亲 你为了一个废物打我 跟我走 去给七皇子道歉 你可是七皇子李安 是我 你是 是人的气息很强 老夫万兴学院白云导致 原来是万兴的仙长 今日过来特意通知你 你进入万兴学院的名额被取消 为何 为何 你不能修行 繁体繁命 应该明白 班人仙长 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 父亲 这就是你说得很厉害 万兴学院都不收他 我实在看不出他哪里厉害了 闭嘴 七皇子 我带小女给您赔罪来了 要赔罪 你自己赔 万兴学院都不要的废物 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看得起他 强倒众人推 世间大地如此 怪不得别人 要怪就怪你不够强 不被人需要 好 碰出一个名额来 看来 要在省都招一人带回去 此事 是司牧家不对 无论如何 司牧家 不会和七皇子作对 司牧家主 司牧齐做得太绝 我需要一个妥当的处理 妥当的处理 这 李恩 我父亲能来是给你添大的面子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司牧家主如果觉得为难 我不强求 请回吧 不为难 此事 我会给七皇子 一个满意答复 爹 无论你要怎么处理 我都不可能再给他 他配不上我 李恩 你如果是个男人 今日就解除婚约 好啊 司牧小姐 我终于等到了 你和七皇子解除婚约的这一天 你又是哪个 小女子清元秦 见过七皇子殿下 清元秦 莫非 是三界商会 不错 正是小女子 三界商会 是独立于三大王朝最强的一股势力 商行遍布 据说连修真界都有开设 实力神秘而不可测 竟然是三界商会的清小姐 爹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皇主 应该是 三界商会 连天佑王朝皇室 都要礼让三分 清元秦 是商会的掌舵人 当今皇主见她 也要给五分面子 清皇主 你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清皇子 这个盘我接了 私木齐不要你 我掉 清皇主 你 什么意思 这清皇子就是个废物 你要他干什么 闭嘴 你也配评价清皇子 清皇子的雄才大略 岂是你这样没有见识的女人能看透的 七皇子 如果不嫌弃 我清元秦愿意嫁你为妻 这 是不是太快了 择日 不如壮日 缘分到了谁也挡不住 不敢 敢 好 私木齐 你被扫地出门了 现在七皇子李安 是我清元秦的男人 你滚吧 敢 好 私木齐 你被扫地出门了 现在七皇子李安 是我清元秦的男人 你滚吧 你 气死我了 行了 别说话了 赶紧走 爹 我不服 那清元秦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有太子哥哥撑腰 以后不准见太子 为什么 为了你 为了私木家 这里面水太深 你根本不了解 怎么不说话 你认真的 认真的 这是定情信物 一人一半 从现在开始 你我二人结为夫妻 觉得我配不上你 三界山会和其老的 是我配不上你 只是你我素未谋面 为什么 你长得好看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我还有事先离开一段时间 你自己保重啊 多谢 自家人 客气了 小姐 这么多年 你终于得偿所愿 是啊 我现在很开心 只是七皇子不能修行 可小姐还是不太般配 要不是 住嘴 我看中的男人 就算不能修行又如何 我养他 况且 他那样的男人 自然是极其优秀的 哪能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太子哥哥 赶快解决掉里安吧 我爹都不让我和你在一起了呢 都怪那个萨巴星 我已经派人去了 不知为何没有动静 没有动静 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不用担心 就算有天大的变故 后天朝会 也会让他彻底断送性命 难道说皇主 我 齐树了 你怎么做到他 天赋 之前说你废物的话 我收回 你才是真正的天才 不过七弟 我要提醒你 如今大将军和列阳宗的名额都空缺了 满朝文武和诸位皇子 都在打你的主意 三哥 你呢 什么大将军 什么列阳宗 我通通看不上 系统 能查出七弟突然变强的原因吗 虽然我并未尽全力 但七弟的实力 提升未免太快了 不清楚 感觉这还不是他真正的力量 他体内似乎蕴含一股极其强大的事 看来七弟和我一般也有其余 不过我三皇子李一丰 才是真正的天允之子 我不会弱于任何人 来 站住 今天还真是热闹 七皇子啊 知道我们是谁吗 知道为什么我们找你们 不知道 我乃长亭侯之孙 我乃武安侯之孙 原来是两位孙子 你 李安 和你明说吧 今日我们要踩在你这个大将军的脑袋上 来扶众博上位 成为我们的垫脚石吧 当年长廷侯被困 断粮十日 是我派兵救了他 武安侯 当年也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拉出来 他们知道此事吗 他们自然知道 念着旧情 李安特意嘱咐我们只许击败羞辱你 不要把你伤得太重 李安 说这些有什么用 别想用以前的事情让我们怜悯你 说这些确实没有 发生什么了 财物 那我废了你们的双脚 初衍 你说为何他们要这样 要怪就怪你不够强 不被别人需要 倒是和烈阳总导师说的一样 算了 换点别的 朱爷 我的亲生父亲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父亲 他是一位鼎天立地 侠肝易胆 来 何人 父亲和我想的一样 是一位大英雄 了不得的厨子 厨子 我父亲是一位厨师 最棒的厨师 来 大姐 你怎么来了 劝你明天不要去朝会 为何 为何 你难道不知道吗 去了朝会 只会受到无尽的屈辱 而且说不定 说不定 有去无回 太子做的事情 我会教训他 七弟 我现在就送你离开这里 以后你可以做个逍遥人 大姐 我 想要个公道 我也想给你个公道 但这世的 本就不公 当年是你率领三百七 呼吸天众王朝 之后更是在边关和敌国对峙六载 晚吴国之将军 可如今 谁还记得你的功绩 大姐 你不还记得吗 我不后悔做过的事情 可如今 谁还记得你的功绩 大姐 你不还记得吗 我不后悔做过的事情 明天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我知道了 长公主 是整个朝堂为数不多 有良心的人 大姐有勇有猛 是最适合皇位的人 可惜是个女儿身 不被父皇重视 肯定有人来了 万千皇子 没让你来 不能不来 请皇子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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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子说怎么干 就怎么干 说干谁 就干谁 半兵不动 小侍 是 该出发了 确定想好了 如今星剑在上 无需犹豫 我今日 必要争上你这 好样的 你要不争 竹爷我还看不起你 出发 今日朝会 七皇子竟敢孤身前来 真是好胆 我看 是活腻味了 不至于有性命之友吧 毕竟是一位皇子 怎么不至于 传言你没听说吗 七皇子 请解下佩剑 为何 为何 七皇子 朝会不得佩戴武器 这种常识你也忘了吗 速速解下佩剑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还当自己是大将军吧 看到没有 现在连普通世卫 都没把七皇子放在眼里 七皇子踏实意去啊 大胆 烦了 七皇子 实践深处皇宫 你 你这是在盗版 瞬开你们的头眼看看 这是 听撤令 竟然是听撤令 我想起来了 当年天左王朝 拿下我北方三郡 直入皇都 皇都唯在旦夕 是七皇子 在此王府以三千铁器 拦输了天左王朝的 十万大军 采取了那次灭国危机 事后 为了奖赏七皇子的功绩 皇主特意赏赐了 这枚天策令 天策令 可以佩戴武器 出入王朝任何地方而不跪 回城 斩 唉 虽然有天策令 但七皇子这是何苦呢 是啊 城墙又有什么 有什么用 他还真能见到皇主不跪吗 是是是 七皇子 手步 何事 昨日我们孙儿 可是被你废的双脚 是 两位侯爷来者不善哪 七皇子敢打皇城守卫 但是面对两位侯爷恐怕不敢造辞 七皇子 好歹都信 一人不合就费了我们孙儿 道真不念昔日同袍之情 你 你敢打我们 两条老狗 还有脸跟我提同袍之情 要是以前你们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早就斩了你的狗头 可恶 七皇子 你以为你还是大将军吗 如今你只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罢了 我等都是侯爵 你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皇子 打我们 这是谋反 可恶 你 你 你 七皇子怎么越来越嚣张了 你 你 你 我 看我明白 七皇子 这是破罐子破摔吗 站住 五哥 六哥 屁子 谁是你哥 李安 非我们无情 实在生在帝王家 你该明白 明白 那么 两位找我何事 待我成为大将军后 需要你帮我梳理威信 如何梳理威信 跪拜我 成为我的随从游走全军便可 我需要万兴学院的名额 名额已经被万兴学院长老拿走 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需要让别人知道 本皇子对名额志在必得 旁人不敢和我抢夺这个名额 怎么做 此人是杀鸡锦猴 你先来当这个鸡 谁 我 大姐 闭嘴 谁是你姐 大姐 你为何还帮她 此人明明就不是 你再敢说 我撕烂你的嘴 长公主 皇主有请 刘公公 父皇这时候叫我何事 能否通融片刻 皇主说了 不能耽误 七弟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我现在就送你出宫 那样会连累大姐你 况且 我既然来了 就不会走 确定 打得轻一点 大姐放心 我们有分寸 没了大姐为你撑腰 现在看你怎么办 宁宁是个不能修行的废人 却能成为大将军 比我们还要威服 凭什么 不说废话了 做乱说 不说废话了 揍了再说 展公主真是心善 还特意嘱咐五皇子和六皇子 打轻点 你想多了 我是嘱咐七弟下手轻点 啊 哼 真以为七弟不能修行 就任人欺负吗 他在五级上的天赋 可是天下第一 凭五皇子和六皇子 那两个废物 怎么能是他的对手 哼 可恶 他怎么出手的 我根本没看清 再来 我不服 看不惯我 你算什么东西 不服我是大将军 张忍 你领兵在外 三万精兵被敌人一千破址 事后还是我替你擦的屁股 你这种蠢猪如果当上大将军 那才是家务无限 可恶 你一个被父皇放弃的妻子 也配教训我们的 还有你六皇子 更拉近 你虽然能修行 但修行十年 还是被我这个不能修行的一拳打倒 我们俩到底谁是废物 打完两位侯爷 又打了两位皇子 七皇子看来 就没想活着回去 可惜了呀 七皇子如果懂得隐忍 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果那则传言是真的 如此做法 七皇子确实回不去了 长公主 七皇子如此呈匹夫之勇 只会更让皇主厌恶她 奴才知道长公主姐弟情深 在这里斗胆劝说一句 长公主可不要占错了位 长公主 你 你教我做事 老奴不敢 老奴只是在替皇主分忧 少拿父皇压物 信不信我现在就整了你 长公主恕罪 老奴知错 听说七皇子回皇都之后 被罢免了大将军之位 不会吧 七皇子在军中威信无人可及 他不当大将军 谁有资格当 我天佑王朝 本来就弱于天左和天中王朝 这些年全靠七皇子运筹为物 边关才逐渐安稳 没了七皇子 可放还不蠢蠢欲动 谁还能守得住这边关 修生 这些天左王朝的屁股铁骑 铁骑 快快快 有人 凡击准备作战 帝国铁骑来袭 准备战斗 天子殿 到了 七皇子 不想混乱 和七皇子走这么近 可是七皇子当初对我有恩 此一时彼一时 人要懂得审时夺势 不然如何走得长远 事实无常 真是让我一招看透天下人 见过太子 还在殿下 七弟 见到本太子怎么不叫二哥 这么生分了 太子 少在这里摆高姿态 垃圾文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蠢祸 大胆 住手 何必和他一般见识 就让七皇子多说两句 毕竟今日之后 他可能没有开口的机会 愚蠢至极 胸无韬慮 坏事做尽丧尽千良 如果天佑王朝未来你当国主 闭王 不说八道 给我拿下 王主驾到 抵安 希望你还能走出这天子殿 拜见皇主 皇主万岁万万岁 七皇子竟然不贵 七皇子不是一向不贵的吗 谨言慎行啊 小心祸从口出 儿臣见过父皇 大胆七皇子 见到皇主为何败而不贵 天佑王朝七十三年 我平定云州之乱 皇主曾说过 我可以在天子殿不贵 这 七皇子战功加身 有资格不贵 平身 皇主 皇主 请为老臣做主啊 请为老臣做主啊 两位侯爷有何冤屈 尽管说来 昨日七皇子 借着切磋之名 心思歹毒地 废了我们所爱的双脚 不但如此 上朝之前 我们找七皇子理论 还比七皇子 当众暴打一顿呢 我们怎么说也是朝廷重臣 是皇主的奴才 这七皇子 简直没把皇主放在眼里 七皇子 可有此事 这可是重罪 有此事 啊 七皇子是否承认啊 七皇子 是否是否 父皇 此事是长廷侯 和武安侯挑事在先 长公主不必多言 本皇信得过武安侯和长廷侯 父皇 此事是长廷侯和武安侯挑事在先 长公主不必多言 本皇信得过武安侯和长廷侯 父皇 我们二人也有话说 大胆 七皇子 你想干什么 此剑名为天道剑 顾名思义 替天行道 当年父皇把这把剑赐予了 曾说过 我可以用手中这把剑斩进一切不公不平之事 是不是 父皇 是又如何 八父 竟然是天道剑 天道剑象征意义非凡 却是有直接斩杀奸命的权利 两只老狗 你二人万恩负义 到了现在还不止悔改 颠倒黑白 既然如此 我就斩了你二人 放肆 你敢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颠岸 你胆大包天 这里是天子殿 你敢在这里撒影 七皇子 少在这里虚张声势 我不信你真敢动手 皇主在此 你动我们试试 你们俩有话说 我没了 我没了 没了 七皇子 真敢当朝见斩大臣 他是疯了吗 当着皇主的面 你啊 我这是造反 来人 给我拿架 造反 我看你才是造反 我有天道剑 谁敢说我造反 好 七皇子不愧是大将之子 这一剑斩得干脆 这剑本皇当年没白给你 本皇很生气 皇主息怒 皇主息怒 父皇息怒 这天道剑 从此以后就是一把废铁 朝会继续 四皇 退下 诸位 可有事起奏 皇主 七皇子在边境吞兵养田 意图谋反 臣剑已将其押入天牢 彻查此事 好事终于开始了 本父义 七皇子手握兵权多年 早有一心 七皇子是皇主于无物 这是大不敬 七皇子狼子野心 昭然若即 万万不可轻饶啊 七皇子 你可有话要说 玉交之罪 无话可说 父皇 七皇子这是承认了 下旨降罪吧 慢着 父皇 我只说一句 如果七弟真想要模仿 天佑王朝兵权尽在他手 谁能阻止 长公主 所以皇主才高瞻远瞩 提前召七皇子回京 罢免他的大将军之位 这都是皇主英明 才让七皇子没有可乘之计 七皇子 你确定无话可说 父皇 如果我说这些话都是放屁 你信吗 你 这不信是吧 因为从你调我回京 到罢免我大将军的职位 这一切都是你早就想好的 父皇早已决定的事情 何必再问我 今日朝堂之上 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李安 你这贼子 拥兵自重 妄想谋夺天佑王朝 皇主何其英明 自然早就洞察到你的心思 怎么会让你得逞 七皇子莫无皇主 至朝堂诸公与无物 简直猖狂至极啊 请皇主下旨 把七皇子押入天牢 立即问斩 不得再动容七皇子 请皇主下旨 李安 你也看到了 你这是犯了众怒 非本皇主要治你的罪 是你这些年有不臣之心 才让众位大臣群情结愤 够了 到了现在 既然你们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我李安 就听你们说出来 三年前 天左天中的大王朝 百万大军汹涌而来 是要夺去我天门关 而我长佛佑兵力加在一起 不够三十万 最后本皇子出骑兵 只用二十万大军 便将百万大军击败 此后三年间 再无人敢犯天佑王朝犯犯 李安 你说这些何用 你有功劳不假 他自故公固不相提 所谓鸟进宫藏 此从那时候起 我李安便失去了作用 而之前的威冥远阳 也让我犯下了一个致命的猜忌 那便是 功高盖主 功高盖主公 看着本皇子 扪心自问 是也不是 是 皇主 七皇子如此作派 这是造反啊 这是挑战天子威严啊 父皇 你说呢 李安 你在质问本皇主 你这样的逆子 不配叫我父皇 哼 皇主 既然你心中早有了决断 何必如此虚伪 使劫将最变改 父皇 你说呢 李安 李安 你在质问本皇主 你这样的逆子 不配叫我父皇 哼 皇主 既然你心中早有了决断 何必如此虚伪 使劫将最变改 李安 你臣贼子 你怎么和父皇说话 你可打我 太子 你和四木齐肩夫云妇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斩你 我只不过念着这些年的情面罢了 李安 皇主息怒 请问斩七皇子 皇主息怒 请问斩七皇子 七皇子挑衅皇权 横行无忌 犯上作乱 即刻押入天牢 求后问斩 皇主英明 皇主英明 父皇 闭嘴 父皇 七皇子也是你的儿子 他算是皇子 他来给他父皇的儿子 只不过是一个爷 闭嘴 程公主 你也打我 也要造反不差 请父皇三思 七弟 罪不至死 程公主 本皇主让你闭嘴了 给我拿下 是尹卫 皇主的贴身护卫 最低都是炼器精 唉 长公主这是何必呢 此事和大小无关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啊 这 这 七皇子竟然一瞧把尹卫踹飞了 他不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吗 无法无天 来人 给我拿下 如有反抗 就地处决 父皇 大姐 不用说了 从今日起 那个为天佑王朝鞠躬尽催的七皇子 没了 现在只有李安 押入天牢 七皇子 莫要反抗 天仲王朝国师求见 天仲王朝 天仲王朝 怎么突然拜访 他们已经和我朝 数年没有往来 天仲王朝比我们只强不弱 所来何事啊 来人是天仲王朝国师 此人在天仲王朝地位崇高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 见过天佑皇主 天仲王朝国师 所来何事 本国师今日代表天仲皇主 为七皇子里安而来 为七皇子而来 国师什么意思 当年七皇子打得天仲王朝没脾气 应该是为七皇子落井下石的 听闻 皇主已经罢免了七皇子大将军的职位 七皇子武逆 以图谋反 本皇主不但隔了他的大将军 更是要将他押入天牢问斩 我家皇主说了 七皇子不能斩 什么 天仲王朝国师 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朝之事 你们凭什么干预 天仲王朝 为民太过嚣张了 天仲王朝 愿以用一龙脉 换取七皇子姓名 什么 天下龙脉 一共也就十二条 天仲王朝只占三条 他们竟然选择一条龙脉 龙脉出产灵粹 修士就是靠灵粹修行 龙脉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 王朝的强弱啊 天仲王朝是不是糊涂了 用一条龙脉换一个叛逆之人 天佑皇主 如何 父皇 不可 纵然如此 李安可饶得一命 但活最难逃 那就再加十座城池 十座城池 我天仲王朝愿意用一条龙脉 十座城池 换七皇子李安 这奶奶之 七皇子就算厉害 也抵不上一座城池 更别说十座 换了吧 反正七皇子也是一个废人 天仲王朝没了一条龙脉 后面根本无法和我天佑王朝抗衡 换 唉 果然 只有敌人才知道七帝的厉害和价值 可他满朝文武瞎了眼 够了 父皇 不能换 必须除掉李安 换他便是放虎归山 该死的李安 本太子绝对不允许你今日活着离开 你觉得呢 皇主 如今太平盛世 李安那可笑的谋略毫无用处 自然比不上城池和龙脉珍贵 而且天佑王朝人才鼎盛 比得过李安比比皆是 老奴觉得可以换 不过 奴才建议打断李安的四肢 再把残妻送给天仲王朝 这样起步两千七美 狗奴才 你敢 闭嘴 本皇主觉得此计甚妙 来人 废了李安 哼 果然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来人 废了李安 哼 果然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黑山王朝使者求见 这 黑山王朝竟然也来凑热闹 难道也为了七皇子 黑山王朝虽然比不上三大王朝 但毕竟也掌握了一条龙脉 韬光养晦这么多年 实力不容小觑啊 哼 不见 白水国使者求见 天蓝谷国使者求见 五圣蒙盟主求见 什么 白水国国主愿拿出镇国神剑 唤取七皇子李安 天蓝谷国愿以太子为志 凌驾谷国太宣经 唤取李安 五圣盟可以奉上一处洞府 百枚灵丹 唤取七皇子李安 这 竟然都是为了七皇子啊 你们都疯了吗 为了一个废物 竟然付出如此代价 没有李安的天佑王朝不堪一计 要不是李安 天佑王朝 早就是我天左王朝的囊中之物 天左王朝帝国启兵 今日一路向南 连夺天佑王朝实乘 将军 根本倒不住 到势已去啊 快 我来抵挡片刻 飞出传心给花朵 父皇 此域的大势力都已经前来争夺七弟 您还看不出来吗 收回成命吧 父皇 事已至此更要当机立断 不为我所用 必成大患 好一个李安 竟然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李安不可斩 天佑皇主三思 众多使者在此 皇主可要考虑清楚 皇主 如此形势下 纵然废得起皇子 也是后患无情 不如 此次不能留 本皇主 本皇主从来不受任何人的威胁 二人 七皇子李安谋反大罪已定 推出武门 即可问斩 今日 就做个了结 报 又有何事 三千里飞出急报 什么 飞出急报 射击到军国大事才会发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下麻烦了 怎么可能 天左王朝 怎么突然进攻陌朝 这不知道 这想干什么 这 爹国铁骑生命可可 根本无人可挡 天左王朝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突袭天门关 明明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 父皇 为今之急 赶紧派人阻挡敌国铁骑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五皇子六皇子 你二人一直在军中力量 本皇主就派你们 火速前往边关 我 我们 你二人 务必阻挡住 天左王朝的敌国铁骑 父皇 敌国铁骑凶悍至极 儿臣没有把握 父皇 儿臣最近练功出了岔子 身体不适 你们 杏安侯 有将军长远 你二人 皇主恕罪 臣和敌国铁骑交手 从未胜过 臣有心斩贼 但恐怕不能胜此重任 半朝文武诸位大臣 谁可以替本皇主阻挡敌国铁骑 你 废物 都是废物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本皇主养你们有何用 父皇 为今之计 只有七弟可以力挽狂澜 父皇不可 李安再回去就是放火归山 今日无论如何也要斩了他 天佑皇主 既然天佑王朝发生此等大事 我们就先告辞了 我们也要回去把此事 禀告我家皇主 七皇子 我等先告辞了 希望和七皇子不兵戎相见 七皇子他日再见 今日 承蒙大家看了起我李安 他日再见 使者们回国后 如果和天左王朝联合进攻 后果不堪设想 皇主 还是要迅速阻止天左王朝的进攻 断了其他势力的念头 不如让七皇子戴罪立功 李安 父皇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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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去领兵对抗天左王朝 我 李安听旨 本皇主准你戴罪立功 阻止天左王朝敌国铁骑 李安带兵出征期间 派人守卫七皇子府 府内所有人都不得进出 以免影响李安在前线作战 哼 卑鄙 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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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你也住进七皇子府吧 带李安胜礼回朝 如果不胜与李安同罪 父皇 随李安 随李安 随李安同罪 随李安同罪 随时禀报前线前行 于是可以先斩后奏 是 七弟 你有何打算 天左王朝大将军增议 曾当着我的面法时 不再进攻天门关 赎今看来 口感了吃时 先灭了他们的帝国铁骑 七弟 你知道我不是问这些 这一去不要回来了 荒冲拿你和七皇子府做威胁 我也没想父亲如此让人失望 你彻底不顾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就失去了人质的价值 你放心去吧 大姐 事已至此 相信我 让我来解决这一切 好 我信你 我手里有八百四兵 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你一起带走 不用 大姐 好好照顾自己 带我归来 父亲 刚才宫内传来消息 皇主已经下令问斩七皇子了 这下你没有顾虑了吧 此事当真 太子哥哥的亲信所报 千真万确 不错 那连如此猖狂 连皇主都不放在眼里 几次惊怒皇主 怎么可能还活着 司牧家主就放宽心 太子早就说了 明年的今日 就是他的忌日 我还是不太相信 七皇子会落得如此下场 要知道 他在军中 在民间的威望 就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神话也会陨落 爹 现在可以去找万兴学院的导师了 我一定要拿到列阳宗的名额 七皇子 他 他怎么出来了 什么 怎么可能 他不是已经被万斩了吗 你看我做什么 你打我干什么 看你不顺眼 你 七皇子恕罪 不要和小女一般见识 七皇子活着出来了 此事不简单 司牧家主 说好的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可是现在还没收到 丽恩 你就是个废物 你根本没有让司牧家看中的价值 这个答复够吗 别说了 司牧齐 你个无知的东西 我看你这张嘴不想笑了 你想干什么 这里是皇宫 你还敢对我动手不成 住手 太子哥哥 你要为我做主 李安 收起箭 赶紧滚 赶 放他 住手 李安 你敢动本太子不成 为何不敢 现在天佑王朝需要我来平乱 只有我才能力挽狂澜 就算我现在斩了你 皇主也不会对我如何 你信不信 现在跪下给我认错 我是太子 你让本太子跪下 跪下 太子 李安 你狠 李安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这是造反 隐隐狂吠 你也跪下 不可能 我绝不可能给你下跪 跪下 不要和这疯子争论 跟着跪下 我 现在可以放了太子哥哥了吧 认错 我认错了 错了 两个垃圾一般的东西 下一次再招惹我 就是你们的死机 太子哥哥 真是奇耻大辱啊 李安 本太子发誓 我一定把你错过杨徽 今日朝堂当真是诡诀多变 令我等大开眼界啊 万万没想到 碧王的七皇子 竟然嚣张一番过后全身而退 不但全身而退 甚至狠狠打了皇主和太子的脸 七皇子确实该是鹦鹉 但皇主毕竟是皇主 他的结局早已注定 七弟 恭喜你还活着 你来此 就为看我还活不活着 你要上战场了 来送送你 昔日你每次出征都是家道欢送 如今戴罪之身 哪皆凄凉 竟然一个相送的人都没有 接着 这是 地级丹药 便宜给你了 地级丹药 就算是万兴学院这种大宗门 也是珍贵无比 拿不出几个 多谢三哥 该出发了 白龙 直奔兵官 好不容易用全部积分 从系统商城换来的地级丹药 就这么送出去了 不可惜吗 有些可惜 所以李安这小子千万别挂了 否则我这地级丹药就打水漂了 秦皇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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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安骤白马 撒踏如流星 是秦皇子没错 卧上人如玉 皇子是无双 确实是秦皇子啊 拜见秦皇子 拜见大将军 拜见我天佑王朝守护神 我等随不能随秦皇子一同征战 但秦和秦皇子同在 苟秦皇子大破敌国铁骑 得胜归来 秦皇子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有你在我们安心 一定要打败千座王朝 便怪无数百姓受苦受难 一定要收复失地 一定 皇子 我们来了 皇子 六百神器全部到备 请皇子分布 全速前进 是 全速前进 是 却由皇朝第九城拿下 别过肯心 全速前进 是 士兵拿下第十头 白云仙长请过目 竟然是灵髓珠 仙长好眼力 灵髓珠每采集十万吨零食 才会出现一颗 珍贵无比 只有仙长才配得上拥有 既然如此 本仙长就确之不公了 仙长 那小女拜入万星学院之事 慈慕家主 万星学院门槛极高 每年想要拜入的天之交子 如过江之计 你是明白的 哦 明白 自然明白 仙长 我今日寻得一物 想必仙长会喜欢 竟然是一株王身 好东西啊 好东西 慈慕家主 令女资质不凡 确实有进入万星学院的资格 不过你也知道 还有其他竞争者 怎么保证令女争斗过别人 这是个问题 这 为了这两件宝贝 司慕家已经掏空了大半家产 竟然还没有填满这白云仙长 这父亲 罢了 请我司慕家家族质保 白云仙长 此玉佩是司慕家代代流传的质保 好东西 虽然本仙长暂时看不出此玉的妙用 但玉佩上灵力流转 必定不是凡品 慈慕齐 此次你就跟我一同回万星学院 本仙长会亲自收你为徒 太好了 慈慕齐拜见师父 好 拜徒儿起来吧 待为师再找一个资质上家之人 便返回万星学院 资质上家之人 师父 我倒是有一人推荐给你 哦 何人 天佑王朝当朝太子 天左王朝帝国铁骑连破九城 我们还能守得住吗 守不住摇手 我们都是七皇子带帅的兵 不能给皇子丢脸 不错 纵然没有七皇子坐镇 我们也要打出士气 大家都是豪央的 今日就让他避光窃齐 出现苦刀 战 战 战 今日恶战 奇迹会出现吗 开门投降 不然吐城 守在这里废话 有本事来攻 敬酒不辞是罚酒 进攻 全部吐掉 杀 总之 杀 都是废物 这些年你们也就是靠着七皇子运筹帽 论单兵实力 你们远远不如我们天左王朝 吐城 敢不投降 进城后一个也别想活 放下武器 对下叫爷爷 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 天佑王朝的兵 是不投降的 更何况 我们是七皇子带出来的兵 让我们投降 做梦 我怕 别怕 我们还有君身七皇子 七皇子不会不管我们的 大家不要放弃 我们不投降 就算丢点性命 七皇子也会给我们报仇 因此不想 七皇子会给我们报仇 七皇子一定会宰了这些畜生 七皇子 我承认他很厉害 但恐怕你们见不到他了 此刻七皇子人头已经落地 要不你们以为 为何我天左王朝会突然进攻 不可能 七皇子绝对不会有事 少骗我们 七皇子是君神 我们永远信奉他 明蛮不灵 那你们 都去给七皇子陪葬吧 不可能 七皇子绝对不会有事 少骗我们 七皇子是君神 我们永远信奉他 明蛮不灵 那你们 都去给七皇子陪葬吧 赔了你们 什么 大胆 何人敢投袭 本皇子 是 七皇子 他来救我们 救我们万岁 真的是天佑王朝的七皇子 他不是已经被斩了吗 七皇子来了 我们怎么办啊 慌什么 七皇子再厉害 终究也是一个人 更何况 众所周知 他是一个修行废物 趁此机会 我们斩了他 岂不是大功一戒 上 能斩七皇子这是荣耀 不错 斩了七皇子 大功一戒 带我边关百姓 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大言不参 杀 杀 什么 这是 灭了他们 一个不留 是 一个不留 你不要救了 七皇子为我 七皇子全体天下 万岁 是 兄弟们 随七皇子一起监敌 好 禀告少将军 帝石城已经拿下 正在清扫 天佑王朝的残余兵力 很好 此一之后 我天左王朝帝国铁骑 可长驱直入 直到黄都 全靠少将军运筹为我 不然哪有此战绩 不错 少将军 少将军为我 少将军有君神之姿 少将军 不好了 少将军 天佑王朝 七皇子出现而来 已经见面我入城的 大半帝国铁骑 什么 七皇子 这不可能 属下句句属实 帝国铁骑已被杀得 十不分 谁敢当着本将军的面放肆 我 走 七皇子 真的是你 可我改不了吃事 还记得我说过 天左王朝再敢进犯天佑王朝边关 就把你们父子扒皮抽筋吗 少将军 七皇子来了 我们赶紧撤吧 撤个屁 城外数万帝国铁骑待命 怕他做事 少将军 那可是七皇子 七皇子又怎么了 难道我比他差 少将军我不弱于他 至少与他齐名 正好 且今日其后我就斩了他 明阳天下 让天下人看看 少将军 才是真正的军神 少将军 三思啊 老将军特意交代我们 要保证你的安全 闭嘴 所有人列阵 给城外的帝国铁骑发送信号 今日让这七皇子插尽难逃 随本将军冲刺 一举拿下七皇子 冲 王夫 你他爹差远了 还想与皇子亲命 就是个垃圾 我去解决了他们 傻大哥 一个人就敢向前冲 给我把他扎成筛子 是 杀 不好 我没有惊心 快阻止后面的军人 冲啊 看见他们 什么帝国铁骑 在齐皇子的神奇面前 不堪一击 快 阻止后面的亲兵 少将军快逃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 随我冲出去 已经完了 还要不止是牛 你还有时间逃走 皇子 城内天左王朝的帝国铁骑 全部被扫空 不过 这并不是他们的主力 大部分帝国铁骑 还在前面九座城市驻扎 原地驻承 休整之后 明日反击 是 你 惹 然后怎么办 离安 有本事放了我 一队一队军 砍掉四肢祭奠百姓 留一口气 生如天牢 不 离安放了我 我可以让我父亲给你赎金 不 放了我 我让父亲让出武座城池 这样做 会不会激怒老将军 如果十万帝国铁骑一起来攻 我们现在只有六百神奇 恐怕 不这样做 他才会来攻 属下明白了 混蛋 每次都是他坏我好事 七皇子怎么会突然出现 回禀老将军 七皇子拒绝交换邵将军 并且把邵将军砍了四肢 什么 离安 将军和你不死不休 来人 召集十万帝国铁骑 给我攻打电势场 老将军息怒 小心上了七皇子的当 不错 那七皇子故意折磨邵将军 就是为了激怒将军 让你攻城啊 七皇子诡计多端 他肯定已经设下了重重埋伏 直等我们去攻打 是我冲动了 那七皇子狡诈至极 此举肯定是大有深意 本将军必须要冷静下来 百魔宗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百魔宗可以出手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百魔宗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百魔宗可以出手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们要这实诚百姓炼制血丸 这百魔宗竟然胃口这么大 实诚百姓的性命全要 此事先不急 如果答应了 剩下十座空城对我天左王朝 并无大用 再说我帝国铁骑十万 有信心击败七皇子 我如皇子所料 天左王朝的老家伙 听说自己儿子被斩了四肢 不但没有进宫 反而归缩了起来 皇子 后方来吧 太子故意让人拖延粮草 恐怕粮草短时间内很难到达 我们顶多能坚持三日 而且说好的援兵 也是各种理由没有前来 吃误了 我们在前线拼命 这群王八蛋在后方 各种吃后腿 这是想四群灭王吗 皇子 天右王朝这么对你 摆明了让我们和帝国铁骑两败俱伤 甚至是更希望我们被帝国铁骑消灭 唉 这种腐朽的王朝 还有必要替他卖命吗 确实不值得 不过 事已至此 大姐他们还在做人质 而且这黎明百姓 我不忍心看着他们遭殃 既然如此 那就干 这次 非要大肃牵走王朝 传令下去 天机堂出动 务必把最新最准确的情报 送到我的手中 是 另外 召集那些结甲归田的兄弟们 迅速回归 这样一来 冰原的问题确实解决了 只是我们的粮草更绝了 这是个问题 报 三界商会求见七皇子 三界商会 让他进来 三界商会四级掌柜陈良 见过七皇子殿下 清掌柜没来吗 大掌柜暂时有事 脱不开身 不过 大掌柜特意交代过我 七皇子有什么难处 三界商会 会倾尽全力帮忙 那我就直说了 我现在缺粮草 我这次来 已经为七皇子 带了八百车粮草 另外三界商会的兵器 火器 我也为七皇子带来了一些 如此 我无后顾之用 替我多谢请掌柜 大掌柜说 都是一家人 七皇子不必客气 嗯 不错 基础剑诀 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现在朱爷教你进阶剑法 朱爷 可以玉空飞行吗 你说的是玉剑术吧 勉强可以 进来 呵呵 成啊 这小崽子 他爹还有天赋啊 等我带着李安回到 真正的李家的时候 恐怕不知道 会惊掉多少下吧 皇子 帝九城大约有八千手军 不过 我们暂时只召集到两千兵力 要不要再等等 兵归神速 不能等 天左王朝在石头 如果知道我们的处境 肯定还会陪大量员兵前来 出骑兵 以及必胜 突袭小组 调动第一杀手组阵 白刃 全员参战 太后 斩首行动 干掉敌方主要将领 到时候 他们必定会军心患散 一顾缩轻拿下第九场 是 事须事实 待会儿一战就知道了 依我看 这七皇子在虚张声势 这么点兵力还想攻城 简直痴心妄想 待会儿 确定了七皇子的兵力后 十万大军直接解决他 不用十万大军 我们八千人以役代劳 这一战就可以歼灭七皇子 你我可以名扬天下 攻城 独自量力 攻击手 准备 放 放 这怎么可能 七皇子手下的骑兵 竟然都是开元镜的凶士 因为只开元镜才能开启元气防御 快 用弓弩 啥时候阻止 怀孕 快 解决他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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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都准我了 王子 城内八千天左王朝的士兵 歼灭一半 投降了一半 即刻出发 前往第八城 是 天左王朝 怎么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些城池 我们就怎么夺回来 也不知道第九城的战事如何 哪有那么快 别说七皇子不能攻下第九城 就算攻下来 最少也需要三天时间 别忘了 守城的可是我们天左王朝的守城三劫 最好 哪有 百姓 西皇子的军队 什么 快 通知所有人作战 快 守城 是 是 完了 快 王城拿下 前往第七城 皇子 第七城拿下 第六城攻克 第五城完美攻下 第四城光复 皇子 还要继续前进吗 继续 虽说攻下五城 我们付出的代价极小 但总归是有三分之一的伤亡 而且 天机堂传来献报 天左王朝已经在第三城布置了防御 正等我们前往 皇子 武安阁可做攻城利器 武安阁配合白日 一起出动 武安阁又为皇子效全马之劳 必为皇子拿下第三城 不 谁说我要攻打第三城 不攻打第三城 绕过第三城 直击第二城 绕过第三城 直击第二城 妙啊 左将军 第三城所有防御攻势已经布置完毕 就七皇子那几千人马 保他有来无回 七皇子用兵神勇 没想到短短几个时辰 连续夺回武城 这次一定要阻止他 不能让他动摇我朝军心 左将军大可不必担忧 前面几城失守 是因为没来得及部署 我们已经做好万全之策 属下以人头担保 七皇子绝对攻不下本城防守 怎么回事 怎么七皇子的兵们还未到 是有些反常 按照七皇子的速度 一个时针前就该到了 不 左将军 不好了 七皇子在进攻第二城 而且马上就要攻破了 王好 左将军 我们是来求援兵的 请左将军速度支援第二城 快 开城门 速度支援第二城 等等 消息有诈 左将军 这是第二城樊将军的令牌 令牌是真的 左将军 现在七皇子出骑兵攻打第二城 再晚就来不及了 如果左将军派兵及时 前后合击 还能一举歼灭七皇子 出骑兵 照顾第三城 直进第二城 确实是其皇子用兵的方式 应该不会错 白城门 援兵第二城 杀 杀 这么了 不好了 七皇子的军队杀来了 快 快城门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杀 把下第三城 七皇子 你作为天下第一名将 竟用如此伎俩骗我去出城 实在让我看不起 兵不厌诈 输了就是输了 再说七皇子 何时骗你了 你们派人假装帝国铁骑 说攻下了第二城 不是骗我们 是什么 对 你听好了 七皇子确实攻下了第二城 攻下第二城之后 我们又杀了个回马枪 来攻第三城 打你还用得着骗 什么 七皇子用兵如神 能败在你手中 我服了 怎么可能 短短时间就失去了 攻占下来的九座城池 岂有此理 你们说 还有何两策 一日光复九城 而且都是一少生多 七皇子身兵难测 如今 我们只能死守第一城 如果第一城也丢了 此次行动 我们将毫无战果 不得不承认 单纯和七皇子对兵 世上无人是其对手 只能向其招 老将军 联系百魔宗吧 百魔宗胃口太大不亦掌控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这个杀手 传令下去 第一城白开攻势 和七皇子决一死战 太子哥哥 如今你我 已经成为万兴学院的弟子 以后我们可以双宿双飞 做一对神仙眷侣 哼 最近真是喜事连连 除了 除了那个碍眼的李安 如果那李安能战死在战场 就大快人心了 放心吧 我已经命人截断李安的所有粮草 并且不给他派一兵一组 别说一个凡人 他纵然真是军神 巧妇也难为无名之锤 他必丧命 太子 你来得正好 快和本殿下说说编国战事 我想知道李安如今是多么狼狈 太子 李安一日收复九城 打得帝国铁骑丢亏计甲 归缩不出 什么 如此惊恐下 他还能连连去胜 是不是军报有误 太子 非书即报 千证万确 这个李安 贱命真长 皇子 第一城由天左王朝老将军亲自守城 想攻下来 恐怕不容易啊 既然天左王朝背弃承诺 我就和他玩个大的 皇子 第一城由天左王朝老将军亲自守城 想攻下来 恐怕不容易啊 既然天左王朝背起承诺 我就和他玩个大的 玩大的 皇子 好兴奋啊 有多大 直接攻打天左王朝的皇都 攻打皇都 虽然有些冒险 但如果成功了 确实可以一劳永义 凝垂青史 只是还需要做好万全之策 这次 本皇子积累这么多年的底牌 都要爬出来了 怎么回事 七皇子为什么还未进攻 会不会害怕 撤退了 不可能 七皇子此人最安静的时候是最可怕 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不 老将军 大事不好 刚刚探报 七皇子的军队朝着皇都进发了 什么 完了 天塌了 快 铁骑大军全速前往皇都 护卫皇主 派人联系白魔宗 无论什么代价 让他们派出高疲凶士 诛杀七皇子 皇子 前面就是天狗王朝皇都 派出原计划进行 两个世辰内攻入皇都 等会儿歇了去喝个花酒 听说来了个长尾巴的妖女 却见识一番 什么声音 骑兵 这里怎么会有骑兵 难道是进攻天狗王朝的帝国铁骑 搬世回朝了 不好 是帝星 皇子 天狗王朝八百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攻破他们的国度 迅速进攻皇城 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勾担七皇子竟敢直接进攻我皇都 简直是胆大抱天 皇主 赶紧想办法吧 本来帝国铁骑出洞 是为了灭掉天狱王朝 万万没想到我天奏王朝快被灭掉了 本皇主都不慌 你们慌什么 皇主可是有颗良策 我问你们 七皇子这支军队 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软肋 七皇子用兵如神 有什么软肋吗 想不出来 请皇主明示 那我告诉你们 这支军队最大软肋 就是七皇子本人 那七皇子纵然用兵如神 也只是一介凡人 只要斩首了七皇子 一群自散 可是 于乱军之中取之手机 这是未免太过困难 对于普通军士来说确实困难 但对于修行者 情而易举 众所周知 本皇主的门客中有众多修士 而且本皇主今日突破到人缘境 这便是本皇主的底气 什么 人缘境 皇主威武 恭喜皇主迈入绝世强者行列 所以 本皇主不慌 甚至有点想笑 因为七皇子既然赶来 本皇主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长风道长何在 皇主有何吩咐 麻烦道长替我取七皇子首旗 小事 我去去就来 上 攻下皇城 皇子 皇都的城墙异攻 皇城难攻 因为天左王朝皇主喜好修行 平日里招收了众多修士 在皇城之中 一时万万 恐怕难以拿下皇城 我已经让武安阁的去攻城了 看看效果如何 武安阁的修士随我上 是报答七皇子救命娟的时候了 杀 天体巅峰的修士 阁下是何人 武乃天左皇主的门客 长风道长 今日你们胆敢进攻天左王朝皇城 简直是自寻短剑 皇子 长风道长是有名的高手 修为了得 暂避锋芒 来人 保护皇子 老夫今日出马 就是为了取七皇子的首级 保护皇子 保护他住 七皇子 遇见本道长 是你的不幸 皇子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七皇子 竟然被本道长震慑住 什么 你是贱 皇子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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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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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 皇子最近变厉害了 呃 皇子不一直很厉害吗 说得也是 怎么还没消息 派人去催催 报 报 来了 快说说看 那七皇子下场如何 定是伸手易出 长风道长出手 七皇子断然没有活路 来了 快说说看 那七皇子下场如何 定是伸手易出 长风道长出手 好 七皇子断然没有活路 灰皇主 长风道长 牺牲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可亲眼见到长风道长倒下了 皇主 是我亲眼所见 难道七皇子身边也有一位修行高手 那位高手 那位高手长得什么样 竟然可以让长风道长丧命 没有高手 当时七皇子身边的高手都被击败了 没有高手 那长风道长到底怎么倒下的 是被七皇子亲手解决的 什么 这不可能 是 七皇子是修行废物 人尽皆知 你肯定看错了 皇主 属下说的句句属实 城墙上 几千将士都在看着 七皇子一挥手 长风道长就倒下了 七皇子诡计多端 看来是使用了什么阴谋招式 只是你们没有看出来罢了 他的目的 还是想要震慑我方的修行高手 皇主分析得对 对付此子 必须继续派高手 对 弄清他的阴谋招式 他必败无疑 千万不要出事 报 皇都现在什么情况 回禀老将军 七皇子已经攻破皇都 正在围攻皇城 什么 完了 这次我签坐王朝 要沦为天下笑柄了 闭嘴 皇中修为高深 又养了三千门客 七皇子即便攻入皇都 皇城肯定也打不进去 老将军说得对 是我慌了 立刻给百摩宗发送传书遇见 我们需要他们了 是 七皇子 你既然如此决绝 那别怪我也把事做绝了 李安现在和天左王朝的十万铁骑作战的如何了 让我猜猜 那李安至少拼掉了一半人马了吧 我回太子 李安并没有和帝国铁骑作战 什么意思 李安率领人马 直接朝着天左王朝的皇都进攻了 什么 他竟然直接激过皇都 这向他的作法 不过 在我看来就是不自量力 结果如何 结果是 天左王朝皇都被李安攻下 现在正在围攻皇城 老陆 绝对不能让那个李安攻下皇城 这样的话 天左王朝等于被李安灭国了 到那时候李安就是天大的功劳 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 我们要直接复活 拜见宗主 宗主终于出关了 我百魔宗是时候重现世间了 这次新鲜的血液要喝个痛快 我白洛重现世间 众生颤抖吧 小的们 现在随本宗主去开启鲜血圣宴 院长 你找我 当年歼灭百魔宗 被天魔白洛逃过一劫 如今百魔宗死灰复燃 恐怕又要生灵涂炭 院长的意思是 让我去歼灭百魔宗 我万兴学院负有监护医域的职责 院内几大导师都在忙着招收这一届的弟子 只有你在学院里 所以这个差事只能落在你头上 另外 白云导师最近在天左王朝收徒 距离百魔宗出现的地点很近 可以让他协助你 明白 攻下皇城城墙 皇子 皇城终于攻下了 不消片刻 天左王朝被我们灭亡 这可是绝世攻击 伤亡情况如何 死伤近半 此一过后 我们无力大战 进城 尽快拿下天左皇主 七皇子根本挡不住 怎么办呀 要不要答应天右王朝的和谈 慌什么慌 七皇子是人不是神 何来挡不住 皇主不能不慌了 这都打到家门口了 不对 是打到炕头上来了 再不想对策就来不及了 本皇主 就是这天左王朝的定海神针 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 待本皇主亲自出马 斩下七皇子的狗头 天左王朝的好儿了 随本皇主一起上 念了事情来犯之理 皇子 天左王朝皇主 我个人战力太高了 敌方士气高涨 这样下去 我们恐怕会败啊 灭掉天左王朝皇主 斩 天了这些来犯之理 皇子 天左王朝皇主 个人战力太高 敌方士气高涨 这样下去 我们恐怕会败啊 灭掉天左王朝皇主 斩 突袭本皇 你们修为还是太低了 武安阁的修士和突击阻施 白人都抽动了 还是无法对天左皇主造成伤害 七皇子 可敢与本皇一战 你还真是好胆力啊 多说武艺 你还真是好胆力啊 今日天左王朝毕灭 口气不小 就凭你剩下的这些残兵 还是凭七皇子你自己 凭本皇子手中的剑 哈哈哈哈 笑死本皇主了 七皇子你莫不是当军神当久了 觉得自己的战力 比得上你的用兵了 今日本皇主 就让你认清现实 你并不是无所不能 身为皇主 你废话真够多头 既然如此 本皇主成全你 皇子战无不胜 七皇子必胜 皇主修为盖世 无敌之恩 皇主必胜 七皇子 本皇主乃人缘静修为 并蹭我手 你不亏 这就是神缘静的大小事吗 好恐怖 只是暂发出威压 就让我们承受不住了 皇子 手 怎么可能 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多说无意 你败了 生情牵走王朝皇主 牵走王朝王 七皇子 七皇子 战胜 战胜 七皇子 你莫要得意 你看本皇主晃了吗 本皇主丝毫没有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和天佑王朝皇主 达成了协议 你竟然知道 天佑王朝皇主什么德性 我自然清楚 清楚又如何 你依旧无可奈何 你依旧无可奈何 天佑王朝皇主 我天左王朝 完全答应之前的停战协议 很好 丽安天令 天佑王朝诸位将领天令 天左王朝和天佑王朝 达成停战协议 天佑王朝所有人 立刻撤出天左王朝皇都 什么 这是为何 我们好不容易攻下皇城 现在撤退 不是功亏一篑吗 天左王朝这些年 一直想要吞并天佑王朝 皇主你都忘了吗 这是本皇主的命令 立刻撤退 七皇子 本皇主早就选好了退路 这是本皇主不慌的底气 想灭我天左王朝 你恐怕没那个机会了 丽安 还站着干什么 扯退 你真的很令我失望 为了怕我的功继名扬天下 竟然在天左王朝灭亡的时刻 达成什么停战协议 这是一个君主所为 主罪 你也敢诋毁本皇主 你不配做皇主 你说什么 你想造反吗 闭嘴吧你 好你个丽安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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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遵皇令 这与造反无义 父皇 这丽安万万不能留了 将在外 现在奈何不了他 带他回朝 求后算账 父皇 万一丽安真的灭了天左王朝 再为成王不回朝怎么办 本皇主也担忧此事 是 奴才倒是有个办法 长公主和七皇子府上下所有人可都在皇主手上 只要给七皇子下令 在七线内返回 晚一日就斩一人 哇 以七皇子的重情且自大的性格 奴才觉得七皇子必然会返回 以此逼迫李安就范 父皇 儿臣觉得可以 李安 你不准天衣王朝皇主的命令 难道你想造反 和你有关吗 你现在是个王国之君 七皇子 本皇主任在 你有什么要求随便提 我都答应你 你在我手上 整个天左王朝就在我手上 放心 我会慢慢榨干你 你 来人 搜刮皇城 是 皇子 这天左王朝皇主 不会是最新修炼 我们在国库中发现了大量修炼资源 修炼资源 这次正好大捞一把 这次正好大捞一把 王子 这天左王朝皇主 不会是最新修炼 我们在国库中发现了大量修炼资源 修炼资源 跟随朱叶修炼资源 需要大量修炼资源 这次正好大捞一把 这次正好大捞一把 全部打包带死 好嘞 正好三界商会 你会把王子的带来 送来了一枚除物剑 就全部装进戒指中 方便皇子携带 李安 你恐怕不知道 我天左王朝祖上曾经出过万兴学院的修士 你抓我纯粹是玩火自焚 劝你赶紧放了我 万兴学院只为后注意平衡 并不参与俗世之招 你说这些没用 是天际葛的密探 姬皇子 有急报 何事 天左王朝十万铁骑 正在包围皇都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还有何事 百魔宗重现时间 百位魔头要来取皇子的首级 什么 百魔宗 百魔宗残忍失去 且魔头各个修为己高 这下麻烦了 七皇子 放了本皇主 也许我还能和百魔宗商议 留你一命 别做梦 带上天草皇主 撤退 这 还是来晚了一步 这百魔宗比以前更残忍了 这已经是他们屠戮的第三座城池 如此丧尽天良 这次一定要全歼他们 楚威导师 听说天魔白落实力十分强横 这次重新现实 实力恐怕比以前更深 还是小心为伤 白云导师怕了 笑话 老夫会怕一个区区魔头 老夫只是刚收了两个徒弟 有些着急想要把他们带回万兴学院 怕晚了赶不上万兴学院的资质测试 哦 白云导师收的徒弟 可是那天又王朝七皇子 听说此子年少出名 很是天资不凡 年少出名不假 但天资不凡 纯属胡说八道 七皇子就是个废材 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开启修位 老夫已经罢免他万兴学院的名额 这次老夫收的徒弟是司穆家的长女 以及天佑王朝当朝太子 那恭喜白云导师了 我们抓紧搜寻百魔宗的魔头吧 天际城来报 百魔宗已经连续突灭四城 魔艳嚣张 正在追尽皇子 皇子 退守天际谷吧 那里有我们布下的大阵 未必不能和百魔宗一战 天际谷的大阵是和歼灭大国军队 不适合对付百魔宗 可是 我们迟早会被百魔宗追上 你们前去天际谷 诱导帝国铁骑前往 全奸帝国铁骑 皇子 你呢 我一个人单独性的 百魔宗要吵的人是我 我引开他们 皇子 这样太危险了 那可是百味魔头 更有白落这种天魔 放心 你们应该能感觉到 我现在不是以前的我了 皇子 还是太过凶险 我跟你一起吧 你们谁都不用跟着 我就带上天左皇主一人便可 带我干什么 百魔宗那些人 是天左王朝老将军找来的 老将军肯定和他们打成了某些协议 事与之子 本皇主很难左右这些魔头 不管怎样 百魔宗现实和你天左王朝有关 关键是它 如果百魔宗不肯停手 我就先找了天左皇主你 什么 七皇子 你不想武德 你想送死 别带着本皇主 皇子保重 我们先进一步 七皇子 有事好商量 百魔宗那些人事先成情 你躲不掉的 不如放了本皇主 我为你周旋一耳 也许你能多活上几天 这就对了 实施物质为俊杰 你给我吃了什么 三日化过丹 没有解药 三日之后 原地化成一滩浓水 我不信 这等丹药 只有高等修饰才有炼制 你怎么会有 太幸不幸 跟不跟着我 随你 可恶 这个离安 当真是难搞 早知他没事 我就不听劳度的命令 进攻天佑王朝了 父皇 好消息 离安正在被百魔宗和天左王朝的帝国铁骑追杀 被百魔宗追杀 好啊 离安命不久矣 你别在这里干战着 去打些野味 让本皇主去打野味 你有没有搞错呀 本皇是天左皇朝皇主 你有意见 你有意见 没意见 朱颜 在吗 啊 什么事啊 我现在正在被追杀 追杀我的人有点多 有点强 朱颜 能为我脱体吗 你想让我出手 帮你对付敌人 如果你能出手 那自然最好不够 不能 无情 非朱也无情 朱也不能轻易出手 朱也出手 天崩地裂 容易把这片大陆干碎了 离谱 朱颜 我在天左王朝获得大量修炼资源 我想加快剑球的修炼速度 基础剑决的进阶板 你也学的差不多了 你既然有修炼资源 现在朱颜 我就祝你开辟箭丹田 剑丹田 剑丹田才是剑修毒152的标志 开辟后 胜过寻常丹田的千百倍 好 朱颜 快开始吧 我的乖乖 这么多灵石 你小子抢了一座灵矿嘛 差不多 天左王朝的国库 不比灵矿资源少 接下来 我教你开辟剑丹田的方法 你听好啦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吹牛皮 我怎么叫吹啊 开辟箭丹田 深奥无比 当年宇宙级别的天才 也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 用来领悟剑丹田的开启方法 资质稍微差一些的 就是终身无望开启剑丹田 给我是 没想到朱颜也有被打眼的时候 这小子怎么会 初补快就领悟了开启剑丹田的方法 要不是知道他父亲是谁 我甚至怀疑这小子是不是一尊剑仙转世了 嗯 巨剑异象 剑丹田 成了 不 不对 巨剑闪烁着仙光 这是仙剑异象 难道这小子开辟的 是传说中的仙剑丹田 朱颜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棒 我体内的剑丹田 开始积攒剑气了 这么快就积攒剑气了 来 用你体内的剑气攻击我 这 不太好吧 万一伤了朱颜女 笑话 朱颜纵横宇宙万语 超牛的存在 你也能伤得了我 别婆婆妈妈 朱颜五十个人 让你攻击就够 小子 你不讲武德 不是你让我别婆婆妈妈 这小子刚才的剑气之雄魂 力量之强 绝对不是一个刚开辟剑丹田的凶日该有的 这么说 只有一个可能 这小子开辟的是仙剑丹田 力安 你可知道你现在开辟的并不是普通的剑丹田 而是传说中的仙剑丹田 仙剑丹田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怎么说呢 仙剑丹田比普通的剑丹田更强 但也更加难以修炼 而且还涉及到一些隐秘 隐秘 小子 开辟仙剑丹田后 实力增长不少啊 竟然也能感知到有人过来了 准备战斗吧 朱雅去睡觉了 力安 你给我等着 本皇祖这辈子 还没伺候过别人 是白魔宗的魔头 而且去的是七皇子的方向 完了 完了 被找到了 七皇子恐怕 你就是那七皇子里安 是我 小子 终于被我们找到了 说吧 你想怎么上路 我们给你个痛快 百魔宗救来了 你们三个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三个还不够 猖狂 我非要折磨你一凡不可 还有敢和百魔宗猖狂的人 我还真没见过 估计是没听过我百魔宗的威名 我该送命 看招 什么 你竟然有些本事 一起上 干掉他 回去交差 什么 这么长时间了 百魔宗的那三位应该走了吧 回来看看 给那小子收个失望 李安虽然是我天左皇朝的最大敌人 但运筹帷幄的本事 确实令人惊佩 撤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这三个魔头被我斩了 看不出来吗 一人斩了百魔宗三位魔头 是怎么可能 别废话 该离开了 有意思 竟然斩了我百魔宗三人 这七皇子并不是传言中那么废 要不要回去多叫几个人 你觉得有必要吗 没必要 被斩的这三人在我百魔宗 百位魔头中排位靠后 嘿嘿 刀魔大人 你排名前二十 你出马 取那小子的性命绰绰有余 走吧 是百魔宗的人 竟然被人斩了 百魔宗好像在追杀什么人 这三位魔头都是一击毙命 能轻易斩杀三位百魔宗的魔头 此人不简单 百魔宗好像在追杀什么人 这三位魔头都是一击毙命 能轻易斩杀三位百魔宗的魔头 此人不简单 怎么了 有人追来了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不可能吧 真的有人 是百魔宗的魔头 小子 你赶紧跑吧 这么关心我 废话 李安 你亡了 我找谁要解药 我亡不了 完了完了 这次来干掉你的人 竟然有刀魔 李安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你要不把解药给我 我等会替你说个事 用不着 小子 见到我们你竟然不跑 该跑的是你们 这小子疯了 我还是躲远点吧 那可是刀魔 在百魔宗中都是强者 康康 我来会会这小子 看 慢着 一起上 不给他任何机会 剁了他 老魔大人说的对 我百魔宗百无尽情 只要能斩灭对手 无所不用其击 很好 今日就试一下 仙剑丹田的威力 小子 不知天高地厚 什么 不 这 这 怎么 赶你了 不 不 不 这怎么可能 你是 剑袖 仙剑丹田 恐怖如私 黎安啊 黎安 希望你流口气 不然我的解药像谁药啊 没有声音了 黎安那小子不自量力 由此下场也是 朱朵囊囊地干什么 你 你没死啊 你现在看我像个死人吗 白魔宗的人哪 都在那边躺着了 这 黎安竟然轻刻间斩命五个魔头 他的势力竟然如此深不可责 这家伙 难道这些年一直在隐藏吗 可怕 实在可怕 天帽大人 不好了 高梦被人斩了 可是万兴学院的人干的 这帮伪君子这么快就追来了 不过 无妨 我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礼物 来了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作为增强我的养料 不是万兴学院的人干的 是天佑王朝的七皇子李安 李安 那家伙不是个废物吗 按照我们的了解 确实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但是 他连斩了我们八人 万兴学院的人 有什么消息吗 根据消息 他们沿着刀魔追逐李安的方向去了 召集大家 这次正好我把这万兴学院的人和李安一并灭了 尤其那李安 万兴学院都没有一次展过我百魔宗如此多的人 我要把他抽筋拔骨 你闯大祸了 那天魔白鲁最是护短之人 你连长的百魔宗八位魔头 白鲁肯定不会山霸甘休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你可真是无知无畏 白鲁的残忍在百年前都是出名的 落在他手里 那后果不可想象 是刀魔 刀魔竟然被人斩了 连杀五位魔头 谁干的 李安 你怎么在这里 他就是李安 被你抛弃不要的徒弟 看上去倒是仪表堂堂 两位可是万兴学院的仙长 晚辈天左皇朝皇主 祖上陈左在万兴学院修行 原来是陈左长老的后任 天左皇主 你为何在这里 我 惭愧 晚辈被李安俘虏了 被李安俘虏 我可是听闻天左皇主 也是一个达到人缘境的修士 你是怎么做到被李安俘虏的 这要问李安怎么做到的 这五位魔头是谁斩的 也是李安 什么 这不可能 李安 真的是你干的 是我 信口雌黄 李安 你什么本事 本导师不知道吗 你要是如此厉害 我怎么会不收你为徒 也许你看左眼了 放肆 白云导师切莫生气 我看李安中气十足 不像是在说谎 也许 没有也许 他就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是本导师亲自鉴定过的废物 绝对不会错 不好 是百魔宗的魔头们来了 看气势应该是百魔宗的所有魔头都出动了 我们正找他们 他们竟然自己松上门了 正好 这次就彻底铲除他们 完了 这百魔宗肯定是有备而来 我当万兴学院来的是何人 我们正找他们 他们竟然自己松上门了 正好 这次就彻底铲除他们 完了 这百魔宗肯定是有备而来 我当万兴学院来的是何人 原来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 和一个老不死的 休得猖狂 老夫白云导师 原来是导师级别的修士 实境实境 当年我白洛西干过两位导师的血 那滋味很美妙 除为导师 情况不妙 我们不如先撤退 回万兴学院摇人 白云导师 你要是害怕 你先走 笑话 老夫纵横杀成几十年 岂会害怕 区区几个魔头 本导师可以挥手灭之 谁是李安 何事 看上去平平无奇 看来刀魔被李安所斩 情报有误 应该是万兴学院的人干的 天魔大人 小娘子不错 待会儿拿下了 能不能让我等 炒炭虾 拿下它 就是你们的了 那我还真是迫不及待的 小娘子 呵呵来了 来了就别走了 什么 不愧是万兴学院的人 这女子很强 白灵 看来你就是传说中 万兴学院最年轻的天才导师 楚威了 是我 白洛 你祸害此欲百年 今日就彻底除掉你 小丫头口气倒不小啊 本天魔纵横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的 上 嘿嘿嘿嘿 吸干他们的血 厨卫仙子 救命啊 走开 别耽误我战斗 天左皇主 来我这边 多谢仙长 无妨 日后见到了陈左长老 天左皇主 严明此事便可 一定一定 李安的脸上 倒是没有一丝慌张 重点拿下楚威 磨头众多 而且天魔白洛还未出手 没必要和他们死磕 待会儿 还是剑机行事 小子 灭了你 开了 再来 这李安 天左皇主 之前那些魔头 真的是被李安所占 是真的 白云仙长 这李安绝对不是什么废物 他深不可测啊 老夫竟然还有看走眼的时候 杀 拿下这小娘们 天女色花 天魔大人 这楚威不好对付 还请天魔大人亲自出手 不好对付才好 这样才能让我略微兴奋一些 这是什么阵法 好强的压力 你没事吧 无妨 这天魔白洛 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不少 而且再加上这座大阵加持 有些麻烦了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万兴学院准备 本来想捉住几位长老 甚至副院长 没想到只来了两位导师 不过有你天才导师楚威在 也值了 白玉学长 怎么办啊 慌什么 现在大阵还未完全启动 还有机会 有什么机会 当然是有跑路的机会 对对对 跑路 没必要和这群魔头死客 阵棋 大阵将要完全启动 我看你怎么撑 就是现在 可恶 我的身体被大阵束缺 实力最少下降了一半 白云导师 助我 白云导师 你还真敢逃 楚威导师 对不住了 老夫无能为力 老夫会尽快赶回万兴学院 让学院派人来救你 天魔白洛本来就强大 再加上这座蓄谋已久的大阵 楚威基本没有逃出来的希望 本来吕安 也都会命丧彼此 老废物 是屏蔽扣自己吧 小儿子 不错 没有辱墨天才之名 不可有此阵在 你的实力会不断被压缩 你撑不了多久 不错 没有辱墨天才之名 不可有此阵在 你的实力会不断被压缩 你撑不了多久 不好 这楚威导师撑不下去了 必须破了这个大阵 不然我们俩人谁也跑不掉 小子 竟然还有活着 李安 大阵对我压制极其严重 我现在送你出去 否则没机会了 开 还有这好事 还愣着干什么 走 多谢 走得了吗 不好 受我一击竟然没事 可恶 再来 楚威导师不用管我 你专心对付这些魔头 否则我们一个都走不了 好 这李安 确实有名剑风范 陈 主威 回个话 睡得正香呢 啥事 我在和人生死大战 你还睡得着 我把耳朵堵上了 你们吵不到我 主威 帮我破阵 破不了 为什么 我若出手 天崩地裂 大路崩碎 动静太大 又是这套说辞 我信你个鬼 我看你是伪了 那怎么办 主威虽然不能出手 但可以教你破阵的方法 董 董 姐 现在大战对我完全没有压制 当年你老爹也是一位传奇阵法师 看来你在镇法上的天赋不输于你爹 不输于你爹 天才倒是 结束了 躲不开了吗 竟然被干掉了 谁 我 李安 这家伙这么厉害 太人不被罢了 我来宰了他 什么 天魔大人 这家伙的实力 他的实力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不过 这还不足以令我惊讶 最令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大战好像对他没有压制 楚威道士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要不是大战对我压制 我早就斩了这些魔头 我带你出阵 啊 你 认真的 认真的 这可是白落不屑的大战 阵法等级极高 很可能达到了玄阶阵法 破阵 破阵 你刚才说什么 啊 什么都没说 什么 这李安怎么知道这座大战唯一的弱点 这不可能是巧合 天魔大人 他们逃出去了 给我围住 一个都别想逃 白落 就剩你自己了 出手扶住吧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出手吗 因为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斩了这些魔头 你什么意思 这些年他们吸收生灵血肉 体内储存了大量的能量 我需要他们成为我的养分 啊 不好 他在吸收这些魔头的灵力 我为什么要培养这百威魔头 一个人自由自在不好吗 还不是为了把灵力储存在他们体内 有招一日为我所有 他 进阶了 这下麻烦了 哈哈哈哈 是我白鸣啊 我白鸣终于间接成邪魔了 分头跑 分头跑 太天真了 主眼 我现在在被人追 而且马上要追上了 那你跑快点 你能不能有点爱心 有什么办法对付这白鸣吗 他由天魔竞争玄魔 实力提升了很多 屁的天魔 他这样的也配叫天魔 真正的天魔 不知道是比玄魔厉害多少亿万倍的存在 他这天魔只是个称号而已 这么说 主眼有办法对付这魔头了 主眼羽内无敌 自然有办法 快和我说说 使用珠魔剑 珠魔剑加上你的仙剑丹田 给一剑斩了它 主眼 赶紧教我 教你可以 你确定短时间内能学会 学会了 学会了 你小子还真是个天才 可 你快点 快点 多快点 多快点 快点 这是 不 这个 这个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好 大线大魔 什么 什么情况 你大意了 确实大意了 不过你实力确实还不错 值得我认真对待 灭 二剑说服 你看你 又大意了 再来 够了 当我傻吗 告诉我 你刚才是什么剑法 为何对我的魔企产生了极强的压制 我凭什么告诉你 你真以为凭你这两剑就能对付我 太天真了 我分身之后实力下降了一半 不然我早就拧断了你的脖子 我这两剑确实不能对付你 你有自知之明还不算太蠢 但我还有第三剑 好小子 我和你拼了 说最狠的话 办最怂的事儿 就这也配成为天魔 给我站住 啊 这小子还追来了 尽快去和本体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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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就不怕这小子了 可恶 受到大针的影响 我的行为还没有完全恢复 天才斗尸 结束了 我的分身回来了 看来 那个李安已经被灭了 李安他 难道今日 给我站住 快快和我融合 啊 这 什么情况 小样 跑得挺快 爬上了什么 你 你怎么被这小子追着跑 打不过呀 赶紧合体 除卫导师 你没事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可是晋升玄魔的白鲁 学过一些珠魔的招式 正好刻着这魔头 李安 奇魔太甚 看你还如何猖狂 白鲁的使命 已经在巅峰状态 不要和他正面对战 我们逃 这 这李安太令人惊讶了 万兴学院的天骄 都没有比得上他的 可恶 你彻底惹怒了我 你彻底惹怒了我 这是我的最强一击吧 要把你捏碎 那你也承受我的最强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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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威士 你 李安他 李安 胜了 你败 他 不可能 我是玄魔 我怎么可能败给你一个毛头小子 这值得不可能 我白鲁 绝不会败 这是 完了 小子 你不是厉害吗 现在你的身体是我的了 强行夺盛 是白鲁最狠毒的招式 一旦被他进入身体 根本无减 李安他恐怕 可惜了 一位如此令人惊艳的天之骄子 待我夺了你的身体后 我白鲁会更上一层龙 什么东西 小子 你是什么 朱雁睡得好好的 被你这伙吵醒了 你有没有功德 你就不到老人家里面前 饶命 李安的体内怎么会有其他生物 这绝对是一尊大神 我连他的一根脚趾头都抵不过 天哪 这是为什么 饶命 进入朱雁的地盘 没命活 解决了 继续睡觉 这白鲁还真是地狱无门闯进来 惹谁不好 非要惹到朱雁 哼 可怜啊 你 你没事了 没事了 你还真是让我吃惊 碧王之局 竟然让你扭转乾坤 白鲁估计做梦都没想到 最后亡在你的手里 侥幸而已 白鲁也是大爷了 行了 你不用掩饰什么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不会抛根问敌 侥幸而已 白鲁也是大爷 行了 你不用掩饰什么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不会抛根问敌 你这样的天骄 白云导师竟然主动放弃 哼 还真是眼下 李安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 还没想好 既然你没想好 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 初位导师请讲 去万兴学院修行 你这样的资质 不去万兴学院 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之前被白云导师刷掉了 还能去 一般人不能 但我可以操作 走后门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也是万兴学院的导师 你拜我为师 就可以进入万兴学院 初位导师 请受学生一拜 哼 你倒是快 很好 本导师就收下你这个学生了 老师 我想先处理完天佑王朝的事情 再前往万兴学院 用不用我帮你 之前是受到了白洛阵法的压制 我的实力无法展现出来 其实你师父我 还是很厉害的 不用 我想自己解决 不管怎样 是该做个了断了 我们以一换十的伤亡 已经消灭了天左王朝的帝国铁骑近五万人 但奈何 我们兵源太少 天际谷外还有将近四万帝国铁骑 我们的几千兵源几乎消耗殆尽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如果再没有援兵 恐怕 不 是不是援兵有消息了 为将军 援兵半路被太子派人拦截 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前来支援 谁有此理 这是他们拦截的第三批援兵了 我恨不得宰了这个混球才子 也不知道皇子那边怎么样了 皇子盖世无双 肯定没问题 不好了 帝国险戚在疯狂进攻 这些人都疯了吗 不顾天机谷的大阵 他们应该想鱼死网破 用人海战术 破掉天机谷的大阵 走吧 今日决一死战 是 冲 冲 都给我冲 不惜代价 给我灭了七皇子的军队 老将军 这样下去 十万帝国铁骑恐怕剩不下多少 那又如何 并没了还可以再争 消灭七皇子和他的力量 这才是关键 没了七皇子 天有王朝剩下的就是一群废物 变成了 按不住了 敌军太多 以三千换十万 纵人王在这里 也吃了 大家跟我冲 一起冲 齐皇子的命 没有送货 等等 先别冲 帝国铁骑那边有情况 滴血 滴血 怎么回事 进攻的关键时刻 怎么乱呼呼的 老将军 后方有人来袭 竟然有援军打碗 对方来了多少人 装备如何 对方一人 没有装备 只有一人一剑 啥 你在逗我吧 一人一剑杀几千军万把 也叫狄袭 老将军 确实只有一人 不过此人身手了得 请老将军再毙 笑话 身手再了得 能抵得过千军万把 本将军哪儿也不去 就得了他辅助 什么 大胆 何人 我 李安 你敢直升前来 老将军 你不存当初签订的契约 擅自出兵天佑王朝 该产 今日 就是你的末日 我呸 你哪儿来的底气 一人想干掉千军万马不成 我一人自认无法对付千军万马 但在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 还是很轻松 猖狂 给我断了他 干掉他 我天左王朝就剩了 人 怎么可能 什么 你敢拟了 快 拦住他 下辈子别想和我为敌 不 饶我一边 老将军他 天左王朝天威老将军 王 天威老将军 亡了 天威老将军亡了 赶紧跑啊 战神青王子来了 赶紧跑啊 动了 帝国铁骑动了 他没有继续进攻吗 不对劲啊 怎么帝国铁骑这么多 确实不对劲 帝国铁骑好像在撤退 不只是在撤退 简直是一盘散杀 倒下是在败退 什么情况 帝国铁骑怎么自己逃了 而且像是兵败一般的溃散 那是七皇子 那是七皇子 那原是七皇子 原来七皇子救了我们 这些皇子一人败身 这是一位皇子 皇子败罪 一人可当百万兵 皇子 神人也 皇子 何必要回皇都 我们在外 谁能管得了我们 皇子 如果非要回去 我们带兵回去 皇主为难您 就废着它 我这次回去做个了结 此时之后 我会前往万兴学院修行 我们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 皇主和太子都想让皇子消失 放心 我有把握 我追把剑可斩天佑王朝任何人 皇主 喝口茶消消气吧 为何 为何那里安会获胜 会歼灭天左王朝 他要兵没兵 要粮没粮 你们说为何 现在里安的声望 比本皇主的高手很多 把本皇主置于何地 父皇 息怒 你这个废物 你身为太子 这么多年连可里安都对付不了 你还有脸让本皇主息怒 父皇 请听儿臣一言 那里安终究还要回来 你什么意思 他只要回来 终究还是逃不出父皇的手掌心 听闻里安一直在藏桌 其修为不俗 一人不可对抗一国 罢了 终究是杨无数的白眼狼 此事 你切斑 父皇放心 这次我不会败 站住 干什么呢 回家 回家 你也瞎了吗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你是被废的七皇子李安 我看是你眼瞎了 说什么 等等 他就是李安 没想到 他还真敢回来 是李安又如何 我们奉皇主之命把守此地 任何人都不得出入 包括李安你 懒得和你废话 闪开 你说 大胆 再敢啰嗦一句 我就斩了你们 七弟 大姐 我回来了 我听说了外面的情况 其实你不该回来 事情总要做个了解 七弟 之前你还只是功高盖主 现在你已经是父皇的心腹大患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心腹大患 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罢了 天左王朝被灭 天阳王朝开创未有之功绩 为了稳固皇权 父皇恐怕要不惜一切代价 大姐看到明白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圣旨到 来得还真快 李安接旨 说 李安跪下听旨 你见我跪过吗 大胆 你想造反不成 跪下 顾小念给我滚 好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李安听旨 明日午后 玄武门觐见 李安 皇主旨意你必须要去 听懂了吗 你知不知道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你还敢在这里叨叨 你想干什么 我是皇主的奴才 你敢动我试试 快 回去笔报 七弟 我陪你一起去 大姐 你不合适去 我不会干涉你的 好吧 来了 太子让我们在这里试试李安的修为 你说要不要直接 能直接做了他最好 太子肯定高兴 我来拧下他的头 我不信这李安 真有传言的那么神 这两人是太子府的头等护卫 修为了得 李安 奉太子之命 搜身 闪一边去 前不答应 别怪我不客气了 阿妩被一剑斩了 没 没有试试 废物 既然如此 本太子也就不用有所保留了 阿妩被一剑斩了 没 没有是处 废物 既然如此 本太子也就不用有所保留了 有些太安静了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 李安 束手就擒 给你的全尸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让皇主出来见我 冥顽不灵 我数到三 太子 你敢 我命令你 让所有人退下 长公主 你算什么 也配命令我 你既然和李安一起 就给她陪葬吧 我这是在救你和父皇 笑话 今日本太子稳操胜券 三 绑剑 太子 这李安已经不能用射成刺猬来行动了 估计都被射成一堆碎肉了 这就叫自作念不可活 四周的将士都是千里挑一的神剑手 他总人再厉害 又怎么可能抵得过万进其发 来人 找出莲的尸体 我要带给父皇 不用了 谁 凌尸固万 是吧 李安 你 你怎么还活着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自作念不可活 救我 救我 太子无精 有我们在 这李安 伤不到你 是皇朝的四大供奉 他们都在万兴学院修行过 七弟小心 宿前辈 给我灭了他 李安 你一个小辈 我让你先出手 这就完了 完了 就这 虚掌伤势的小子 老夫还以为 三位前辈 不要小看了这李安 你们一起上 我不要斩了他 孩子放心 先前养老只是轻敌罢了 接下来 我们会全力以赴 嗯 老子 我们三人 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忍 怎么可能 恐怖剑气 好恐怖的剑气气息 为什么会这样 快跑 把剑袖 剑袖 这世间怎么可能 还有剑袖 只不可能 四大功夫就这么没了 太子 如你所说 四座念不可活 林安 不 七弟 七弟 我是你二哥 饶我一命 大姐 救救我 大姐 你听我说句话呀 大姐 大姐 你听我说句话呀 我们可是七弟呀 七弟 要不 你 我 我可 大姐 我已经给过他太多机会了 明白 慢点儿 别那么急 父亲 今天太子哥哥在玄武门设计扶灭李安 现在肯定已经得手 我怎么能不急 我想亲眼看看李安的尸体 最好 还能踩上鸡脚 这样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 怎么亡了这么多人 太子哥哥呢 李安人呢 那边 好像是太子的尸体 太子哥哥 不可能 太子哥哥怎么可能亡了 李安人呢 李安没亡 太子哥哥怎么 父亲 别哭了 太子身亡 看来局势被李安控制了 父亲 那那怎么办 李安恨我入骨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赶紧去万兴学院 你现在是白云导师的弟子 到了万兴学院 没人可以动你 就算是一国皇主都不行 好 我只想去万兴学院 三公子 不 为了 自己的 没有 监注意 同志 绝对 何 大奸 一 二 一 二 大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干什么 让出皇主之位 我给你个狗活的机会 休想 本皇主烧命于天 我是天佑王朝的主 谁敢把我 因为我李安治不在此 你这天佑王朝在我眼里太小了 原来是我一直想错了吗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想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天佑王朝甚至差点毁在你的手里 你以为我愿意吗 这都是你逼的 你太优秀了 太耀眼了 完全掩盖了本皇主的存在 甚至明镜很多人让你当皇主 但在天佑王朝 我才是皇主 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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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太子不同 你根本就不是 皇王 不要说 大姐 其实这一切我都知道了 我 李安 不是天佑王朝皇主今生 什么 你 你竟然都知道了 我不断知道 我十年前就知道了 如果我想要这皇位 我又怎么会隐忍十年 我要是想当皇主 我早已军临天下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这一切 都是我自找的 都是我自找的呀 我后悔万分哪 大姐 大姐 以后天佑王朝 就交给你了 七弟 你真的要离开吗 不如留下来 和大姐一起治理王朝如何 或者 你去天左王朝 当一个逍遥王 大姐 我治不在此 我已经拿到了 万卿学院的名额 我想去万卿学院看看 既然如此 大姐也不劝你 这个你拿着 这是 我问过父皇 当年你还在抢宝石 有人把你放在 天佑王朝的大殿之中 随身携带了这块玉佩 应该和你的身世有关 大姐保重 驾 七弟 一路是风 你永远是天佑王朝的传奇 这里就是万卿学院了 狠气般 据说万卿学院 三万六千院遍布时间 这里只是一处而已 你朋友 一定会不理 五千山遍布时间 五千万 Nine 哈 六千与五千山遍布 God 有论 二百六千山遍布 一地 五千山遍布 二百六千山遍布 一百四千山遍布 十千山遍布 杨师兄目击初来万兴绝愿 幸得杨师兄照顾 特别感谢杨师兄 四目师妹客气了 你我都是白云导师的弟子 理应互相亲近 照顾是应该的 我这就带师妹去见白云导师 有劳杨师兄了 李恩 你在天佑王朝历晚狂乱呼风唤雨又如何 如今我进入万兴学院 日后你我先返有别 等我修仙永成 必会出手斩了你 快看 楚威导师来了 见过楚威导师 楚威导师 今日怎么有空出来 这就是万兴学院的最强导师楚威 不错 楚威导师不但是最强 还是最年轻的导师 无数人想败入楚威导师的门下 可惜 楚威导师一心修炼 并不收弟子 这就是万兴学院的最强导师楚威 不错 楚威导师不但是最强 还是最年轻的导师 无数人想败入楚威导师的门下 可惜 楚威导师一心修炼 并不收弟子 楚威导师确实崩采赵人 以后还是想办法结识这位楚威导师 毕竟年轻有实力的导师 才是万兴学院重点培养的对象 相对之下 白云导师就相形见处了 李安 楚威导师再叫李安 应该是崇明我想多了 李安怎么可能来万兴学院 楚威导师 我来了 真的 是李安 这怎么可能 我养花了吧 很好 欢迎加入万兴学院 以后我楚威 就是你的导师 这小子是谁啊 不认识啊 怎么这么幸运 成为楚威导师的学员 羡慕嫉妒啊 什么 李安不但进入了万兴学院 还成为了最强导师的学员 四目师妹 你怎么了 你认识那人 杨师兄 实不相瞒 那李安和我是大仇人 四目师妹不用生气 她就算拜楚威导师为师又如何 不过一个新人弟子 对付此人 我有一万种方法 徒儿四目齐拜见师父 起来说话吧 师父 还有何事 但说无妨 请师父为太子哥哥做主 他也是师父的徒弟 如今就在天佑王城被李安所斩 我的好惨 此事我已经了解 那李安已经被楚威导师收为弟子 既然来了万兴学院 此事为师绝不会善罢甘休 你先起来吧 多谢师父 李安 我看你还能蹦他多久 杨元珍 此事交给你去吧 务必不能让那李安 有在万兴学院崛起的机会 不然日后 他会成为你们的大敌 很多资源会被此子抢走 这李安没想都能活下来 此子天赋超群 绝对不能放任他成长 不然一个楚威再加上一个李安 我这一脉有无出头之日 师父放心 事情绝对办得漂漂亮亮的 对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叫啥来着 弟子陈丰孝 既然天佑王朝太子 无幸被李安所斩 陈丰孝就是本岛师新收的徒弟 陈丰孝乃是太上长老陈左的后人 你们以后要互相帮衬 原来是陈左长老的后人 你以后要是陈丰孝乃 你以后要跟着师父好好练 听师父的话 为师也会重点培养你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徒儿告退 来云倒是几人 李安 如果我没看错 你是一个剑修可对 是 剑修 这世间极其罕见的存在 没想到竟然让我遇到一个 我还真是收了个宝贝呢 导师 万兴学院没有剑修吗 更上层的万兴学院有没有我不知道 至少我们这座学院没有 连万兴学院都没有 看来剑修 比我想象的还要稀少 以后出去 尽量隐藏你剑修的身份 这世间剑修稀少 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具体不知 但我知道更高层的万兴学院 有记载 剑修在这片宇宙 消亡的真正原因 更上层的万兴学院 如何去 逾越庆典 二十年一次 一旦成功 便是与于月龙女 晋升到上一层的万兴学院 距离下一次于月庆典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刚入门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一年 足够了 你倒是自信 不过 你除了剑修之外 真实修为是什么层次 我竟然看不出来你有修为 难道是我看错了 倒是你没看错 我除了剑修一道 并未修行过 所以说 不算剑修 你就是一个未曾修行的凡人 可以这么说 你还真是一朵奇葩 走吧 去哪儿 跟我去修行 你还真是一朵奇葩 走吧 去哪儿 跟我去修行 怎么样 一个月修为增长了多少 有没有达到助击期 以你的资质 应该问题不大吧 毕竟你是个能修建的天才 其他方面也不会差 什么 修为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导师 淡定 你还让我怎么淡定 你就算是个剑修 但也不能没有修为啊 主位导师 你看 这是炼气巅峰的气势 刚才我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导师 我的丹田有些特殊 是专门修建的丹田 所以一般 很难察觉到我真正的修为 原来是这样 这样以后就无人可以看出 你的真正修为 可以扮猪吃老虎 不过 你的修为还是太低了 才炼气巅峰 很多和你一起进入 万兴学院的修饰 都是助击期 你的修为需要提升 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吗 去领取万兴学院的任务 万兴学院会发放丹药 作为奖励 这么多任务 该怎么选啊 当然是选风险小 奖励风后的 忘了等于白说 去苍蝴山脉采集凤凰草 奖励裴原丹三枚 抓捕十大恶人杨万迪 奖励裴原丹四枚 护送宗主赫里前往白云宗 参加白云宗盛会 奖励裴原丹两枚 这些任务奖励都不算高 而且太耗费时间 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不错 和我有关 进了 不好意思 这个任务 是我先拿到的 手 拿开 这丫头挺横啊 我这暴脾气 是灵天江师姐 她怎么出关了 人如其名 灵天江师姐 就是我们万兴学院最强天江 我觉得灵师姐太美了 原来还是个知名人 还不拿开吗 不拿开 我是灵天江 我可以给你一个请我吃饭的机会 方天王前几日请灵师姐吃饭 都被他拒绝了 灵师姐在说什么 他主动和别人吃饭 这小子走了什么狗食院 竟然能请灵师姐吃饭 手拿开吧 什么时候吃 时间我来定 给我机会 请你吃饭 我看起来很像冤大头吗 我钱没出花了吗 你是不是脑袋不正常 你说我脑袋不正常 小子 你过分了 任务赶紧让给灵师姐 不然削你啊 任务一起接 奖励我九你一 不同意 你会后悔的 小子 你还真是不许抬决 这个任务这么高奖励 你以为什么人都能完成吗 除了灵师姐 谁也挽不成这么高奖赏的任务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知道吗 大众都是愚昧的 懒得理你们 白龙马 该去找那些老伙计了 谁 灭你的人 想灭我 也要让我走个明白吧 你听好了 你在外界 闭嘴 他可是储位导师的弟子 是要节外生之 灭了他 灵师姐 灵天交 他竟然跟来了 认识我 还叫我师姐 看来你们是万兴学院的人 灵天交 此事和你无关 我们只是想对付李安 你赶紧上开 休想 狠物 一起上 我不信我们三个还对付不了他 不思量力 解决了 所以呢 等价交换 任务牌给我 不给 又不是我让你出手的 你很固执 不懂得变通 对一个修士来说 不太好 你管我 说 谁派你们来的 我们可是讲义气有骨气的人 纵然忘了也不说 铁骨蒸蒸说的就是我们 那我就斩了你们 我绝对不会说 是杨元之杨师兄 是让我们来对付你的 我也绝对不会说 是白云导师的命令 我们绝对不说 都是为了四木齐师妹报仇 好一个铁骨蒸蒸 我敬你们是一条叛徒 白龙马 走 没有谈的可能了吗 没有 这任务大把丹药可以转 为什么要让给你 等我傻吗 这任务大把丹药可以转 为什么要让给你 等我傻吗 到了 就是这里 公子 情况如何 情况不容乐观 比公子了解的要复杂很多 大姐已经派人维护安定 你们也派了人烧 竟然还没解决此事 公子 此地的强盗 刘库等都被清除干净 但此地 已经赤地千里 很多地方生灵灭绝 此地百姓赖以生存的田地 已经完全断结了生机 如果想要彻底解决此事 就要查出这片大地出了什么问题 竟然是这样 带我去看看 驾 行行好了 我们好久没吃东西了 三天饿久多了 救救孩子吧 爹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粮食没有运来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鸡鸣 公子 王朝各地都有粮食运来 但是鸡鸣太多了 粮食还是不够 这是个大问题 粮食不够 也不能凭空变出来 李公子 三界商会的陈梁掌柜 你怎么来了 李公子 我家清掌柜 让我给公子送来了三个车队的粮食 接济这里的灾民 三界商会还真是急之欲啊 有了这些粮食 此地机民的燃眉之机可解 多谢 我李安 会记住三界商会帮我的这一切 待我忙完此地的事情 定会封上银两 购买这些粮食 清掌柜说了 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一家人只谈感情不谈钱 清云琴 他最近还好吗 清掌柜一切安好 不过现在很忙 孤教过一段时间 才有空来见公子 让公子保重身体 勿念 公子还真是找了个好媳妇啊 是啊 羡慕呀 公子 粮食问题暂时解决 但不是长久之计 还要尽快解决此地问题的根源 走 去调查一番 这里最为严重 已经完全成为了不毛之地 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 看来离找的根源不远了 小心戒备 刘布 灵天娇 你竟然又跟上来了 我劝你们不要向前 此地精明的问题 你已经解决 可以拿到至少十枚培元丹 对于新人弟子 已经足够多 够你修炼一段时间了 后面的事情 不是你们能对付的 剩下的交给我 我再分你十枚培元丹 怎么样 灵天娇 你如此想要这个任务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此地有大恐怖存在 只有解决了那个大恐怖 才能获得全部五百枚培元丹 但相应获得五百枚培元丹的危险 也是你不可想象的 因为我怀疑这件事 有人恶意为之 大恐怖存在 恶意为之 怎么样 是不是怕了 任务交给我吧 那还真是让我有些兴奋呢 走 去见识一番所谓的大恐怖 还真是 是好歹 发生什么了 怎么回事 出现了一座地宫 公子 里面的气息很阴险 要不要进去 走 进去看看 不太对劲了 这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白骨 快 那边是什么 这看上去 像是一个祭台 不只是祭台 这里还有诡异的阵法 恐怕有人 公子 你的意思是 此地是地千里 是有人所为 何人 竟敢闯入此地 你们是谁 我们是谁 你们有资格知道吗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上 灭了他们 看来事情 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能不能全部说出来 根据万星学院的一本古迹记载 此地曾经封印过一只大妖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已经进入了消亡期 你之所以想要接这个任务 是想要猎杀大妖 不错 我修炼了一种特殊功法 需要强大受力的血液 如果真有大妖 将是我的一份机缘 当然 这个任务奖励也是十分丰厚 主要我觉得 万星学院年轻弟子 很少有人像我这么优秀 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现在你怎么看 原先我以为 此地的灾祸是那只大妖所为 现在看来是人为 有人在此布置了阵法 让无数人亡于非命 现在你怎么看 原先我以为 此地的灾祸是那只大妖所为 现在看来是人为 有人在此布置了阵法 让无数人亡于非命 这些人 有可能是为了那只大妖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总之 此事越来越复杂了 合作一把 如果真找到那只大妖 大妖归你 任务奖励全部归我 怎么样 奸诈 你还真是一毛不拔 事已至此 来都来了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好一句来都来了 你就不怕我直接灭了你独吞 你没那个本事 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此村成风孝 未能完成老祖交代的吞并天佑王朝的任务 请老祖责罚 非有一个 堂堂一国之主 被逼得只能来万兴学院夺藏 真够给我丢人的 老祖 都怪那里安 此次有些不同寻常 要不是他力挽狂难 此时天佑王朝已经灭亡 如今 他也进入万兴学院修行 既然已经进入万兴学院 那就蹦得不起来了 这次没有吞并天佑王朝 对老祖我的计划有些影响 现在 你赶紧前往天祖王朝边境 帮我完成下一步 那个 老祖 我之前中了那里安的毒 老祖能不能帮我先解毒啊 你中了 屁股 果然被那里安忽悠了 这是老祖我的一具傀儡分身 为了确保万无一师 带着这具傀儡分身前去 老祖 送信 我此次前去 必为老祖完成任务 这是灵池鼠 一般的灵池鼠 长得最大 也就小狗大小 这里的灵池鼠 竟然长得如此大 灵池鼠 以灵石为时 通常不会主动攻击 这些怎么这么狂暴 用尽的修饰不少 但像里安这样威脸的剑不夺 去前面看看 这里如此众多灵池鼠 我怀疑这里有灵矿 到了 就是这里 灵天驾 好久不见呢 杨占 你怎么来这里了 本公子路过此地 听见我的吞天鹊在叫 你也知道我这吞天鹊 专门对灵宝有反应 此地肯定有宝贝 此人叫杨占 是此域最大修行世家杨家的人 虽然杨家势力 远远比不上万兴学院 但杨家据说 和修行尚界有关系 所以形势迫为嚣张 杨占 我们万兴学院在这里执行任务 行个方便 你暂时离开如何 那肯定不行 我对这里有些兴趣 要探索一番 要不你们先离开此地 等我拿到了宝贝 你们再来调查 这家伙确实嚣张 万兴学院在他这里 都不好使 走吧 这是 三条灵脉 本公子在这里 竟然发现了三条灵脉 去 去 把这三条灵脉都给我收了 是 杨占 不要轻取妄动 还是先调查一番 凌天交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我的 谁也不能和我抢 走 随我抢 你这样做有些冒险 不过很爽 想会多做几次 谁 谁敢拽我 你不是要下去吗 我送你下去 我看你是疯了 连我都敢惹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把这小子摁好了 等小月上去 敢惹公子 我腻歪了你 上 拿下他 你们也下去吧 你们也下去吧 废物 都是没用的废物 还需要本公子亲自出手 小子 你别跑 我这就上来干你 有动静了 莫非有什么宝贝要出事了 吞天却降了 看来我没猜错 小子 让你多蹦跆一会儿 等我拿到宝贝再来打你 你怎么看 可以肯定 这一切都是人为的 而且此人所图所谋 绝对不是赤地千里那么简单 这里的一切 和我在万新学院所看到的记载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先下去看看吧 我 这里边肯定有宝贝 但是怎么打开呢 这三条灵脉 是在为这个石棺提供能量吗 是的 看来 是我想简单了 如果我没看错 这个石棺下面的大阵 一旦发动 可以颠覆整个天佑天左王朝 你 看来 是我想简单了 如果我没看错 这个石棺下面的大阵 一旦发动 可以颠覆整个天佑天左王朝 什么 覆盖天左和天佑王朝 这么说 两个王朝的土地 都会变成死地 两大王朝的百姓 都会死云非命 这是极其邪恶的做法 难道是魔道所为 但就算那个百魔宗的白洛 也做不到这么大手笔 小心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世修 世修是在活着的时候 为活生生炼制而成 这里的主人 不能用歹毒来形容了 丧青千灵 管你是什么东西 吃我一刀 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疼吗 快 都来保护我 有些麻烦 这些石修都十分强大 你可以先撤退 黑元丹奉我五成 不用退 比一下 谁斩得多 赌注是什么 为对方做一切 不违背天地良性的事情 陈将 黑大剑砍 没看到我刚才拿刀没砍到吗 真是个白痴 是什么 啥情况 为什么他砍的都我砍不懂 他砍的是假师修吧 不行 我要再试试 吃我一刀片 来人 快来保护我 李安 我这边斩完了 正好 我这边也完胜 这 这俩人还是人吗 几百只师修 就这么斩完了 我斩了一百七十八个 很巧 我也是一百七十八个 你是刚入万兴学院的新人弟子对吧 对 有些变态 不过 我喜欢 林师姐也很厉害 我没想到 你能快到和我手中的剑制品 这个灵天骄 不愧是在万兴学院有偌大的名字 确实不简单 现在是平手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 谁能解决棺材里的家伙 谁就获胜 很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什么怪物 兄弟 保护我 回头我杨家 必有重心 别碍事 没想到灵天骄和那里安也在此地 这不是坏老祖好事吗 得想个办法 绝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家老祖的计划 不好 这里的大战启动了 石冠在疯狂吸收三条灵脉能量 这样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天左天右两大王朝 就会变成绝地 不知道这里的人 到底想干什么 不知道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吸收一方灵民百姓的冤魂 破坏两大王朝气 恐怕是修炼一门极其歹毒的功法 既然如此 那叫破坏它 一剑不鞋 那叫两剑 小心 棺材里面有邪恶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我要找的妖兽 但是又不太一样 我要找的妖兽并没有人脸 应该是这个妖兽 被幕后之人控制污染了 你的剑为何如此锋利 要知道我的身体 一般兵器根本伤不到 你竟然会说话 我倒要先问问 你为何如此乃毒 三条灵矿归你 退出此地 如何 不如何 你可知道 你要毁灭的天佑王朝 有我的朋友 亲人兄弟 和很多认识的人 如果我再来晚一步 这个天佑王朝都被你毁了 所以 今日必斩你 不自量力 大言不惭 狂妄无知 是 多说武艺 一起上 等等 神通孝 你怎么来了 李爱 虽然我现在不是天佑王朝的皇主了 但毕竟拥有过 现在这怪物 害我天佑王朝的百姓 我岂能置之不离 我来除掉他 你 一边去 别碍事 你看不起我 我就看不起你 你有脾气吗 行 那我走 动手 你以为你突然出现 我就对你没有防备吗 你以为你突然出现 我就对你没有防备吗 那是一具傀儡 要小心 实力很强 知道又如何 你们现在早还来得及 不然 都亡在这里吧 这怪物和你什么关系 想知道 下辈子吧 宰了他们 上 被老祖宰了他们 梅妍 好硬的身体 这具傀儡 绝对是修为高身之辈 才能炼制出来 离安 我来断后 你赶紧去学院罕救援 这具傀儡实力太强了 扔下一个女人独自逃跑 不是我的风格 你看不起我 什么脑回路啊 那就一起 先解决这具傀儡 正合我意 烈焰狂雷 特殊体质 特殊体质 没想到这灵天骄 竟然是特殊体质 天剑丹天 全开 给我封 不自量力 这具傀儡的修为 远远高于你们 是你们两个无知小儿 能破坏的吗 什么 傀儡竟然被雷电劈地 失去了行动力 这 可 堪成亮节了 好强的剑气 你很不错 你也不错 你们两个 是提了心了要和我作对是吗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 我背后的人 是万兴学院的高层 你们现在离开 既往不救 万兴学院的高层 如果你们就此退去 日后他在万兴学院 会对你们两人 关照一耳 我还要旨意和我作对 万兴学院 就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处 如果设计到学院高层 这事就麻烦了 我们最好 一点都不麻烦 你这人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小子 你真是又臭又硬 你真是又臭又硬 李安 我记住你了 你破坏了我 辛辛苦苦准备了上百年的大计 我不会让你活得太久 好 对了 你刚才最后想说什么 唉 我本来想让你留活口 可以逼问到底是哪位高层参与此事 你不怕报复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我背景比你大多了 其实不用问 陈锋校既然来了 那背后之人 大概率是那个叫陈佐的老祖 陈锋校人哪 跑得倒是快 陈佐在万兴学院地位很高 没有直接证据 恐怕动不了他 而且我们日后行事 要无比小心 以防他的暗算 这只妖兽虽然被污染了 但血液应该还有用 我去收一下 收 这是 小小妖兴也敢进我们的身体 以雷霆 击碎邪物 小心 这东西去找新的宿主了 公子 我们被污染了 染了我们 说什么胡话 可恶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李安 这两人恐怕要变成怪物了 要果断一些 我们 不想变成怪物 公子 我压制不住了 快占了我们吧 大战俩 大战俩总是要果断 跟你下手啊 闭嘴 我李安全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出手 初音 十万火急 救命 啊 此地有些异法 竟然是这种决阵 初音 他们快挂了 先救人 就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把他们转化成血修罗 血修罗 诸天万族之一 也是最强的种族 也就是 把他们变成非人类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 他们被污染的源头 应该是和血修罗一族有关 所以只有这个办法 那 就按照朱爷说的做吧 他们不会有事吧 没事 你父亲有一个朋友 曾经也转化成了血修罗 后来今生为斗战修罗 闪掉诸天 现在估计都成为修罗之主了 日后碰到你那叔叔 对他们来说 也算是一场造化 我这叔叔竟然是修罗之主 看来我那父亲也不会差 不过血修罗一族敌人中毒 还是要小心些 保持低调 我这叔叔竟然是修罗之主 看来我那父亲也不会差 不过血修罗一族敌人中毒 还是要小心些 保持低调 嗯 朱爷 以后多给我强强我父亲的事呗 不可说 你父亲的事情 你现在不宜知道太多 公子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 可以恢复原样吗 感觉很强 而且还是持续变强的那种 炎师姐 麻烦此事替我保密 放心 我守口如瓶 你呢 我 我也守口如瓶 我信不过你 我对着我祖宗发誓 我绝不会把此事泄露半分 如有违背 天崩地裂 你给我吃点什么 天日断肠散 每天日你来找我要一次解药 让我确认你没有泄露消息 否则 你就会肝肠寸断而亡 大哥 一定要进城保持联系啊 让我知道去哪儿找你 老祖恕罪 此次都是因为那里安 几百年的谋活一朝成空 老祖 这里安不止坏了一次事情了 一定要斩了他 冯元 师父 你找我 你是我的清传弟子 修炼这些年 你也该出山了 师父放心 我等清传弟子 才是学院主力和未来 那些导师培养的弟子 都是垃圾 这次 必会不辱师父之名 和林师姐抢任务的那小子回来了 难道完成任务了 这小子接的任务奖励 是十枚到五百枚赔元丹 就算完成任务 我估计也是最低等的十枚赔元丹 就是 导师 弟子来交任务 稍等片刻 本导师进行任务核算 嗯 李安 情况真如里面的内容所击落 千真万确 林师姐也可以作证 导师也可以派人查验 嗯 此事涉及到陈左长老 乃作门大事 需要院长亲自定夺 不过其他事情你完成得极其出色 可获得满格奖励 五百枚赔元丹 哎 什么 五百枚 五百枚 怎么会这么多 这里人是做了什么呀 这个奖励 在学院历史上可以排进前五了吧 直接状告陈左长老 这样真的好吗 好不好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不把此事告诉学员 就是我在明 他在暗 现在大家都在明处了 至少我会减少很多麻烦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我 有道理 李安 我要和你生死战 你是哪个蠢货 放肆 风云师兄不是蠢货 他是老祖的清传弟子 清传弟子 李安 清传弟子都是各个长老单独培养 实力一般都不弱 没想到陈左长老为了对付你 让清传弟子出场了 李安 我知道你很狂 你要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 我们擂台上见 你干什么 你怕了 你怂了 你不敢 激将法对我没用 你求我 跪下管我叫爹我就答应 你 你还真是无法无天 我现在就逼了你 你 封元 陈左长老涉嫌修炼邪术 残害平民 此时李安已经禀报学院 你竟然敢对他挟死报复 什么 你竟然敢状告我师父 李安 你有几个脑袋 封元 在这乱叫没用 你现在能奈我何 你 小子 万兴学院不是一般的学院 学院公平公正公开 门规严明 你不必担忧此人 封元 在陈左长老洗清嫌疑前 你敢对李安出手 本倒是毙了你 李安 死活 垃圾 胆小鬼 你逃不掉的 我们走着瞧 你敢偷袭我 这可是你先动手的 别怪我不客气 一个月后 生死台上见 李安 别冲动 我有信心 一个月后击败他 哈哈哈哈 我从没见过如此之狂徒 就凭你一个新人斩真船 我看你疯了吧 多说无意 一个月后生死台上见 好 很好 到时候 我会让你为今日的话 付出代价 就凭你 一个新人斩真船 我看你疯了吧 多说无意 一个月后生死台上见 好 很好 很好 到时候 我会让你为今日的话 付出代价 五百枚赔元丹 就算给了灵天交易部分 剩下的对于修士来说 也是天亮的资源 资源 该叫我真正的剑法了 竹天剑法有十万八千步 你想学哪一步 最强的 我的新剑是最强的 剑法自然也要最强的 那我便传你 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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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名 逆天九剑 鸿蒙九剑 过天九剑 装波九剑等 总之 这九剑一共就只有九剑 威力齐大 至今无人能修炼超过第三剑 一共九剑 无人修炼超过三剑 这么难吗 主要是修炼九剑需要海量的资源 比如第一剑需要上万株五十年份以上的灵草 第二剑就够离谱 需要十万把灵剑 第一剑还有希望练成 这第二剑怎么练 现在剑修绝技 去哪找灵剑 原本是有的 可惜你把剑许里的剑都毁了 所以现在你还学不 学 既然是最强的 不管怎么样都学 我传你功法 你自己去找资源 朱雁 这些陪圆丹算是资源吗 不算 九剑对资源的要求无比严格 不可有丝毫差错 不过 你可以用陪圆丹增强修为 仙剑丹田的好处就是 只要有修炼资源 就可以无限吸收 修为几乎不剩门槛的增加 修为增加没有门槛 这太恐怖了 不愧是仙剑丹田 现在你这么说 我才感觉到仙剑丹田的超凡之处 给我吸 给我爆 突破了 杰丹剑 继续 杰丹初期 杰丹中期 杰丹末期 杰丹丹丹 杰丹丹丹 短短一个时辰内 我修为整整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这要说出去恐怕无人感谢 毕竟旁人突破一个小境界 恐怕都要以年为单位 仙剑丹田 恐怖如四 快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做得不错 竟然得到了五百枚裴员丹 这可是一大笔修炼资源 另外 陈左长老那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一旦他被查出有问题 万兴学院不会放过他 万兴学院秉持的就是绝对公正 这是万兴学院总院长亲自定写的规矩 万兴学院总院长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能设立三万六千座万兴学院 不知道 我们没资格见这种大人物 不过只要不断地升入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总有机会见到 总院长就是万兴学院的灵魂 有他在 万兴学院不去任何事人 甚至大部分地方 都是以万兴学院为尊 我必会升入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不到一年的时间 难啊 如果陈左长老那边敢找你麻烦 你告诉我 你导师我也不是吃素的 多谢导师 对了 这次你得到那么多裴元丹 你一个人根本用不完 不如拿出一些来换一些法宝防身 这样遇到事情 多一些自保之力 裴元丹被我用完了 别闹 为师又不抢你的裴元丹 最近兵器阁 确实有几家防身法宝不错 不换可惜了 没闹 裴元丹真的被我修炼用完了 你这孩子 撒谎都不会 几百枚裴元丹 一天之内修炼用完 还不称爆你的丹田 在你这个修炼阶段 无人可以做到 一下子吸收如此多的丹药 楚威导师 我真没骗你 你看 我修炼都增长了 看不出来 我忘了 我的特殊丹田修炼不外现 这样 你打我 我测试一下你的修炼 这不太好吧 那有什么不太好 你不会以为 你现在的修炼能伤到我们 天真了 楚威导师 看招 导师 不好意思 下手中了 万万没想到 你小子的权力一击 竟然这么强 导师 我只用了五成功力 怪物 你就是个怪物 也许你真有希望 一年之内 跃升到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创造历史 李安 我郑重地和你说一件事情 也许你真有希望 一年之内 跃升到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创造历史 李安 我郑重地和你说一件事情 导师 你说 狗富贵 勿相忘 好 导师 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 说 在哪里可以搞到大量的灵草 搞完单要搞灵草 你到底要搞哪样 闲着也是闲着 行吧 去闯玄机塔 玄机塔是什么 是万兴学院的一座神塔 玄机塔 是万兴学院总院的一件至高神器 会把三万六千道投入 投射到每一座万兴学院 无数万兴学院的地位 都可以接受同等的试炼 而且还可以根据排名 要求获得的奖励 我这就去 来 来 来 杨师兄 是李安 站住 李安 你可知道我是谁 本人杨元甄 你记好了 因为以后 这个名字将会是你的噩梦 杨师兄 醒醒 李安走了 什么 什么 竟然敢无视我 不可少数 很难想想 眼前这气势磅礴的塔 竟然是玄机神塔的一道投影 也就是说 在这里没势力 我可以和三万六千座万兴学院的学员 一起比试 想想就令人兴奋哪 李安 你给我站住 思慕齐 你又皮痒痒了 李安 你什么意思 在万兴学院我可不怕你 我有杨师兄撑腰 不错 我杨元甄腰粗 撑得起来 肯定是这死母旗又在饶事 懒得理你们 敢如此不尊重杨师兄 我毙了你 你 不动用任何剑袖的战力 我的实力也可以比肩普通弟子了 失败了 这李安看上去平平无奇 没想到有些本事 就你这样的 也敢如此狂妄 今天就废了你 慢着 学院禁止私道 别自找麻烦 杨师兄 那今日就让李安 淡着我们的面沾狂了 我们跟他一起进入玄机塔 玄机塔里面 触无意外很正常 玄机塔内部自成事件 太神奇了 玄机塔第一层主要考验修饰面对危险时候的应对 对 待会会有无数妖兽袭击 伤得越轻平分越高 不管多重的伤势 进入第二层后会全部治愈 玄机塔竟然如此神奇 杨师兄 这平分有什么用 最后的平分会记录成个人积分 除了可以向玄机塔兑换奖励之外 还可以与三万六千座万星学院的天骄们竞争排名 排名靠前的 肯定会被万星学院总院的大人物关注 一旦被看住 那就是飞龙在天 彻底改变人生 那我们 岂不是也有机会被关注 啊 四目师妹 这东西我们就不要想了 连灵天骄和方天王这等天骄 都排在了百万名开外 更别说其他人了 据说 我们这座万星学院 历史上最好的排名 是一位真传弟子 进入了前十万名 而总院只关注前一百 甚至前十的妖孽们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专心对付李安 不错 到时候我们制造麻烦 让李安彻底亡在这里 没机会退出 更没机会进入第二层 你们想怎么制造麻烦 李安 你竟然敢偷听我们说话 你们这群白痴 这么大声毫不避讳 我能听不见吗 李安 听见又如何 你以为你能跑掉吗 不不 是你们跑不掉 他在说什么呀 说我们跑不掉 小子 小子 我看你是疯了吧 信不信我把你 你要把我怎么样啊 混蛋 你敢打我 一群垃圾 李安 你大胆 你敢先动手 你们一起上吧 杨师兄 狂 太狂了 打他 你们都给我上 打废塔 上 小小子 小小新人弟子 别敢在我们面前就当 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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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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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 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算什么东西 梁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被他抄袭了 李安 妖兽来袭 算你走运 完成考核 我再斩你 四目师妹 妖兽袭击不是小事 我们赶紧跑 找地方躲避 躲避妖兽吗 比起躲啊 我就打打看 很好 不是很强 看来这里 是根据修饰修为 匹配不同等级的妖兽来袭击 痛快 真是个练习剑技的好地方 而且是个练兽 这只能提出来 洋师兄 怎么办 追上来了 不用怕 躲开妖兽即可 四目师妹 就是这样 只要躲开了 我们受伤越少 积分越高 洋师兄 要是想怎么办 四母师妹坚持住 不要退出 否则前功尽棋 四母师妹 稳住 一定要稳住啊 和之一泡尿 不要激动这些妖兽 杨师兄 稳住 一定要稳住啊 和之一泡尸 不要激动这些妖兽 没了吗 胡同快 再来一匹妖兽 还真是令我兴奋呢 杨师兄 杨师兄 妖兽们都走了 时间到了 我们通关了 可以去第二层了 玄机塔 进入第二层 第二层 不经打 这么快就倒下了 玄机塔 再给我来一拼 又来了 此次收获颇丰了 啥玩意儿 怎么跑了 站住 你们别跑啊 平下 到了 给我就赏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你知不知道 这里的小可爱们 都快被你打光了 真是没见过你这种人 你躲着小可爱们就行了 谁让你动手的 那个 你是哪位 我叫小棠 你可以叫我桃仙子 我的意思是 你是玄机塔的管理人员 什么叫管理人员 玄机塔就是我的 里面的一切都归我所有 第一层的小可爱们 也是我养的 这次被你打了这么多 你还真是挺可恶的 一个小小的分院弟子 竟然这么能打 我不知道不能打 桃仙子请原谅 好家伙 玄机塔就是他的 这是个大人物 万万不能得罪 算了 不知者无罪 看在你还算顺眼的份上 我原谅你了 以后别这样干了 如果看到谁这样干 帮我制止他 现在 你可以进入下一层了 桃仙子挺好说话的 就是话有点多 桃仙子 我再问一下 我在这一层 得了多少分 没有受伤 满分 那还不错 不错个垂垂 你现在第一层的成绩排名 是三十万名以后 因为在你之前 至少有三十万名 万兴学院的学员 获得过满分 你这样的成绩 还感觉自我良好 你的总分更是几百万名以后 明白吗 呃 这样吗 看来我还需要继续努力了 好心子再见 这小子 怎么和院长有些像 我的错觉吗 虽然这家伙排名三十万名以后 但是单论斩灭妖兽的数量 恐怕排在前几名了吧 怎么回事 我仿佛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声音 那个唯一在嘴弓上 可以和我媲美的女人 算了 应该听错了 那个女人在总院呢 又怎么会来这里 急事说 不行 没把天锁都要参悟之后才能打开 我自认为悟性不错 杨师兄 我们快试试吧 不急 斯牧师妹 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不行 没把天锁都要参悟之后才能打开 我自认为悟性不错 杨师兄 我们快试试吧 不急 斯牧师妹 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李安 这么长时间了 那李安怎么还没有进入第二层 我们和李安一同参加第一层的试炼 试炼早就结束了 她还没有来 这只能说明 她在第一层就被淘汰了 好啊 李安你也有今天 往日里微风八面 没想到连第一层都通不过 垃圾 哪只狗在飞 李安 你竟然来了 李安 第一层的失恋早就结束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想知道吗 笑声爹 哎 斯牧师妹 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这李安肯定是在第一层没有获得高分 才如此气急败坏 我只打开了第二道天锁 无缘第三层了 终究资质有限啊 你以为都是方天王啊 能直接打开六道天锁啊 杨师兄 一起来吧 给我开 第一道天锁开了 我的也开了 没想到如此轻松 就打开了第一道天锁 看来我和斯牧师妹 都是天之骄子啊 杨师兄 你看那李安 还傻愣愣站在你 那李安站了半天 还没有解开第一道天锁 我们还真是高看她了 如今看来 她的资质还真是普通至极啊 杨师兄 你恐怕不知道 这李安之前 根本无法开启修为 在天佑王朝的时候 就是个废物 只是不知道 为何被楚威导师看中 带到了万星学院 要不然以她的资质 不可能进得了万星学院 看来我们远远高估李安了 她就算某些方面的武技 颇为厉害 论成长潜力 给四目师妹你提鞋都不配啊 就这么简单 解开天锁就可以吗 如果是这个 这第二关的考核未免太简单了 杨师兄 我解开第二道天锁了 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解开了第二道天锁 这人是谁啊 好像是先入门的弟子 叫四目齐 这等资质相当不错了 我极其费力才解开了第二道天锁 看来我的资质不如四目师妹啊 四目师妹 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师兄 杨师兄哪里的话 我们赶紧解开第三道天锁吧 好能去第三层 四目师妹 看到李安 还是毫无动静 垃圾 现在你我彻底拉开差距 你拿什么和我比 第三道天锁已开 我四目齐可以进入第三层了 四目师妹 好资质啊 是啊 这么短时间解锁 四目师妹又真传前置 李安 你站了半刻钟了吧 怎么还没有动静 好 哪只狗在叫 你 废物也就是在嘴上沾沾便宜了 个人就是李安 那个当众拒绝林天娇师姐 扬言一个月后挑战冯元师兄的那位新人弟子啊 他哪来的勇气啊 站在这里这么久还未开启第一道天锁 资质差的不行还敢那么狂 四目师妹 师兄我终究还是不行 只能解开第二道天锁 第三道恐怕是解不开了 很多人连第二道天锁都无法解开 杨师兄算是资质不错的了 哼 反正我比这里安强 这家伙连一道天锁都没有解开 真是垃圾的不行啊 不但垃圾还嘴硬 杨师兄 我就先进入第三层了 第三层已经是很少人能踏入了 四目师妹如果能在第三层获得高分 必能震动整个学院 发生什么了 是里安那边有情况了 怎么还震动起来了 给我开 创枪做事 什么 怎么会十道天锁一起开了 十道天锁确实一起开了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一字开十道天锁 不肯想象 这怎么可能 十道天锁一起开 我眼瞎了吗 他一下子开十道 太梦幻了 风天王才开了六道天锁 而且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是真的 这要是多么逆天的资质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就算他自知再强 怎么可能十道天锁确起开 也要一道一道开 才符合常理 不错 一定是玄机塔出问题了 导致十道天锁确起开了 这肯定不能做数 他肯定没有积分 李安就是个废物 李安 你打我干什么 我非你心虚了 白痴 你可以质疑我 我不是 你可知道 他肯定是一道一道开 但你不能侮辱我 我看你就是欠仇 李安 你放手 我看你就是心虚了 你这个废物 思慕齐 你还真是贱 每次都是故意来我这里找打 什么情况 杨人真和思慕齐在李安面前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李安看上去自制平平 为何又如此战力 那又如何 十大天锁一起开 这事儿我是不信的 李安 这事儿没完 跳梁小丑 这 这 李安真的进入第三层了 十大天锁一起解锁 是真的 杨师兄 李安进入第三层了 他怎么可能进入第三层 四母师妹 不要慌 你的资质绝对比他强 他是走了大运 玄机塔出问题了才得以进入 杨师兄这么说 我就有庆金了 我的气氛一定会超越李安 我这就进入第三层 拜这李安 第一层 有一层 玄机塔内 一层一识剑吗 四周一片汪洋 这一层又是在考验啥 方师兄 你是 师妹我叫斯木齐 新入门的弟子 是白云导师的弟子 听说方师兄是学院第一人 一直很崇拜方师兄 没想到今日就见到了 一个新入门弟子能进入第三层 你的姿质相当不错 多谢方师兄夸奖 方师兄 不知道这一关考核什么 很简单 在这艘小舟之上 待得越久 积分越高 会有危险吗 会 看见那边几个无人的小舟了吗 待会那里会出现收割者 收割者 那是什么 危险战斗的人形生物 实力十分强大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现在大家只有抱团战斗 才会坚持得更久 你们所有人都靠拢过来 收割者马上又要出现了 走 过去 请方天王的 和方师兄一起 我们能戒指更久 方师兄 那边还有一个人没来 那边的师弟 过来一起抱团而战 不用了 这家伙脑袋是不是卡壳了 敢拒绝方天王 一个人单打独斗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这位师弟 看你面生 应该是刚入学院不久吧 你不知道收割者的可怕 如果你一个人 轻刻间就会被淘汰出局 方师兄说得对 过来一起 大家也能获得更高的积分 这是对你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 行吧 慢着 方师兄 你恐怕不知道 这人是李安 李安 名字有些耳熟 就是他前些时日 在任务殿当众拒绝的 林天娇师姐 羞辱林师姐 丝毫没有给林师姐面子 让林师姐当众下不来台 众所周知 师兄心一临师姐 这李安是根本没把师兄 你放在眼里 原来是这家伙 师兄 李安这人我了解 做人不行 所以不要让他加入 李安 你听好了 我方天王是个大度之人 一马归一马 你现在给我认个错 为了大家的利益 我勉强让你加入 你不用勉强 我就不加入了 给力也不要你 这种人不要管他 既然如此 你就等着第一个被淘汰吧 李安 不时时务 你这是活该 我的气氛绝对比你高 来啦 大家小心 第三关有些意思 这些所谓的收割者 好像并不是真人 站 攻打 黄之兄 掉进水里会怎么样 直接淘汰出局 四目师妹 准备战斗了 方师兄 我战斗经验不足 我和你待在一起吧 这 师兄 冤冥神武 绝对是学院第一人 那些真传弟子也比不上你 我想要近距离 和方师兄学习下战斗技巧 好吧 你站好了 别掉下去 绝对是学院第一人 那些真传弟子也比不上你 我想要近距离和方师兄 学习下战斗技巧 好吧 你站好了 别掉下去 方师兄厉害 师妹我邪道了 邪道了 方师兄不知道比那李安废物 厉害多少倍 给他面子 他不加入 让他后悔去吧 这 好剑法 慈梦师妹 这就是你说的废物 这个 方师兄 太远挺不行 还挑起灵师姐 你不用故意抹黑他 这李安确实很厉害 而且很可能 是传说中的剑修 剑修 是李安确实一直在用剑 不过剑修已经失落无数年 他怎么可能是剑修 不管他是什么 一马归一马 我欣赏他归欣赏他 但他竟然招惹灵天骄 这就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今日教他做人 我能恕 方师兄 这一波的收割者都清理干净了 这收割者实力不行啊 李安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来我这边听我号令 你把思慕其人海里 我就去 什么 李安 你卑鄙无耻 方师兄 不要了 师妹放心 我方天王是什么人 会和他讲条件吗 李安 找废话 过不过来 懒得理 方师兄 你看看这是什么态度 你帮他 他还爱拿不理 不知好歹 收割者又来了 大家准备 走 什么情况 这傻小子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哈哈哈哈 让他站在那里好了 收割者绝对把他淘汰 原来这次收割者 隐藏在巨浪中 这些人知道情况 提前跑 一群少人 排命的家伙 第一次看见 这么狂的家伙 竟然主动朝着巨浪攻去 全被淘汰的慢 这就是李安的性格 狂傲气自负 这种人往往第一个名 放我们了 大家小心 把小丑稳在巨浪顶端 让我们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怎么回事 巨浪总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呢 就这 还要跑 这家伙 有一点厉害呀 他不加入我们 要不我们加入他 闭嘴 还一个人再有本事 也不可能 比我们抱团坚持的时间长 没意思 不陪你们玩了 过去别处看看 他去干什么 他说陪我们玩没意思 去别处看看 猖狂 不知 众所周知 进入这里后 四面危机四伏 只有待在原地 才能待的时间更长 到处乱窜呢 只会被淘汰的更快 乱他狂吧 上天令旗灭亡 必先令旗疯狂 李恩 你的气氛绝对不会超过我的 这片海洋 不知道有没有尽头 惨 这收割者的实力也就这样 单纯在这里耗时间攻击收割者 应该并不能获得满分 嗯 这里竟然有一座小岛 看着妖兽的气势 要比收割者厉害不少 算了他 应该能提高积分 实力果然不弱 不过啊 这样才有挑战性 啊 终于干掉了 竟然还有 而且来了两头 好 应该可以扛住 干掉了 这东西皮糙肉厚 还真不好对付 啊 这 这么多 王师兄好厉害 又扛过了一波 再扛过两波收割者 我方天王就是学院历史上 第三关 成绩最好的学员 虽然远远比不上 其他万兴学院的天桥 但我方天王 你要创造属于我的记录 你要创造属于我的记录 王师兄定能破到学院记录 那李安根本没法和你比 李安 无必替他 那家伙 恐怕早就被淘汰了 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下场 李安 大树底下好城墙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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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我如今背靠方师兄 其分肯定水长船高 是李安 他怎么回来了 小子 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害怕了 李安 你还真是让我看不起 有本事被淘汰了 也别回来了 我舍不得你们 给你们送礼物来了 礼物 礼物 什么 这是 不 不 我不要被淘汰 我不要被淘汰 趁着现在 解决几套妖手 好险啊 幸亏方师兄替我挡了一击 我才没被淘汰 是 李安 你想干什么 我送你一枪 趁热打铁 解决最后这几家妖兽 就剩我一个人了 这要站到什么时候 再去岛上展明些妖兽吧 不 过去 这几家妖兽 我们将个人的固别 都解决了 我的剑技 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感觉赢引 要突破一些炙国了 但接下来干什么呢 在四处看看吧 这里怎么会有一道屏障 开 无聊啊 这一关啥时候才能结束 我都在海上飘了三天了 这是龙 我去 朝我来了 龙 龙被吞了 我的乖乖 这是啥地方 一条龙被吞了 完了 这大家伙盯上我了 这大家伙 一口能吞掉一条龙 我估计 不够他塞牙缝的 香喷喷的气息 朱雁救命 草女这点出现 都瞎成啥样了 朱雁 快别说了 这太吓人了 咋办啊 咋办 自然是盾了 什么 俗话说得好 鲲之大 一锅盾不下 朱雁 你别玩错了 放 什么 来乱着干什么 这家伙的肉可是极品 赶紧收起来 回去炖了 不是 朱雁 你这么厉害 这才到哪 朱雁 我当年 那是干班一个修仙星球的人 朱雁 现在我对你的佩服 犹如银河滔滔 直冲环玉尽头 行了 你赶紧把碎肉收起来 以免引来更强的大腰 朱雁 我先回去休息了 哎哟 当年的道伤 终究还是没有好个利索 稍微动点实力就要算被疼的 这次要睡些日子恢复一下了 差不多了 昏的碎肉都收集起来了 豪仙子 你怎么来了 你又灭我的小可爱了 哎 不对 这次你灭的是我的大可爱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根本不是第三关的失联范围 不是第三关的失联范围 我说怎么会遇到变态的打药 这样什么人才能通过 你怎么过来的 这里有屏障在 寻常修饰根本过不来 我一键劈开屏障就过来了 我那大可爱也是你灭的 大可爱指的是 一条蛟龙平时我拉车用的 那和我没关系 是昆把他吞了 原来是那只恶昆 也对 凭你的实力 不可能灭得了蛟龙 恶昆呢 跑到哪里去了 被我灭了 主阴的存在是最大的秘密 主阴说过不要暴露它 你不可能 桃仙子我聪明绝顶 不会相信你这种话 这是他的肉 可以送你一块 这还真是恶昆的肉 恶昆真的被你灭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还真是恶昆的肉 真是恶昆的肉 恶昆真的被你灭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秘密 小气 不愿意说 本仙子还不想知道呢 难过去了 桃仙子 我在这一关获得了多少几分 十分 这是不是有点少 干掉一只恶昆才十分 我的这些小品啊 不愿意说他们我不决定你的责任就不错了 你还敢要积分 如果我预料的不错 我第二个 应该也是十分才对 桃仙子 前三关 我在所有的万情学院中 排名多少 你表现还不错 进入一万名了 猜一万名嘛 原来和我一样获得满分的有一万个 这小子有些变态啊 虽然获得满分的有一万个 但是只是第一次就三关满分的不超过五十个吧 不管如何 进步就好 桃仙子 送我去第四关吧 第四关去不了 只有升入上一级的万兴学院才有进入第四关的资格 原来是这样 那我的积分可以多换奖品了吗 可以 你想要什么 五十年份以上灵草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是多少 这家伙不会狮子大开口吧 一万株 可以吗 一万株五十年份以上的灵草 你收好 吓本仙子一跳 还以为他要多少东西呢 这么痛快 看来要少了 李恩 你还敢出来 我为何不敢出来 怕你这个蠢货吗 方师兄 这人还如此嚣张 打他 李恩 用卑鄙的方法淘汰我们 我很好奇你的积分是多少 还用说吗 肯定上不得台面 李恩 敢不敢赌一把 你的分数没有我高 赌一把 赌什么 谁输了 谁跪在这里三天三夜 不赌 你害怕了 你怂了 你想多了 我先赌注太小 不如再加一条 不如再加一条 除了跪在这里三天三夜以外 除了跪在这里三天三夜以外 任何时候见到对方 都要先磕一个 可一哥 怎么不敢了 赌就赌 我赶 我已经提前知道了分数 我绝对不会输 既然如此 那就发天道誓言吧 什么 还要发天道誓言 你害怕了 你怂了 如果是这样 赶紧走 别在我面前叫嚣 谁怕谁 来吧 发天道誓言 天道誓言一成 以后见面 谁不履行誓言 就会受到天道压制 离安我用得找你提醒 实话告诉你 我之前已经看过分数 我不会输 你完了 四目师妹 赶紧展示你的分数吧 我要看见这家伙 跪在你面前的场景 玄机塔 来吧 展示 这四目骑资质很不错啊 第一次闯入玄机塔 就进入了我们学院历史 排名前五十 再过几年 有希望升入上一级万幸学院 哼 离安 羡慕去吧 十四分就能排到学院前五十 看来这座万幸学院实力确实不咋地 离安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不会是心虚不敢展示吧 你想多了 我怕吓到你 痴人说梦 大言不惭 玄机塔 展示的分数 什么 这是真的吗 我没看花眼吧 满分 这怎么可能 会不会玄机塔出错了 满分 这家伙三观竟然都是满分 这是如何做到的 应该不是出错了 你没有看到还有总排名吗 离安的总排名 竟然进入所有万幸学院前一万名了 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事情 四目齐 跪下吧 我不信 离安 你是不是作弊了 你管我 现在给我跪这儿三天三夜 我不会 我不承认你的分数 你肯定用了什么卑鄙的方法 你再说一句不跪 我就不跪 有本事继续说 四目齐跪 谁也不会给你离安跪 你不配 什么 白痴 真以为天道誓言是闹着玩的 我 我跪 别提我了 别提我了 现在好吗 晚了 你刚才可是多次违背听到谁 等着被劈成黑炭吧 现在好吗 晚了 你刚才可是多次违背听到谁 等着被劈成黑炭吧 不 离安先生救救我 这 师妹 这是天道誓言的雷集 师兄 我不知道怎么救啊 一万株五十年份灵草准备完毕 可以修炼九剑了 我现在不只是在吸收这些灵草的灵气 更是在吸收他们的草获精气 这才是需要一万株五十年份以上灵草的真正原因吗 要突破了 九一剑第一剑 陪我破 这是 是 竟然如此强烈的剑气 谁在练剑 是楚威那丫头的方位 第一剑练成 和冯元的对决 我总算是有把握了 不是楚威 这老头突然就出现 我竟然没察觉 小子 刚才那一剑是你发出的 楚威说过 不能暴露剑销的身份 绝不承认 不是 你撒谎的技术太低了 有意思吗 在这里骗我老人家 放心 老人能有什么坏心思 展示你的剑给我看 告辞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老头 我有病啊给你展示 定 老头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老头竟然一出手 就把我定住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党人物 这老头不简单 小子 展不展示 老头 我李安是受胁迫的人吗 你让我展示我就展示 我宁死不去 我看你就是嘴硬 你不展示 我就把你拔光地扔到广场上 让你射死在万兴学院 老头 你好歹毒的心思 我说了老人家没有坏心思 你展不展示 你不展示 老人家我就把你展示了 别别有话好好说 您老旧说怎么展示吧 很简单 拿剑劈我 又是这样测试 愣着干什么 来吧 这不太好吧 我不打老人 少废话 让你出手就出手 老人家我不是一般的 老人家我不是一般的 我讲我疼 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再批不行吗 小子 知道你是剑修 但没想到你是这么厉害的剑修 哈哈哈 宝贝呀 如此战力 是我这所万兴学院的宝贝 这一次的逾越圣典 也就是我认得骑兵啊 宝贝啊 老人家你自称 我不是随便的人 这个你拿着 什么东西 三星令牌不认识吗 不认识 干什么用的 没见识 吐逼 此令牌在万兴学院 一共分为九个等级 星星越多代表了权力越大 以九星为尊 那你给我个九星的吧 这三星权力不大吧 你懂个啥 九星只有万兴学院总院院长才有 我们这个小小分园 三星已经是天全力击倒 这有吗 给你令牌也是为了保护你 毕竟老人家我 可是要把你当作愉悦圣典的骑兵 多谢老人家 不知道老人家怎么称呼 金成名 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 这不是院长的名字吗 他竟然是院长 给我破 很好 一个月从筑基突破到脸器巅峰 为时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的字是什么 你的资质无入于方天王 都是师父栽培得好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尽快提升修为 好让李安跪在我面前忏悔 那李安有些特殊 你如果想快速提升修为 为师倒有一个办法 师父 什么办法 双修 双修 师父 我 我 没事 此事不及 你慢慢考虑 师父 我先出去了 陈凤相师兄 你这是去哪儿 今日是那李安和冯元师兄 约定的决战之日 我去找那李安 让他赴约 我和你一起去 我想看着李安 被青传弟子冯元师兄斩在刀下 李安 今日是你和冯元师兄决斗的日子 你不会是故意躲在这里不敢露面吧 你们为什么要踹我的门 李安 我们是来找你决斗的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司目齐 跪着和我说话 我 还有你 踹我的门 也给我回下道歉 李安 别得寸进尺 你知道我背后的靠山是谁 什么 我竟然没有看出这李安是怎么出手的 这家伙的进步 如此恐怖吗 会否 我跪 很好 不愧是两个垃圾 食食物 李安 你别得意 你绝对不会胜得过冯元师兄 冯元师兄灭你 就想踩掉一只蚂蚁 受你们这么说 看来所有人都不看好我 那是自然 冯元师兄乃是真传弟子 你和他就是天地之别 谁看好你 那是疯了 那此事有操作的空间啊 别挣扎了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下跪认输 不 北费还能保全一命 今日我李安 就闪瞎你们的狗眼 林师姐 李安 你怎么来了 林师姐 今日是我和冯元吹战的日子 你不去看看吗 我还在修炼 没太大兴趣 祝你齐开得胜 林师姐 其实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想让你帮我开个赌局 林师姐 大体是这样 你认真的 认真的 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找我 你有公信力 攒得起局 第二个问题 我有什么好处 分你两成 成交 李安 今日决战到现在都不敢前来 李安 李安 不会真不敢来了吧 用屁股想也知道 李安不是冯元师兄的对手 不来也正常 谁说我不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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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 等人 你还想着有人来救你 错吗 你想多了 我给你找了个收尸的 伤口 小子 我可没耐心等你 现在我就要打你 是林师姐 她身后的横幅是什么意思啊 林师姐要开设赌局 今日我林天驕再次开设赌局 大家可以随意下注 就当作为对决助兴 师姐竟然还有这爱好 既然是林师姐的局 我要押冯元师兄获胜 我也押冯元师兄 算我一个 诸位 我这里下注只有一个条件 赌注不要灵石 而是灵剑 灵剑 灵石姐为何只要灵剑 我自有用处 手里有灵剑的可以来下注了 我这里有一把 还是祖上留下来的 我也有 剑修绝技 如今能当寻常武器使用 我也有 本来还想当古董收藏 今日押了 我去借一把来押 下注的人竟然这么多 但下注的人 几乎都是下了冯元货胜 看来没人看好李安 竟然如此 那我 不愧是万兴学院 灵剑不少啊 李安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到底还比不比 差不多了 开打吧 李安 作为师兄 我让你先出手 可以 你 雕虫小技 来吧 什么 什么计划 冯元师兄他 我竟然小看你了 接下来你没那么幸运了 然 什么 这股剑气 这李安竟然如此如我 我要亲眼看着他被封元师兄虐 才能结我心头之痕 李安今日必败 不 什么东西 什么 封元师兄 你们俩来得正好 给这个家伙收个尸吧 封元师兄卖了 而且一败徒弟 不死也废了 告诉我 我看花眼了 封元师兄是真传弟子 他怎么会败 这么说 我们压的赌注全输了 零剑比我预想的还要多 零师姐 按照之前说的 你拿走两成 两成不够 啥意思 我重重 你为什么要下 相信你 你倒是看得起我 你下了多少 算上我赢的 我应该拿走八成 合着我为你打工了呗 不过我要这些零件也无用 所以你想 你欠我一个人情 我都送给你了 成交 再问个问题 你要这些零件干什么 修炼 好 你慢慢修炼 我先走了 需要人情的时候 我会找你 看不出 这灵天交也是个古灵精怪之辈 可以修炼第二件了 一 一 一 雖然这次获得了不少零件 但是距离十万把的数量 还是差得太多 我 狗祖 我把风源抬回来了 师父 救我 你已经废了 没有救的价值 什么 你已经废了 没有救的价值 什么 不 师父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不要放弃我 你还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我 师父 这 老祖这是对风源做了什么 陈风啸 老祖 我在 你去帮我办件事 老祖请吩咐 这是什么 拿着他去天中 天左 天右三大皇朝的皇府 如此这般 听明白了吗 老祖 我明白了 天左和天中皇朝都好说 天右王朝是那里安的老家 不好办呢 不好办也要办成 老祖我的时间不多了 此事必须在余月圣典之前完成 你把刚才的问题再说一遍 我想要进十万把零件 从哪里能得到 你走吧 哪里都得不到 导师 你要不再想想 或者帮我找人问问 不是 李安 上次要上万株灵草 这次又要十万把零件 你到底想干什么 修炼 你是剑修不假 但用得着十万把剑吗 而且现在剑修不出 用剑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不是寻常的剑修 导师 你要不再想想 我等会儿再来问 哎呀 真是怕了你了 我确实知道一个地方 那里可能有不少零件存在 名叫天山剑狱 天山剑狱 我之所以不愿意告诉你此地 是因为此地太过凶险 很多前去探险的修士 都是九死一生 据说那里是一位大剑修 斩灭一尊域外邪魔的所在地 所以天山剑狱的危险 不但有来自大剑修的无敌剑狱 还有邪魔的滔天魔威 会是在哪里 天左王朝 东南四百里的天山深处 竟然是那里 感觉那地方有些熟悉对吧 不错 之前百魔宗的那些魔头 就是来自天山剑狱 至于那白落的百魔宗 和天山剑狱有什么联系 就不得而知了 我去探探 我陪你一起 不用 我行的 那里太过凶险 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优秀的弟子 那 现在出发 不急 我准备一下 三日后出发 导师 这三天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既然准备好了 为何我们不直接出发 现在去任务阁干什么 这任务阁自然是一件任务 你肯定不知道 探索天山剑狱 其实是一件任务吧 有这件任务吗 我怎么没在任务阁中看到过 那是因为这件任务被撤掉了 探索天山剑狱 长期排在任务榜第一名 奖励极其丰厚 但是因为太过凶险 历来无人能完成任务 那感情好 不白去一趟 而且你有所不知 天山剑狱的任务 其实是八级万兴学院发布的 八级万兴学院 就是我们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我们所在的万兴学院 为最低级的九级万兴学院 余悦盛典就是为了升入八级万兴学院 如果能完成此次任务 不但能获得丰厚奖励 在余悦盛典中也是算作加分项 你这么说 我都迫不及待了 赶紧去这任务吧 看到这个没有 万年任务天山剑又发布了 怎么回事 这些任务不是下下了十多年了吗 重新发布又怎样 谁敢接呀 哎散了散了吧 这等凶险任务 接了会死人的 我接了 啊 李安 林师姐 这么巧 又接了同一件任务 这次你还想独吞任务吗 我一个人吃不下 一起办 成 竟然是林师姐和李安接了任务啊 他们还真有胆量 林师姐理所当然 这李安凭什么能接呀 哎 这你又所不知了 李安最近可是很出风头 打败冯元师兄 你不会不知道吗 慢着 哎 又起冲突了 方天王一直爱慕林师姐 这李安和林师姐走得太近了 方天王估计不会放过李安 林天桥 我和你一起去 一边凉快去 李安 带我一个 我这里很凉快吗 李安 你这是在拒绝我 我哪敢拒绝你 跟我一起吧 算你识相 你又想搞什么 你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诸位 此次我三大修仙家族探索天山剑狱 乃是受到上界吩咐 切不可丝毫怠慢 杨家主啊 我们自然明白 这也是我们三大家族的机会 一旦成功探索 上界家族 必会给我们进入上界的名额 不错 探索天山剑狱是在必得 至于获得名额以后的分配 不如就以此次探索的贡献来分配 让杉 父亲 咋了 咋了 没听见吗 这次以贡献分配名额 你这次给我好好表现 行吧 快危险的 不明白为啥要探索这里 在家搂着美人听琴 不香吗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 杨斩 何必如此丧气 我被当驰骋还宇 剑斩苍穹 胡宋 杨斩 你如此做派 丢的是我们三大修仙家族的脸 我们作为世家公子 当俯视一切 无所畏惧 你俩清高 你俩有志气 等会儿你俩打头战 不要吵了 该进去了 没事 到了 就是这里 不愧是天神剑狱 或能感受到里面浓厚的剑气弥漫 里面凶险万分 待会儿一定要万分小心 舅舅 你在我身边我保护你吧 住嘴 你恶不恶心 以后再敢这么叫我 我撕了你的嘴 我为了你着想 去一边凉快去 不要就不要吧 这么凶 李安 你跟着我 怎么 我这边很凉快是吧 你不同意 你过来 干啥 给你脸了 你敢打我 小伙儿 我要灭了你 小伙儿 服了吗 我服了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 不知道 缺个打下手的 你正好合适 打下手 我方天王何等天骄 这辈子都不可能给你做小弟打下病 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我 扎扎不能吃能吃 我糟了 走吧 进去了 小心这里的剑气 此地的剑气非同小口 必须快点走出这里 跟在我后面做什么 安全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跟在我后面做什么 安全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杨斩 以前你不是挺狂的吗 怎么现在这么松了 懒得搭理你 有宝贝 这是什么东西 根据记载 这应该是人形剑破 是生灵死后 和这里的剑气 形成的一种魂类生物 我能感觉到剑破十分强大 大家小心 强大 我怎么没感觉到这东西哪里强大了 你是不是感觉错了 你是不是又想找抄 来 看着招 哼哼哼 李安 这就是你说的强大 都挡不住我一刀 白痴 看你后面 好 剑破竟然斩不掉 我试试 成功了 什么 这都没事 如果我没猜错 这剑破 只能用剑气才能斩灭 有剑气 那岂不是剑修才行 剑修已经绝技 去哪里找剑修啊 你们看李安干什么 他又不是剑修 穿不错样 玩呢 剑破珠 剑破被灭之后的产物 剑破被斩灭了 什么 这李安 竟然真的是剑修 怪不得我打不过他 原来是剑修 谁又可原 是怀 是怀 是恩了 这剑破珠 蕴含了至纯剑气 我应该可以携手 很好 这剑破珠竟然可以增加我的修为 哼 这里看来是我的盛宴吧 住手 是三大修仙家族之人 他们怎么来了 那不是李安吗 他怎么在这儿 杨斩 你的吞天鹊说有宝贝 就是这里吗 呃 是这里吧 哼 我正想着找李安要解药呢 这就见到了 李安可不就是我的宝贝 我们是万兴学院的人 不知诸位教主我们 所为何事 万兴学院 好大的名头 哼 别人可能会怕 我们三大家族 可是微微一笑 丝毫不拒 这里是我们先到的 三大家族 可否行个方便 可以 举双手赞成 你给我闭嘴 嗯 杨斩这家伙上道啊 这话你说错了 是我们三大家族先到此地 此地居然见者有份 我们三大家族分一半即可 你们知道是啥吗 就要分一半 不管是啥 就要分一半 娘 这样 也别分一半了 都归你们了 算你识相 来人 上 上 独机员 大哥 好久不见啊 甚至想念 你们俩这里干什么 呃 我们三大家族 是收到了上界的吩咐 前来探索天山剑狱 上界 上界为何对我们这个底层世界的天山剑狱后期 要探索什么 呃 不知道 不过我猜测 这天山剑狱 昔日可能是一位大人物的埋骨之所 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 连上界都不得不重视的隐秘 这东西竟然斩不掉 快 扛住 扛不住了 这东西打不过斩不掉 太难缠了 赶紧撤退吧 三大家族弟子听令 撤退 快 别跑 江茶 还愣着干什么 撤 三大家族弟子听令 撤退 快 别跑 别跑 江茶 还愣着干什么 撤 刚才炸炸糊糊 让人家把机缘让出来了 现在撤 你们不嫌多丢人 我都嫌丢人 逆子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到底是哪边的 既然你们要撤 这里的机缘归我 你们没意见吧 老大 你能消灭这些东西 就归你 我们三大家族都无法对付这些东西 更别说你这小子了 什么情况 这小子灭了剑破 老大 那是剑破珠 给我 老大 我和你说话呢 你没听见吗 你算什么东西 你 你看看不起我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我劝你们之后的剑破珠 还是乖乖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刚才是你们要走 把机缘让出来的 堂堂修仙世家 说话不算话 李公子 你不要脸了是吧 你不要脸 谁呀 我还要呢 杨斩 你到底是哪一头的 我杨斩是真理那一头的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玩意 除非导师 此时我三大家族也不想闹大 此地剑破珠 一人一半如何 可以 你们那一半 自己去打 我们根本没办法灭掉这些剑破 只有这小子可以 让这小子替我们去打 首先 我叫李安 其次 让我替你们去打 可以 叫爹 放肆 还从来没有人敢 对我三大家族如此不敬 不是宰了他 如此量力 死不足惜 什么 我如此威力 你是剑修 不是 剑修早已绝技 绣平他也配成为剑修 那你为什么用剑 而且一剑的威力如此大 天才 剑修 来斩了他 你也配 是吧 我儿 厉害啊 说话 不争气这东西 父亲 你拆了他 把他大兴八快 你赶上我儿 我毙了你 你敢 处卫道士 让开 你敢进一步 我斩了你 哼 给你面子你是斗师 不给你面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嘴臭 该打 看我三大家族是考折的 你等 导师 你没事吧 不为导师 我再说一句 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 做梦 我万兴学院 岂受人危险 万兴学院确实极强 但那是对上居学院来说 你们这些最底层的万兴学院弟子 都是垃圾 闪 小子 想偷袭我 你还嫩个劲 这边去 可恶 我和这些家属境界相差太多 暂时无法战胜他们 主位 继续上 特地灭了这些人 一个不留 探索天山剑狱 本来就是绝密 不能让他们把我们探索的消息 泄露出去 杀 杨斩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上了 我杨斩从不以多其少 少说废话 我上去躲远点 可恶 对面人这么多 我们打得过吗 道士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们先撤 我掩护 可恶 对面人这么多 我们打得过吗 你 道士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们先撤 你 我掩护 放心 我有办法逃走 好 跟紧我 撤 别让他们跑了 小子 你跟孤身留下来 阻我们 脑皮疙瘩 很惊讶吗 死去灭亡 把你长全你 这么狂 有本事别躲啊 有本事别追 我一硬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想要我就不躲了 门家主 送你上路 陆军 小心 你竟然进入了简破的区域 还好 等住呢 是吗 你说 小子 你有本事出来 老皮疙瘩 你有本事进来 这小子都进进破的区域了 怎么办 管他 先去追击其他人 走 走得了吗 可恶 你还敢主动攻击 我躲了 口皮高腰 你别让本家主抓住机会 否则让你提醒到 世间最痛苦的折磨 你们在前 本家主断后 我看他还敢不敢出来 走 人梦你干什么 走啊 我 他被我劫持了 我被劫持了 父亲 我是你的亲儿子 救我 这个废物 让他走不走 现在被劫持了 怎么办 等他 放了我儿子 你们所有人都停止攻击 听我命令 如果本家主说不呢 那就别怪我斩了你儿子 原如此 你斩吧 亲爹 你怎么能不教我呢 闭嘴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为什么要教你 我没了你就断后了 我可以再生 我竟然无言以对 这真是你亲爹吗 不管生个啥 也比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好 梁家主深明大义 回头 我给你送一方小蟹 既然如此 灭了他 不和你们玩了 不管这小的 继续上前 倒是他们已经走远了 暂时应该不会有危险 先把这里的剑破竹都吸收了 提升实力 所有的剑破都被我斩灭了 接下来就是吸收这些剑破 给我吸 又突破了 突破了 凝神竟初起 这剑破竟然让我的境界得到了提升 这是 我还在突破 这是我的神魂种子 修士在突破到凝神境的时候 会产生神魂种子 日后 成长为神魂 我这神魂种子 似乎在产生某种变化 这是 我的神魂种子 变成了剑形状 这就是传说中的剑魂吗 我听初爷说过 剑魂亦万中无异 一旦成长起来 可以斩天动地 这些人追上来了 走 是天山监狱里面 里面戒气弥漫 进去后恐怕很难出来啊 不想进别进 你可以在外面等着 我只是发觉牢骚 你们等等我呀 好好好 不想进别进 可以在外面等着 我只是发觉牢骚 你们等等我呀 好好好 这几人真是天堂有路不走 地狱无门自闯 前面可是进入天山监狱的核心 剑气弥漫 他们就算不死 也要脱层皮 战力大损 而我们事先有准备 带来了剑员丹 可以抵消此地的剑气 走 进去后探索天山监狱 顺便灭了这几人 小心 这里的剑气很强 此地的剑气如此凶猛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毕竟剑修就算没有完全消失 也已经没落几万年了 没人知道 探索天山监狱的任务 一直都在 至少挂了上千年了 就是因为此地太过凶险 所以无人探查清楚 如今三大家族也来探索 可以肯定 这地方不同寻常 一定隐藏了什么 在这里 他们怎么这么快 就追上来了 走 继续深入 这里竟然布满了剑气 我开启的乃是仙剑丹田 本身可以孕育剑气 但剑气很少 完全不能和这里相提并论 此地如此浩瀚雄昏的剑气 到底从哪里来的 不过因为剑修的原因 此地的剑气对我并不排斥 明明还有一种亲近感 不行了 我扛不住了 休息会儿吧 此地剑气极强 不是一般人可以抗衡的 三大家族的人 应该不会那么快追来 怎么不跑啊 怎么可能 他们这么快就追来 这里的剑气似乎 对他们没有影响 是不是很奇怪 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们服用了剑气丹 这里的剑气对我们伤害不大 剑气丹 这是圣界才有的东西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 不说废话了 灭了他们 你们俩退 我挡住他们 退无可退 一起拼了吧 你早知道我就不来 淌鸡汤浑水了 追个女人把命追掉了 我也是个人才啊 上 你忘了吗 叫叫 我都快死了 让我叫一次吧 等我死了 奈何桥上能不能让我和你一起投个胎啊 闪一边去 别说丧气伙 我们还有李安 李安靠不住啊 那家伙恐怕比我们先一步去奈何桥了 都得忘 我来了结他们 我的好大孩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你来得及时 这家伙还真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 唉 佼佼看着李安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看来我彻底没希望了 你敢灭我儿子 我要拔了你的屁点天当 别叨叨 过来啊 杀奔家主 我要宰了你这个小崽子 啊 这小子实力增强了不少啊 啊 既然如此 奔家主就要动用全力了 啊 竟然和奔家主弑军力敌 这小子实力增长竟然这么快 等下主 我来助你 驾 李安 怎么了 他们已经坚持不住了 李安 怎么了 他们已经坚持不住了 李安 你怎么不受这里的剑气影响 我现在连站着都费劲了 你们靠近我 好 李安 你干什么 到了现在你还想占佼佼的便宜 啊 少废话 李安身边可以平地剑气 赶紧过来 这么神奇吗 这些人把刑警做到架坏了 他们不怕准备了剑气吗 估计在做最后的挣扎 走 继续追 全队不能放过他们 要给我的好打儿报仇 这是 好多把剑在池子里飞舞 这难道是 传说中的喜剑池 喜剑池 做什么要当 根据古籍记载 喜剑池 是喜炼灵剑之地 喜剑池内 布满密密麻麻的剑气 可以磨炼剑身 使得灵剑更加锋利 甚至有记忆 有天赋的剑修 进入喜剑池磨炼剑身 成就无上剑体 我们练剑身嘛 不过这池子中有这么多银剑 不能浪费呢 给我吸 这是干什么 要吃了这些剑吗 吸尸完毕 第二剑已经慢慢开始形成除戏 接下来 要不要进入剑池试试呢 莉安 你干什么 剑池无比凶险 进入后很可能被碎尸万段 你可别想不开啊 你挂了我们也没活路了 我现在对这里的剑气免疫 喜剑池的剑气 未必能耐用我 使得一神寡 成就无敌神话 莉安 这家伙还真想不开了 这家伙还真想不开了 你不看 护神啊 赤头的剑气 在轻视我们的升级 心尖难舔 给我们护照 一个好好的人 怎么就想不开呢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佼佼的 别叨叨 人还没死 你哭什么嗓 把这样如果还能活着 我方天王天天给他洗脚 发生什么事了 四季啊 这些剑气虽然凶啊 但是缓慢地改造我的铁质 怎么办楚威导师 有办法叫他出来吗 外面的剑气我们都扛不住 更何况里面的狂暴剑气 现在只能靠莉安自己了 又不跑了 这群狗屁高药又追上来了 好事跑不掉了 拼了 那小子怎么在剑池里面 那小子估计王在里面了吧 剑池中的剑气 根本不是凡曲可以承受的 真是便宜他了 本来只有拿你们三人 来消除本家主的怒火了 放弃反抗 让你们三人走得痛快些 神圣谁亡还说不定 杀 得我现在还嘴硬 请命玄灵 这是什么 太极图 杀 走 神圣挡住了 太极图 高 好厉害 楚卫导师竟然还会这一手 这下不用慌了 不愧是外星玄园的天才导师 竟然拧结了本命玄灵这等玄妙之物 您念本命玄灵的人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而且本家主如果没有看错 你的本命玄灵 还是无比强大的一类 攻守兼备 有无敌之字 本命玄灵是什么 是一种特殊天赋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体质 不过楚卫导师现在才用本命玄灵 说明使用肯定有某种限制 本 本命玄灵是什么 是一种特殊天赋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体质 不过楚卫导师现在才用本命玄灵 说明使用肯定有某种限制 我刚决心本命玄灵不久 根本不能用于长时间战斗 必须速战速决 差不多了 我感觉我的体质 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三日里传说中的舰体还有十万八千里 但已经是增强了不少 我们三人一起出手 无了这楚卫的本命玄灵 这可是一场大造化 上 这本命玄灵太玄妙了 被你家中见烈行使啊 别挣扎了 你天赋极高 但毕竟修为差我们太远 不投降 就把你随时万断 废话 有本事就灭了我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发生什么了 我错 这小子在发生变化 可能是某种机缘 我来阻止他 神 门 我的好大儿 你 你肯灭我的好大儿 我和你不共戴天 你凡大家族两个少主妹妹 昔日你注定走不出这里 小子 拉命来 什么 这小子的实力 怎么提升这么快 两位家主助我 不要他往 上 正好拿你们磨练我的剑 我的天 离安现在能和我爹 他们三位家主即便 打得有来有往 这家伙怎么成长得这么快 幸亏我一直没有想要反抗他 不然 和那俩傻伙一样 早就没命了 这小子 怎么现在会这么强 实出全力 离安明明看上去资质平平 却一直以极高的速度成长 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剑修 他应该也不是普通的剑修 走路与商务 可不 终究还是心为差了许多 小子 将还是老的了 继续撤 这是 剑气呼体 外面的剑气对我们的攻击消失了 走 在西剑城的磨练 让我们对剑气的运用更加纯熟了 这是怎么回事 那小子怎么能对抗这里的剑气 此次身上有大秘密 从进入这里开始 他就不受这里的剑气影响 追 等会儿定要活捉他 你还愣着干啥 他们两人已经被斩了 我怕我也被斩了 我要保护我自己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们走 我要管这不争气的东西 走 我们去寻宝 这是 怎么会有这么多剑 这不是真正的剑 剑意 这些剑都是剑意所患 剑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剑意是什么 剑之易之 剑之又选 不可明说 我也是在典籍上见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具有剑意的人 是在剑之一道的通天大能 这么看来 天山剑意 和一位无敌的剑道强者有关 走 去前面看看 这些剑意在和我互动 不对 这些剑意 是和我手中的星剑和民 小子 别跑 小子 别跑 果然如此 这些剑意 似乎很熟悉星剑意外 李安 走啊 三大家族追上来了 这道机缘 要放弃了 李安 你想吸收这些剑意 不确定行不行 但我想试试 大哥 这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试试 没看到那些家伙冲过来了 拜托你脑袋清醒一点 别说话 李安 这是一份大机缘 既然你想尝试 我们为你压阵 你速度 我们拦住他们 为你争取时间 这几个家伙不跑了 脑袋真是不清醒 灭了他们 但脑袋不清醒 被主动找灭 这次一定要成全他们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只能上了 有我戏 你 心境果然在吸收这些剑意 这是 剑意通过星剑 传入了我的体内 不好 剑意在冲击我的剑魂 灵魂在我被撕裂的感觉 好痛苦 不自量力阻止我等 你拖延不了多长时间 那可不一定 我这边坚持不住了 坚持不住也要坚持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小子 快上路了 等一想 你还有什么遗言 你可知道我是谁 闻家主没兴趣知道 我现在就要灭了你 我这天必须让你知道 让我 那 拖延时间没用 我叫尔灭王 谁灭我谁就承认是我儿子 幼稚 老家伙来吧 王之前有你这么个儿子 我忙得知啊 老二 下主现在改注意了 我灯灭你 我要折磨你 我的耳好爽啊 嘴硬 绝嘴硬 好疼啊 你好了没有救救我呀 剑衣 剑衣 剑衣在清燃我的意志 这种感觉很玄妙 给我来 现在知道疼了 破嘴硬了 家主送你归夕 住手 小子 你这样虚弱的样子 还想救人 偏偏又灭了他 不住手你就是我儿子 你 后兄弟 没想到我俩有头一个儿子 哈哈哈哈 你想先王 我成全你 没法 绝谋作样 剑衣 什么东西 果然 剑衣可以震慑对方神魂 让对手神魂震荡 耐力当场 剑衣 李家主 可恶 这小子竟然斩了李家主 不可饶恕 你们没事吧 你来得正好 再晚就有事了 先斩了这小子 剑衣 剑衣 什么 这小子实力怎么增长这么神速 撤腿 拦住他 杨家主 结束 杨家主 杨家主 结束了 我是羞耻世家杨家家主 你不能斩我 那我偏要呢 我杨家在上界势力庞大 你斩了我 就算升入上期万行学院 也难逃灭亡 这样吗 嘿嘿 是不是害怕了 放了我 向我岂无饶忍错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我在乎 什么 杨家有些特殊 确实背景很深厚 不过长了也就长了 事已至此 继续向前探索吧 方天王恐怕 我还活着 还能动吗 不能 我 那你在这里等着 我们回来接上你 等等 我觉得 我能到了 还是跟着你们一起走吧 好冷啊 是我太虚了吗 此地有古怪 温度下降了足足有几十度 前面有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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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是 里面竟然动着一个女人 她还活着吗 不知道在这里动了多少年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们是何人 是 谁在说话 现在是何年何月 是 那个女人在说话 啊 不会吧 她真的还活着 回答我的问题 这股威丫 是剑修的威丫 前辈 我们是万兴学院的学员 现在是万兴历三百年 万兴学院 万兴历三百年 没想到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前辈你是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我 到底是谁 走 跑 小心 可恶 我们在这个威丫下 根本难以行动 可恶 可恶 这女人到底什么来源 如此剑义形成的剑语 竟然随意发出 告诉我 我是谁 这女人要疯啊 我们哪知道她是谁 这要是被卷进去 连骨头都伤不下呀 如此形势下 我们根本逃不掉 怎么办 一声怒吼就产生 如此强大的剑制风暴 这女人极其不简单 李安 现在 只能拼一把了 李安 全村的希望 你可要给劲啊 好 不行 我的攻击对剑制风暴毫无作用 我之前牺牲了无数建议 现在只能在冒险一世了 李安 事不可为 你先离开 别啊 他走了谁救我们呀 李安 你先走吧 别管我们 能活着出去一个 总比都亡在这里强 我还没活够啊 一个大男人 叽叽歪歪 事情还没有到完全的绝界 他还真想不开 完了 全村的希望没了 相信李安 这玩意相信也没用啊 进入后 可能连渣都不上 狂暴动能力啊 我根本无法控制我自己 我现在必须破除这道龙卷风 我现在必须破除这道龙卷风 不然真如方天王所说 连骨头都剩不下了 行剑 给我吸 好狂暴的剑衣 比万年我吸收的剑衣还要狂暴 竟然让我受伤不期 是我的剑魂 我的剑魂竟然自动出现了 你 你 似乎 剑魂在替我提挡这里的剑衣威压 据说剑魂和剑衣 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甚至神奇 既然如此 继续给我吸 这次我的身体 勉强能扛出剑衣的狂暴攻击了 我的剑之意志在发生蜕变 终于把这股剑衣化为机友了 我自身的剑衣提升了许多 可是 我和这里如此磅礴的剑衣比起来 真是就无意吗 你 给我忘 怎么回事 给我挡住 还是人愿低估了这神秘女人的实力 怎么回事 什么 李安 快跑 这 李安 赶紧跑 你站着干啥 我想爬 跑不动啊 哎呦 给我啊 这剑衣形成的剧剑 根本不是修身的扛住的 主爷 救命 主爷 这下真闻了 这谁挡得住啊 主爷 完了 主爷睡过去了 李安 这下李安尸体估计也上不下了 李安 虽然你和我是情敌 但是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你又打我干啥 我这次没说错吧 别叨叨 李安没事 我 不可思议 他是 怎么活下来的 主爷 你总算关键时刻来了 主爷 我睡得正香 你知道这种时候被叫醒 我多难受吗 主爷为我 一指阵魔 我是谁 嗯 是她 书爷认识这个强大的女人 都得亡 林雪儿 你个疯狂叫上干什么 林雪儿 我叫林雪儿 对 我是林雪儿 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知道我是谁不 一只猪 你是谁 猪什么猪 我是神龙 看来你的记忆出现错乱了 是谁把你动在冰块里 你可能出来 我出不去 这里牢牢把我禁锢了 主爷给你打开 你给我拖 可恶 是什么杀神物吧 不好 主爷 主爷 你没事吧 没啥大事 伤势复乏 林雪儿 我今天来要去睡觉了 没法 撞你了 主爷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生事几十年都没有恢复 不管什么人 把我困在这里 等我出去恢复记忆 定要你好看 哎 给我破 不管什么人 把我困在这里 等我出去恢复记忆 定要你好看 哎 给我破 不行 还要继续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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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冰块内有禁制 我无法发挥权力 他似乎无法摆脱冰块内的禁制 从里面逃出来 小子 你是剑修 他在和我说话 就是你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可是剑修 李安 是剑修 我 很好 李安 你听着 帮我破开这道冰霜禁制 我 我的实力恐怕不够 我来增强你的实力 祝你使出 远远超出你自身的一击 他既然和朱叶认识 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行吧 发生什么 怎么剧剑又飞起来了 不好 他又要攻击李安 发生了什么 好强的光亮 光线变弱了 射凭剑修做成了巨剑 进入了我体内吗 李安没事 接下来 我会向你体内 冠入浩瀚剑气 坚持住 他到底在搞什么 这剑气太小魂了 这样下去 我就要炸了 用你最强的一剑 斩冲 是我前面觉得 在剑道上 我造诣无欲离弊 冲出我体内的剑气 和剑气浩瀚无比 这根本不是一般强制 可以做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经过浩瀚剑气 和海量剑气的灌输 我体内的剑气 也更加凶毁 体内的剑意 也更加灵力 但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被困在这里 我只记得我的名字 是林雪儿 我的亲人 朋友 一个都想不起来 万新学院 不管怎样 我想起了万新学院 先去万新学院 一探究竟 前辈 这是 这是什么 上面将能感受到 玄之又玄的剑道 此乃魔剑石 可以磨练剑意 增强剑魂 增加剑气 就当做你帮我的报酬 不要铸缠 我只是听你提到万新学院 想要给你带路 莉安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此次进入这里 真是充满意外 谁知道 这里竟然还有个 活着的超级强者 天山剑狱 已经探索完毕 天山剑狱 先出去吧 真要无疼的女人 竟然离开了 无人可以担住 我们离开这里 箭纸打开了 真押主人千年的存在 竟然突然消失了 这一次 我临大地 李安的实力超出我越来越多了 大哥喂我 李安都把他爹嘎了 他还叫大哥 杨铲 我要和你说件事 大哥你说 你爹被我命了 你爹被我命了 大哥你说 你爹被我命了 好 这还真是有些意外的 大哥你好强啊 我好佩服 喂 你什么反应 你不伤心难过 你不想要报仇 报仇 不存在呢 我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报杀仇 再说了 人终有一王 早亡晚亡都得亡 被我大哥灭了 只是早亡罢了 想得开 你遇到什么了 为什么那些异兽追你 大哥我发现宝藏了 走我带你们去寻宝 就在这里 心里的这些异兽 里面就是宝藏 上 这是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灵国 方香四溢 看着就想啃一口 这是藏天国 藏天国 这名字有些意外 为何会用藏字 因为生长此灵国的地方 一般是志强的大凶之物的埋葬之地 也就是说 天山剑狱的地下 有大凶之物存在 会不会就是指那个女人 不是她 那个女剑修一身凌冉之气 没有任何邪气外浪 现在那个女剑修离开了 希望不要对此地埋葬的凶物 有什么影响 这果子能吃吗 可以吃 藏天果是极其稀缺 珍贵的灵国 价值连城 能极强地提升修为的各个方位 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要浪费了 既然如此 开吃吧 小虎这么好 我刚吃下去身体就有反应了 不敢相信 我要突破到脱帆境了 不敢相信 我要突破到脱帆境了 不敢相信 哈哈哈哈 我果然是个天才 一入脱帆 我命由我不由天 小虎 你什么境界了 脱帆中情 这是 是 楚威导师突破竟然带有异象 人缘境 楚威导师在突破天地人三剑中的人缘境 无愧是我们学院的最强导师 楚威导师 楚威导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年纪轻轻就如此修为 我被楷磨 喂 李安 大家都突破了 你怎么没动静 我此次也可以一举跨运凝神 竟你脱帆 但我这次获得的机缘太多了 总感觉还没有黏黏贯通 还是积累一番再突破吧 嘿嘿嘿 看来李安资质不如我 美姿姿 这次进入天山剑狱 收获也太大了吧 我感觉我强大了太多 这藏天果的功效 比我预想的还要大很多 这也说明 地下埋葬的某个大凶之物 也要比预料的强大 唉 都埋了 难道那家伙还能活过来 我知道 雷同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个神秘女剑修离开 三大家族莫名来此 这一切都是不同寻常 你真的不知道 你们三大修仙家族 来这里干什么 大哥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个没用的东西 他们有啥秘密也不会告诉我 行吧 你回去后 密切留意尚家的消息 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我 大哥放心 大哥 那个解药 大哥放心 大哥那个解药 走 好了 千日断肠散这次都毒一解 下一次千日 再来要解药即可 好吧 总感觉你这解毒有些草率 回去吧 满道 李安 我如今迈入脱帆 我要挑战你 为我自己证明 挑战 我拒绝 你怕了 你看我变强了 你怕了 你想多了 我只是觉得和你打没好处 没好处的事情我不干 好处 你想要什么 你身上没有值得我要的 好处 站住 为了佼佼 你不比也要比 你还真是固执 这样 你输了给我卖命 宝贝 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因为我不会输 把她的招 咱 什么 你凝神剑战脱反径 只用一招 李安的战力很恐怖 怎么可能 我比她高一个大境界 竟然挡不了她的一招 还比吗 不 不比了 你们先回去 此次天山剑玉之行 太过重大 我要去禀告院长 很好 又突破了 四母齐 你是本导师收的 最有资质的底子了 但是我还是比不上李安 那家伙的战力 有些变态 只要你答应为师的双修 你的修为会突飞猛进 区区一个李安 守道亲来 怎么 你不愿意 我 四母齐 你可想清楚了 你敢拒绝我 日后 师妹 在 你们这是 没规矩 你不知道敲门吗 师妹 师父她 就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那样 师妹 等等我 我知道你想啥了 杨师兄 师妹 你说 如果师父真的有一天对我 你会怎么办 我 你会帮我吗 我会 会吧 谢谢师兄 导师 怎么样了 院长要我说什么吗 院长去尚界了 此事事关重大 院长要去请示尚界的万星学院 那我们的奖励呢 这么大的功劳 奖励一定很丰厚吧 确实有奖励 而且这个奖励 我也很意外 什么奖励 去上界的八级万星学院游历的机会 竟然是这种奖励 确实很意外 能前往的弟子 基本都是有希望晋升的弟子 我们三人虽然是在一般弟子中最强的三人 但学院中还有真传在 我们三个竟然也能前去 机会千载难逢 但去了也会有些麻烦 会被那些真传弟子针对 也会提前见到其他九级万星学院的天交 去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能不去 我去 我也去 既然如此 此次我带队前去 你们准备一下 我们即刻出发 站住 你是古月川 古师兄 没想到闭关将近二十年 还有人认识我 这位古月川师兄 就是真传弟子 他上一次参加余月圣典失败生 那时候一直闭关到现在 古师兄 你拦住我们何事 去上届第八级万星学院游历的名额 给我一个 古师兄 我们没有多余的名额了 我不管 我就要 你还挺骄傲 古月川 休要胡讲蛮缠 三个名额 是因为他们三人完成了特殊任务才得到的 初卫导师 你没资格教训我 你虽然是导师 但是入门资历还不如我 我不是在和你们商量 我是在命令你们 这次我一定要去第八级学院 没人能阻止我 这家伙是不是没有挨过打 古月川 你太猖狂了 你再敢无理取闹 别怪我不客气 不客气又如何 你们能奈我何 我可是闭关了二十年 既然如此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 你们一个个上吧 我全部镇压 上 什么 别打 别打了 你们不讲武德 不是说好的一个个上吗 天真 闭关脑子必傻了吧 现在还想要名额吗 名额不要了 但是我不服 他说他不服 继续走 别打了别打了 不了不了 走吧 可恶 我古月川师那么好欺负的吗 我去找另外几位真传 到时候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好 这就是传送阵吗 我们是第一次体验被传送 可恶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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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九集9001号万星学院 记好我们的编号 后面你们单独乘坐传送阵的时候 以免出错 9001 是第九集第九万零一所万星学院吗 第九集万星学院还真是多如牛毛 我要开启传送阵了 这里就是第八集万星学院吗 第八集万星学院 一派仙家伏地的机器 气势威鹅壮观雄伟 没想到只是比我们高了一级 就是天差地别 我真不敢想象 第七集甚至第六集和更高等级的万星学院 是何等的令人震撼 确实令人无限遐想 瞬间感觉修行充满了动力 两人来带乡吧 是其他万星学院的人 是什么了呀 你怎么这么冲 你敢骂我 你先骂我们的 我骂你怎么了 那是应该的 再骂一句 看我删不删你 可笑 我们是944480号万星学院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什么944480 关我什么事 我们所要升入的第八级万星学院 此次有三百所第九级万星学院一起考核 这944480号万星学院 排名是前二十的存在 前二十的存在 我们所要升入的 第八级万星学院 此次有三百所第九级万星学院 一起考核 这944480号万星学院 排名是前二十的存在 排名是前二十的存在 就问你们怕不怕 说你们香巴佬 你们有脾气 自然是有脾气 而且脾气还不小 道个歉 此事就算了 可以 那你们给我们道歉吧 啊 鸡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是让你们给我们道歉 我从来不给垃圾道歉 你小子 着命 我要闹出太大动静 不能打断即か 那还真是便宜他们了 小子 让我方天王怕你 喊 或凡净初起 还算不错 但你遇到了我 什么 这事必是 我反省忠气 我师父说的断你嘴 我来 我要成全你 竟然接住了 李安没动剑 就挡住了这一击 他的实力比我预想的提升得还要快 天山剑狱中 我的剑体初步凝联 所以才能硬扛这一击 小子 有本事再爱我一击 闪一边去 什么 放肆 别敢伤我弟子 怎么 难道只需你的人动手 不许我们还击 师父 让我去灭了他 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 去 不要留守了 明白 我会让他跪在这里忏悔 一个巴掌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你不过去去 再给你 来一巴掌 就这点水平 别敢这么嚣张 这巴掌节气啊 你们疯了 我们是排名前二十 你们怎么敢的 还敢分谁 你的对手是我 可恶 天哪 偷袭我 九行你 别被撞我的对手 不愧是一丘之合 都是嘴上功夫了得 实力不攒地 这怎么可能 我们是排名前二十的学院 怎么会被一个无名学院打扮 只能说你们夜郎自大 坐锦观天 猖狂 敢伤我脱地 那我就亲自灭你们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要灭了吗 你 你还敢对老夫动手 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 你知道 我们上面是谁吗 我告诉你 你们坚持灭了我 那就是 果子 如此不是好的人 那就成全你 你真狗 咋子 我们是 师父 你 你们 你们完了 我师父来自天宫 他的师兄弟 在排名前五的万兴学院大导师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怪不得实力这么弱 态度这么嚣张 忍来是头顶有人 无妨 这只是前二十的学院而已 所谓罩着他们的大人物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是 九零零零一号万兴学院 是我们 这里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学院内不能闹事吗 这位师兄 我们只是和他们打声招呼 谁知道这些家伙 就对我们动手 灭了我师父 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这里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学院内不能闹事吗 这位师兄 我们只是和他们打声招呼 谁知道这些家伙 谁知道这些家伙 就对我们动手 灭了我师父 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诶 明明是你们先找我们麻烦呢 师兄 这几人太嚣张了 根本没有把圣经学院放在眼里 简直是如魔秀一般 熊师兄惩治他们 还在颠倒黑白 看来是打得轻啊 给我住手 让你住手 你没听见吗 现在听见了 小子 我警告你 这里是第八级万兴学院 不是你们那种小地方 做狗就夹起尾巴 做人就低下头颅 明白吗 你们第八级学院 还有做狗的 不知道这位师兄 是做人 还是做狗 你说什么 师兄 逼了他 这人太过嚣张 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还敢刀的 放肆 你还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让你看看你嚣张的资本 可我 这个时候学院竟然召集弟子 九零零零一学院 算你们走运 记住 你们此次第八级万兴学院之行 我是你们的领队 后面怎么做 你们最好想清楚 你们是不是得罪他了 这家伙要是给我们使绊子 我们岂不是 得罪他又如何 一个第八级万兴学院的弟子罢了 我不信他真敢训私对付我们 走 到处转转 这里是做什么的 好热闹 此次来第八级万兴学院 可算长见识了 这座重力塔 不是九级学院能有的 这重力塔能锻炼肉身 更重要的是 如果走上去 还可以得到奖励 走上去 别闹了 我刚试着走的几步 根本走不动 这好玩儿 我去试试 压力这么重 各位第九级万兴学院的弟子 你们听好了 为了鼓励你们 此次 如果谁能登上重力塔 不但可以获得重力塔上的奖励 还可以获得和独孤长老论道的机会 独孤长老 就是那位教导出一带天骄 火山珠蓉的独孤长老 如果能得到他的教会 必定秀为突飞猛进 既然如此 还等什么 上啊 彼恩 比一下 正有此意 果然战上后寸步难嫌 不过对我来说 还可以接受 这段好事 我怎能不参加 是楚云飞 楚云飞是排名第十一的 全院天骄 世界踏上了这么多台阶 楚云飞那是相当厉害啊 诸位过奖了 不过 此次登顶 确实舍我其身 什么 你们 竟敢走在我楚云飞前面 诶 这俩人是谁啊 走得这么快 都超过楚云飞了 不清楚 应该不是排名前二十许愿的天骄 不然不会这么面生 小子 抢我风头 这不能忍 你们等等我啊 越往上 压迫越强 看来挑战才刚刚开始 是啊 这倒是个练体的好地方 不行了 不行了 我不行了 这也太胆了 就知道你们走不远 抢我楚云飞的风陶 你们还弄了点 谁家伙 老子是不是有病啊 我们惹他了 起来 该走了 我真不行了 男人不能说不行 继续 有些坚持不住了 不过走在这里 我已经一直独秀 一览众山小 快到了 什么情况 这小子竟然又跟上来了 你给我站住 快点 追上李安 佳佳 我真的不太想了 坚持住天王 如果你能充顶 我可以 董事加油 我先走了 你可以啥倒是说呀 急死我了 不是 你等等我呀 我继续上还不行吗 再上五个台阶 就可以登顶了 再上五个台阶 就可以登顶了 继续 等等 嗯 小子 你和我叫上劲了 是吧 你想多了 你想赢了我 我告诉你 这是白鱼做梦 我乃排名第十一学院的天骄 你个无名士 拿什么和我比 莫名其妙 有这力气 你还不如自己加把劲 啊 你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给我站住 懒得理 慢着 慢着 这样 我给你八本梅灵石 你先停下 让我先登 怎么样 一边凉快去 可恶 小子 我记住你了 小子 此子不错啊 竟然一路领先楚云飞 快 快 还有最后一步 上来了 上去了 第九级学院很多年没有看到实力这么强的弟子了 快看 快看 有人登顶了 好像不是楚云飞师兄 楚云飞师兄竟然被人抄了 这是拜访令 拿着他便可以拜访毒孤长老 得到他的指点 多谢师兄解惑 那这颗珠子呢 此乃洗体珠 可以洗帘肉身 是增强肉身的宝贝 增强肉身的宝贝 这正是我需要的 终于上来了 佳佳 佳佳 我来了 佳佳累成狗了 看见没有 又有两个人登顶了 前三名竟然没有楚云飞 这三人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天才 佳佳 我现在到顶了 你刚才想要说什么 你可以什么 我可以给你 喊666 凤天王 666加油 就这 终于爬上来了 一个人超过我就算了 竟然一下子冒出来三个 上哪儿说理去 本来夺得第一 去拜访毒孤长老的 现在第一被人抢了 我怎么和师父交代 你叫楚云飞 叫我干啥 我记住你了 我记住你了小子 你刚才说出八百灵石让我下去 对不对 对啊 我说的 咋了 没咋 我想和你说 我 如果想举报我 告发我 毁坏我的名声 我告诉你 我不吃那一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信 我愿意 你管得着吗 你随便去搞 我要是怕你 我可以把拜访令给你 你给我啥都没有 我已经恨上你 等等 你说啥 我可以把拜访令卖给你 之前说好的 八百灵石 成交 一千杯灵石 不用找了 痛快 李安 那可是拜访令 可以得到独孤长老的指点 你怎么卖了 我用不到他指点 我修剑道 剑道早已经绝技 独孤长老对我的指点没有太大用处 还不如换灵石 兄弟 大姐 你这个朋友我交了 这位师弟 你叫什么名字 李安 把拜访令送给别人 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 你确定要这么做 这位师兄 我是卖 不是送 我确定这么做 既然你确定 那楚云飞 跟我走吧 独孤长老 有弟子得到拜访令 前来拜访 前来吧 你就是此次登顶之人 比本长老预想的时间要快不少 不错 那个 长老 有个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此次登顶之人并非楚云飞 而是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 那人叫李安 第一个登顶之后 把拜访令 卖给了楚云飞 什么 胡闹 长老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弟子 哪个学院的 九零零零一万兴学院 九零零零一 怎么这么熟悉呢 他还说了什么 哪来的底气 把拜访令卖了 他说 用不着你指点 其他我严 不用我指点 只是看不起本长老 你笑笑弟子 哪来的勇气说这种话 不哭长老 想的怎么样了 金承明 你是那个第九级万兴学院院长来着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不随我下界 解决天山剑狱之事 我怀疑有大阴谋 这事先访一旁 赶紧说 你们学院编号多少 九零零零一 有问题吗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不随我下界 解决天山剑狱之事 我怀疑有大阴谋 这事先访一旁 赶紧说 你们学院编号多少 九零零零一 有问题吗 不然啊 我怎么说九零零零一这么熟悉 原来是你们学院 所以 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 赶紧跟我走 你神经病啊 此事和我九零零零一学院有什么关系 你去问问你们学院的弟子李安就知道了 李安 那小子你怎么认识的 自己去问 有病 着实有病 死了 在本长老的职业生涯中 就没有被人这么看不起过 那个 多顾长老 你还有什么事 我想问 我咋办 你第一个登顶了吗 没有 那你还站在这里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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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 你还要是一个强大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 确实值得一见 走吧 今天很多万星学院齐去 去晚了就没地儿了 怎么这么多人 怎么这么多人 只是一所八级学院 就有这么多九级学院的弟子前来 可以想象还宇之内 万星学院的势力有多么庞大 你们几个 又见面了 见面咋了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九零零零一学院 你们等着 看来这家伙要找我们麻烦 你们就是九零零零一学院 问你话呢 玩乐龙了 狐狗 你们再和我们说话 你敢叫我屠狗 谁有此理 你不就是个屠狗啊 咋了 你还想到量仔啊 狐狸 住手 你们听好了 我们拿九零零零四万星学院 排名前十的万星学院 准确的来说是排名前五 活泼妈妈 谁关心你们排名前级 有话就说 放肆 肯定我们师父无礼 如此嚣张 我要拔了你的舌头 好啊 你们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问你们 九四四八零号万星学院的弟子 是被你们灭的吧 好像是有那么回事 咋了 给他们报仇来了 自然是要报仇 你们几个一个都别想去参观总院长圣像 而且 你们要为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付出代价 你哪跟曹王 以为这儿你说了是吧 继续嘴硬吧 待会儿我第一个拔了你舌头 中文 由于今日来者众多 参观总院长圣像一事 你们这里只有一半可以前往 那怎么办 怎么选出一半人来 所以 下面将要两两学院对决 获胜的一方获得资格 这也是学院一直以来的规矩 牌子上 会写着和你们对战的学院编号 捏碎令牌便可进入特殊空间对战 是哪个万卿学院 正好是九零零零四号万卿学院 还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是故意淹我们 情不惊喜 意不意外 待会儿 你们几个一个不留 好了 诸位只要捏碎手中的牌子 就可以进入空间中对战 圣者 获得参观圣像的机会 拼了 都到这一步了 确实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没理由后退 誓死一搏 你们几个 躲不掉的 我们在里面等你 太嚣张了 我们继续干他们 进入后大家跟在我身边 帮着被偷袭 不急 大家早饭都还没吃吧 吃完早饭再说 大家早饭都还没吃吧 吃完早饭再说 吃啥早饭 我都迫不及待要揍他们了 真香 这灵兽肉做的包子就是好吃 这龙家伙在干什么 在这里吃包子 你们为何还不进入对战 不急 过了 吃完饭再去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次特意给你们安排 实力排名前五的学院 你们必亡无疑 别搭理他 继续吃 哦 他们怎么还不来 我腿都站马了 师父 要不先出去吧 在这里等了半个时辰了 出不去 进入这个虚空角斗场 直接决出胜负才能出去 这 难道他们永远不进来 我们一辈子被困在这里啊 岂有此理 懦夫 我出去 必会宰了他们 草帅了 早知道让他们先进来 我们再进去 吃的好饱 满足了 再吃点餐后水果 正有此意 有完没完 这位师兄 你生气了 你们也配让我生气 我劝你们赶紧进去 你们躲不掉 我们也没想躲啊 我先睡一觉 补充一下精神就进去 你 出来了 行了 这一场打得真劲难 终于获得了参观圣像的名额了 差不多了 进去吧 终于肯进去了 哼 就当是让你们吃顿饱饭再上路 他们怎么还不进门 我都快被逼疯了 气架我了 气杀我也 真想活寡了他们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诸位 抱歉 来晚了 你们是脑子有问题吗 取人磨蹭这么久 饿了 饿了 在外面吃了一顿 困了 又睡了一觉 这解释挺合理的 食物 我为你们这些小偷命 而后悔的 这两对啥情况 如果我没看错 9004号万星学院 可是排名前五的万星学院 可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要被欺诈了 对面那些人是啥情况 敢和90004号万星学院对着看 师父 你开始吧 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不要逗怒 既然他们进来了 接下来 任我们拿捏 让我看看 那先对哪个下手 脑子 就你了 我先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不反我心中的怒火 那是90004号万星学院的天骄之一 你 战力极强 那小子碰到他 算是倒了大霉了 我估计 连一招都挡不住 相比之下 对面的学院根本没有任何名气 还有什么疑言要说吗 我送你上路 傻货 什么 怎么回事 9004号万星学院的天骄 被金飞了 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 你 你的势力 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倒是你 说的超乎我的想象 你就是人啊 把他们做回岸里啊 猖狂 山羽已尽 我要把你砸碎 你 猖狂 山羽已尽 我要把你砸碎 对付你 只要一箭 不可能 怎么会 你快 是 师弟 我眼花了吗 群人四号万星学院天骄 被活骗了 是怎么可能 你这小子的剑怎么会有如此魅力 难道他是 可恶 可恶 敢伤我师弟 我宰了你 这手是我 这些混账 给我 那这个就交给我了 你也别傻站着了 来 让我试试你有几斤几两 小丫头 不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就凭你 也可以当我的对手 我呢 我打谁 看着吗 这几人可以啊 和九零零四号万星学院 竟然不落下方 能和前五的学院打个平手 而且还能先灭一人 就说明这个陌生学院 已经具备了前五的实力 而且九零零四号万星学院 带队导师 可是出自天空 简直废 一个不知名学院 还打这么久 这家伙 为什么实力如此强 明明是一群不知哪来的相伴佬 这要下去不是办法 这是你比我用这招的 溺血狂击 这 这是使用技术吗 你上路 不好 这也太猛了 逃不掉的 大哥 救我 谁也救不了你 什么 土耳 土耳 师哥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你们 你们胆敢 今天谁来了也救不了你们了 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斗 够了 够了 此战 九零零零一 万星学院生 毒蛊长老 我不甘心 你不甘心回你的天空说去 我说结束了就结束了 可恶 你们给我等着 九零零零一号万星学院 我记住你们了 天空不会放过你们 话说天空到底是啥 天空是万星学院专门培养导师的地方 你把它看作成更高等级的万星学院也可以 谁是李安 长老 我是 小子张狂 就是你卖了本长老的拜访令 是有这回事 毒蛊长老 李安也是不懂规矩 请长老会要怪罪 不怪罪 本长老不要面子吗 毒蛊长老想怎样 很简单 你能接我一期 本长老就原谅我 当然本长老这一期 会放在你同等修为 李安 不要答应 毒蛊长老年轻时候 就是跨境战斗的强者 况且还有几百年的经验积累 纵然你们境界相同 也不可能接下他一击 我导师不让我答应 我导师不让我答应 你不答应 我就给你们九零零零一号万兴学院穿小鞋 让你们在八级学院村部难行 这么直白真的好吗 本长老就是这么直来直去 行吧 看来我不得不答应了 你站好了 本长老要开始了 慢着 还有什么疑言 你赶紧说 我要是接住了毒蛊长老的一招攻击 怎么办 接住 这不可能 要是接得住 本长老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行吧 小子 你是结丹巅峰修尾 本长老就把修尾 拉致在结丹巅峰 结丹巅峰 看来这毒蛊长老眼力不行啊 来了 该说不说 这毒蛊长老就在实力已经降低了极多 还是让人震撼 还是让人震撼 不自量力的小子 接下来的树域就好好养伤吧 恐怕要让毒蛊前辈失望啊 什么 就这点实力 脑痒痒都不够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再来 什么 你 你不是说指一招吗 这下总该躺那了吧 你个老家伙 不讲武德 你竟然还没试 我就不信了 还来 你个为老不孙 老赖啊 这老家伙太不讲理了 我趴这儿 不要 这老家伙被干飞了 这怎么可能啊 你小子把本长老击败了 毒蛊长老 你这也太不讲究了 你小子到底怎么回事 长老请看 什么 你不是解单静 而是凝神静 怎么可能 本长老怎么会看错你的修为 我的仙剑丹田不险 外在修为 要比我真实的修为至少第一个大境界 这才让毒蛊长老看错 真实修为和外在修为不一样 你还真是个天才 毒蛊 毒蛊长老 你现在欠我一件事 哼 想好了 来找本长老 小子 本长老对你的印象很不好 你最好闲着没事不要来找我 这 玩不起啊 怎么是一片湖啊 总院长圣像呢 各位 安静 总院长乃当世圣人 圣人天象 不是任何人都有机缘见到 那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见到这总院长 很简单 踏上湖面 有缘者 总院长圣像显现 既然如此 开始吧 我迫不及待了 听说之前 有见到总院长圣像者 一日破三境界 我还听说 有人得到了总院长赐予的妙法 周围开始吧 祝你们仙韵昌龙 总院长就是活着的传奇 能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 好兴奋啊 哼 你们想的美 总院长圣像 岂是那么容易见到 下界的剑修 有长风 看我左手 右手 一个门动作 你们 你们四个 我们走着瞧 四个 我们走着瞧 走吧 才在水面上不难 难的是一直用灵力支撑 不落入水中 也就是说 这其实也在考验大家的意志 耐力和天赋 果然啊 见到总院长 不是那么容易的 继续向前吧 到了水面深处 圣像才会出现 我坚持不住了 跳入湖中者 淘汰 这也太难了 我本身体内灵力偏弱 不能一睹总院长真柔 是我毕生的遗憾 安排好了 柳师兄放心 这红中老骄 常年和我们孝敬的灵酒 这次正好还了人情 他会派属下袭扰 九零零零一号万星学院的几个人 不会有他们好果子吃 怎么回事 起屋了 不用惊慌 总院长圣像 会在云雾中出现 有了云雾的遮掩 也好对九零零一号万星学院下手 别吃我了 不行了 什么手艺 会有那种不好的遗憾 不会吧 这里是瞻仰祖面长圣像的地方 难道还会有什么危险不成 来了 哪来的妖兽 准备战斗 这到底怎么回事 恐怕是有人恶意针对我 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妖伤 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不用想了 是那个家伙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打个痛快 上 都干掉了 这都干不掉他们 让老娇派出更强的属下 实在不行他自己上 是 武器越来越弩了 圣像如果再不出来 为了保险 我们恐怕要撤出去了 这是 不是 圣像出现了 他来了他来了 他踏着金光走来了 祖院长圣像可以使人蹲悟 赶紧关下 小心 又有妖兽过来了 走 神 上 不容易啊 这条蛇太难缠了 都是废物 可点小事还需要我亲自出马 既然如此 就陪几个小辈玩玩 现在终于可以好好掺悟圣像了 总院长 原来是这副模样 我有些领悟了 总院长不愧是神人 我也有很深的感悟 为何我们心总是禁不下来掺悟圣像 这圣像 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 这圣像 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 啊 没事 好戏开始 几只小辈 还要我老脚亲自出手 这只蛟龙实力极强 小心 小辈 下来 啊 啊 啊 下来 这怎么 你敢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 走 走 追上他 我去 这 李安被那大蛟带走了 这咋办 不能袖手旁观 走 追上他 小辈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上来 怎么 怎么 有本事你就把我甩下来呀 好 那你就给我等着 啊 你 疯子 恨人 恨起来连自己都撞 小畜生 小畜生 现在天王老子来了 都救不了你 看来只能不叫朱燕 啊 啊 我不要让你明白 什么叫生不如死 且慢 谁 装神弄鬼 你觉得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敢出现把你一起吞了 李安 李安 你知道吗 我传你一剑 名为斩龙蛟 天下蛇 蛮 蛟 龙 可一击灭之 你 软龙蛟 银子倒是挺呼人 你挺能吹啊 如何 学不学 这还用说吗 学 还想当着我的面献血献脉 好好好啊 好啊 我给你这个垂死挣扎的智慧 我给你这个垂死挣扎的智慧 那么 来接下这份建议 建议 你是说 等等 这是 学背了吗 背了巴掌 我觉得你在吹牛 那 现在学会实诚了 越说越离谱 不过 展示给我看看吧 婊子 你学成了是吧 是不让我来看看 你这短短几细的功夫 能锤子挣扎到什么地步 李安 快跑啊 走路吧 李安 小子莽撞了 我就说哪有能一瞬间就全部领悟的 最后 看来还要老子出神 嗯 豆豆 不对 可 可又是什么 怎么回事 这活为呀 我会让我心气 好 什么 我的身体动不了了 只不得我有压力 这怎么可能 我 这怎么可能 他 他 他打赢那条蛟龙了 这 我知道李安很牛 但怎么可能这么牛吗 这一剑有特殊的韵尾 似乎对老蛟有压制 这一剑威力确实不错 这小子天赋这么强啊 多谢前辈赐剑法 不用谢 总院长的圣像在消失 这可能是我们此生唯一一次见到总院长的机会了 可惜了 被这么一闹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领悟 白白错过了这么大一份机缘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你们和李安都是一起的 我们都是来自下界同一座学院 我是李安的导师 既然如此 你们都盘坐下来 啊 你想干啥 别废话 让你坐就坐 这位前辈传给我的斩龙爵威力惊人 而且 他为何似乎认识我 前辈 我们都盘坐好了 你资质不错 但幼年时候因为功法修错 而耽误十年光阴 前辈连这都知道 我今日被你拿回来 前辈通天手段 你体质逆天 但 但什么 但未开启针缝之丝 前辈 我听不太懂 但我大受震撼 你体质 你体质 这是 我被点化 开启特殊体制了 前辈哪神人 这么神奇吗 前辈 该点我了 前辈点我 你有些特殊 特殊 前辈 特殊在何处 莫非我有什么特殊体制 或者神人转世之类的 超级大机缘 你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憨户 前辈所言不错 他确实挺憨的 前辈 憨户还有救吗 虽然是憨户 但谁让我们有缘呢 就送你一件东西 我体内好像多了一件东西 神通巨蟹 这是何物 这是一件来自域外的奇物 如今我将它赐予你 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吗 看不出有何用处 难道是一件法宝 可是也没感觉到什么强悍的灵力波动啊 前辈 这咋用啊 看见那人了吗 那是柳长风 就是那家伙在害我们 把他打下来 打下来 怎么打 瞄者 叩动扳机 我试试 怎么可能 这几人怎么还活着 老焦难道失败了吗 这更不可能 我 我的耳朵 什么东西伤了我 啊 差一点 没打到 继续 我好像懂这玩意怎么用了 那家伙好像还没反应过来 让你暗算我们 啊 这是 好快 煽气 得 躲开 一技之威 形神俱灭 而且 除了声音外 毫无一般法器的灵力波动 好厉害 爽啊 这究竟是何种兵器 为何之前从未见过 我简直爱死这把兵器了 多谢前辈赐予 好了 既然如此 我也该离开了 小家伙们 希望我们能后会有期 前辈 还有事 我想看看前辈的模样 不知可否 我想看看前辈的模样 不知可否 不知可否 理论上我一般不以真面目示人 但 罢了 谁让我和你们有缘呢 所以 也不是不行 嗯 看过了吧 那么 我也该走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前辈长得有些问题 不得不说 前辈还是长得有点帅的 我问的是这个吗 那你想问啥呀 前辈长得很像总院长的石像 啊 不是像 甚至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怎么可能 圣像不二 怎么会有人 能和总院长长得一样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 那位前辈 就是万兴学院总院长 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 毕竟这世间 无人敢假冒总院长 我的天哪 我竟然看到了总院长本人 而且总院长还送给我宝贝 我太激动了 哼哼哼 院长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会不会因为 我们是万兴学院的弟子 万兴学院弟子有数千万 多想无意 总院长高深莫测 不是我们可以揣测的 想太多也没用 走吧 先出去吧 见到了总院长本尊 你们出去吹牛都没人信啊 楚威 院长 你们这几日 在八级万兴学院如何 院长 收获太大了 我们见到了总院长 能见到总院长实相 确实算是不小的机缘 不是院长 是见到了总院长本人 而只是活的 方天王 学什么不好 学吹牛 院长 是真的 我们大概率见到了总院长本人 什么 在哪里 快带我去瞻养 这个 总院长神龙剑手不见尾 在一一赐予了我们几个人莫大的机缘后 便隐于湖面迷雾之中 和我们告别而去 现在估计肯定是找不到了 快和我说说经过 一般只是见到了总院长实相 就已经是莫大的机缘了 更别说见到总院长本人 这种事我这辈子想都不敢想 来来来 你们几个快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 不得不说 你们四个真是有天大的器人 竟然得到总院长赐福 这都是无数弟子求而不得的事情啊 院长 你此番前来处理天山监狱的事情 进行的怎么样了 唉 别提了 真的是一言难尽哪 怎么了 难道是他们八级学院不肯出人 这种事情一般都是由独孤长老来全权处理的 但这老家伙不愿意管这些事情 而且近来 我感觉那老家伙的脾气 似乎又比以前大了不少 跟吃了好几桶火药似的 唉 罢了 先回去吧 此事日后再看吧 院长 也许我能解决 你能解决 你怎么解决 李安真的行吗 他现在跟着点燃了的炸药桶似的 可不敢瞎搞啊 这样真的好吗 这老家伙的暴脾气 指不定会丢什么东西出来 放心院长 你先敲门吧 独孤长老 我开开门呐 谁啊 是我 金成明 我们来商量个事吧 没完没了了你 你别费这个口舌了 我说了不去什么天山监狱 你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本长老不见 你们九零零零医学院的人 我一个都不想见 不想 你再不走 可就别怪我发飙了 你看 我就说嘛 这老家伙就是不见人 脾气就跟偷降驴似的 院长放心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反正我是没啥办法了 好办法 放肆 金成明 你这个老家伙 这是岂有此理 独孤长老 之前的比试 您说输了 就答应晚辈一件事情 我现在来找你兑现承诺来了 原来是你这臭小子 我说谁有这么大胆子 敢当着本长老的面这么放肆 说吧 你想让我办什么事 都故障了 我想让你帮我们处理天山剑狱的事情 哦 原来是让我帮你处理天山剑剑狱的事情 我去换一个 老家伙 你耍赖 你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 小子 话是本长老说的 本长老想怎样就怎样 你能咋的呀 这老头也太匠了 玩不起别玩 哼 本长老承诺归承诺 但是做不做 就看本长老心情 我现在就不想去了 怎么的 小子 你能拿我如何啊 这老家伙 还没见过如此不讲道理的人 忍不下去了 要不我给他一发吧 老头 我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 好好好 跟茅厕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哼 你可别后悔 老夫这几十年来 就不知道后悔俩字怎么写 还后悔 老夫如有一丝后悔 我就跟你一下 小子 不论你耍什么花样 都没用 都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外景学院 居然出了一个老无赖 都快来看看 臭小子 你想干什么 我这里有一个老无赖 虽然身为八级外级学院的长老 本该为学院树立良好的风品和榜样 可是啊 就只有这个老无赖 为老不尊 说话不算说 小子 你给我滚下来 这小子哪里来的 怎么站在独孤长老的屋顶上大骂特骂的 这是在骂谁呢 问得好 若要说 此人是谁 那就是 小子 你给我闭嘴 否则 否则 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跟你学的 你能咋的 臭小子 你到底闭不闭嘴 我还真就不闭嘴了 你能把我咋的 真是活你呗了 我灭了你 来啊来啊 瞅脸来 外级学院长老 以恼羞成怒 灭了一个小辈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你 你 罢了 谁让本长老 是古王今来第一手心之人 答应你了 这把年纪了 还这把无赖 这老家伙 是真不要脸啊 出去了这么久 终于回来了 还是咱自己学好 仿佛连空气 都是这么香甜 哼 连空气都香甜 这就是你们所在的 九级万星学院 灵气淡补 根本就不咋地 你这老家伙不是说废话 九级能和八级比吗 虽然只是一级之差 不过这待遇 真就让老夫眼馋 老家伙 干嘛突然露出这副表情 怎么了 在一瞬间 我突然感觉到 那边好像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虽然不容易被察觉到 但还是被老夫感知到了 金城明 那里是什么地方 那便怎么可能 那可是太圣长老陈左修行的地方 你是不是因为老糊涂了 所以连感知也不准确了 你这老东西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去 可我明明感觉到 有一股奇怪的气息才对呀 那应该是我感觉错了 太圣长老陈左 也就是陈锋校的老祖 之前出现的怪物确实和他有关 这次难道天山剑狱那里的情况 也会和他有关吗 没想到八级学院竟然这么快就有人下来了 时间已然不多了 看来我也必须加快行动 老祖 你找我 冯销啊 我交代你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回老祖 事情都办的差不多了 只是天佑王朝还有些麻烦 哦 麻烦 什么麻烦 老祖 那个天佑王朝皇室不是抬举 对我们的计划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有点难搞 难搞 难搞那就下毒手 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 敢坏老夫的好事 活得不耐烦了 这里面封印着的大妖 已经足够你搞掉天佑王朝皇室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什么难搞 靠绝对的武力 这事先就没有什么是搞不定的 有了磁宝 没有谁能阻挠我的计划 我族大业不容差池 老祖 你就瞧好吧 独孤装老 怎么样 在此地感知到什么没有 这 这股气息 铁神监狱里面 有恐怖的存在正在慢慢苏醒 这气息比我来的时候感知到的还强了一丝 恐怖的存在 是什么 不确定 不知道这个气息会增强到何种地步 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幸亏咱早一些发现 不然让它积累了足够的能量后 一切都晚了 还需要继续观察 这个后果我们可承担不起 既然发现了 我建议现在就把这个变数扼杀在摇篮里 需要继续摇人吗 不用 那个东西的复活 需要庞大而浩瀚的能量 目前这里的能量还比较稀薄 如今 没这个条件暂时不够它苏醒了 不会那么快的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足够我探查清楚这里的一切 是 此欲已经平静了上千年 而一直无大灾难发生 现在看来 不久后又要出现祸端了 各位 有事禀奏 无事退朝 禀皇主 臣有一事起奏 讲 又到了万兴学院收徒的日子了 这一次我天佑王朝可以举荐两个明阁 想不到又到了万兴学院收徒的时候了 印象里 当初把七弟送进万兴学院 还仿佛如昨日吧 时间竟然一下子过得这么快 也不知道七弟在万兴学院怎么样了 皇主 名额安排 万兴学院人才辈出 那就选两个最有资质的送过去吧 这件事可不能怠慢 报 启禀皇主 天仲王朝使者前来 想要求见皇主 可恶 竟然又来了 不见 皇主 这就是天佑王朝的代课之道吗 我既然来都来了 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呢 你这样可算是有些失礼吧 皇主 这就是天佑王朝的代课之道吗 我既然来都来了 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呢 你这样可算是有些失礼吧 大胆 敢擅闯大殿 找面 奉劝你们一句 你们这些慧典武器的凡修 就不要想着和真正的修士斗了 不然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休怪我没警告过你 尊敬的皇主殿下 修士 你到底是谁 你真的是天仲王朝的使者 我以往印象中的天仲王朝使者 可不像阁下这般霸道物理 皇主殿下真是洞察力精人啊 居然瞒不过你的眼睛 既然如此 那就自我接受一下 我乃前任天仲王朝皇主 陈丰孝 什么 陈 陈丰孝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 你不是 情不惊喜 亦不亦外 陈丰孝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别那么激动我的皇主殿下 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想要在你们天佑王朝开谈作法 死了这条心吧 我告诉你 那必不可能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 那就是没得谈了 真是太遗憾了 既然如此 我只能勉强 当你们天佑王朝的皇主了 来人 给我拿下他 看来 已经完全没有必要飞口舌了 老子不给你们整点活 你们是不会害怕的 怎么回事 这是 什么东西 都灭了 这是什么妖物 实力竟如此恐怖 各位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臣服 或者王 那就从你一开始吧 你选哪一个 老夫三朝元老 岂会因为这件事情 就背叛皇朝的 老夫就算是允命 也不会臣服乱臣贼子 可恶 臣风向 你欺负我天佑王朝无人是吗 该你了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回答我 是归顺我呢 还是王 你贼 你贼 休要成狂 我堂堂天佑王朝 各个铁骨铮铮 岂会受你这种阴险小人解破 第三个是你 我 我 我 猶豫就是拒绝 别怪我太狠 给你机会不充用 继续起舞吧 陈风向 够了 尊敬的皇主殿下 你觉得够就够了 我可没有觉得够 他们都是我天佑王朝的忠臣将士 请不要再残害他们了 至于你想做什么 你尽管去做 这里所有人乃至这里的一切都替你凋零 我不会阻拦 杭主殿下 你早这样多好 就不用忘这么多人了 我这个人其实很仁慈的 给了他们三秒钟的选择时间 是他们没把握住这良好的机会 我也没办法呀 对了 给你们个忠告 你们不要妄想逃出去给李安报信 整座皇宫我都会封锁起来 不然你们出去一个 我们也十个 皇主怎么办 那陈风啸定没安好心 此事必须尽快通知七弟 这不是世俗武力能解决的事情 只有七弟者等修行者 能阻止这场灾难 可是皇宫被封锁 可恶 朕就没有任何对策了吗 对了 你现在去找我三弟李一锋 他或许有办法 三皇子一直在闭关 我去找他 三皇子殿下 三皇子殿下 我有要事相见 回去吧 本皇子不是说过 闭关的时候谁也不许来打扰我吗 不见 三皇子殿下 三皇子殿下 我有要事相见 回去吧 本皇子不是说过 闭关的时候谁也不许来打扰我吗 不见 三皇子 此要事 管天佑王朝安危 如非必要 我们是不会来打扰你的 那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叫我来找你的 说吧 究竟是什么事这么急啊 本皇子早就不干涉任何朝堂之事了 最好是你说的很重要的事情 不然本皇子非至你罪不可 真的大事 三皇子 皇主现在被人劫持 皇宫被封锁 现在唯有你有希望冲出皇宫 去万星全院找七皇子求助 什么 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事态紧急 还请三皇子马上行动 就天佑王朝与水火 不然一切都晚了 西童 你怎么看 是否花费五百积分 预测此续胸疾 预测 预测结果已查询完毕 此乃大凶之兆 有绝世妖魔将要在此地诞生 到时将满目苍蝇 尸还遍野无一人生还 什么 绝世妖魔 宿主是否花费一千积分 兑换传送符离开此地 不兑换 七分不够了 事不宜迟 我这就离开皇宫 去找七弟 你们照顾好自身安危 待我找到七弟 并火速赶回来 皇子一路小心 皇朝的安危就靠你了 很好 这个祭坛马上就要搭建好了 老祖交代我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有人逃出皇宫 活得不耐烦了 快 给我拦住他 好快的速度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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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妖物来历非比寻常 并且这妖物的实力 远在你之上 不是现在的你能对付的 可恶 想不到这玩意儿居然这么棘手 系统 那你说我要如何应对 建议使用三百积分 兑换大力丸 宿主是否选择兑换 大力丸 这名字听着怎么感觉 有点怪怪的 有什么作用 可以让你重现男人雄风 金枪不倒 夜夜做新郎 一吃一个不支声 系统 你这家伙给的这些奇怪的点子 就是离谱 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我现在要对付怪物 你现在和我说这个有什么用 大力丸可以大力出奇迹 宿主是否选择兑 有机会翻盘 夜总比一点机会都没有强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竟然如此 兑换 但愿这奇怪名字的小羊丸 真能出奇迹吧 不然我可真交代在这儿了 哼 我还以为是谁那么大神通 敢从老子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原来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凡羞 小子 我奉劝你一句 别做无谓的挣扎 怎么可能逃得出去老子的手掌心 干了 看我大力出奇迹 这股感觉 浑身上下 是汹涌澎湃 无穷无尽的能量 系统没骗我 果真一吃一个不支声 好强大力量的感觉 死碎你 你这个丑八怪 之前大意之下吃了你一次亏 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力量吧 给我滚 我去 这什么情况 那小子刚刚明明被实力碾压 怎么突然就有这么大的力气 玩我呢这是 登陆之急走为上 不好这家伙要溜 快 老子拦住他 别让他跑了 怪物就是这么愚笨 同样的亏 我怎么可能吃两次呢 大力出奇迹 什么 这怪物躲开了 这么聪明 温馨提示 之所以叫做大力丸 要如其名 你只是力量增大了 速度并没有增大 本品不附带其他赠予形式的属性 温馨提示 什么 这怪物躲开了 这么聪明 温馨提示 之所以叫做大力丸 要如其名 你只是力量增大了 速度并没有增大 本品不附带其他赠予形式的属性 这也太离谱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气氛已经没多少了 就吃了个症 那怎么办 歇头 垂地 垂地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用全垂地 小子 也今日必亡无疑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说的是什么意思 到底有没有用 垂地就垂地吧 我出去了 我就信你的 大力出奇迹 是 什么 这 这也能逃走 离了道谱了 这就觉得他了不起吗 能不能给我这反胎留点面子呀 西童 真有你的 这大力出奇迹的大力丸 打一开始我还不信呢 果然出奇迹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还能用这种办法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所谓学好物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学到了学到了 西童 你真的是太棒了 你学到个灯 这是跳高山的物理知识 哎呀 这时候了就不要打击我了 西童 那怎么学物理知识 这么厉害的知识 我想学 给个路子 是否花费八百积分 兑换初级物理知识 那还用说 兑换兑换 等我找到七弟 把事情解决后 我得好好闭关钻研钻研 有了这等知识 今后我走遍天下也不怕 兑换 还在练剑呢 快出来 有人找你 那人说是什么 皇朝的什么皇子 我给你带过来了 三哥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一直都在闭关 不曾踏出山门半步吗 怎么来到这儿 七弟 大事不好 天佑王朝出大事了 我此番前来 就是想找你帮忙 天佑王朝 天佑王朝发生什么事了 你想起和我说 竟有此事 可恶的陈丰孝 贼心不改 我定不会放过你 三哥 不瞒你说 那陈丰孝 现在就是万兴学院的弟子 好 他陈丰孝是万兴学院弟子 稍这么说 此事和万兴学院的人有关 三哥 我觉得 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陈丰孝之所以敢这么造词 是因为他在学院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 更重要的是 这陈丰孝背后的人 更是万兴学院的一位实权长老 名叫陈天佐 陈天佐背后谋划什么 无从得知 我怀疑 他们背后正在酝酿着什么大阴谋 三哥 三哥 你在此稍后便可 此事事关重大 我先去禀告院长 检测到此地有股特殊能量波动 对宿主有极大作用 算了吧 有也没用 这可是万兴学院 谁敢造次 你以为当自己家里的东西啊 想取就取的 七弟 院长怎么说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他能帮我们吗 院长不在 整天神龙见手不见尾的 时间可不等人 三哥 我们先回天佑王朝皇度 等等 等等 你们这是 既然我们知道了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 我们陪你一起去 四人小组 怎么能不带我们 我都要看看 谁那么大胆子 敢欺负我们的人 我的巴雷特 已经饥渴难耐了 把他们都偷偷了 呃 可是 别犹豫了 神佑王朝有难 我们作为朋友 出手相助也是应该的 出发吧 这种感觉是 这地方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能感觉到 此地有一股邪恶的气息 在散步 在外面看着 也没法得到什么有用信息 走吧 进去看看 食物 我要食物 成为我的食物吧 救命啊 快 快来人啊 不 不要吃我 不 够了陈风向 你未免有些太过分了 我答应你可以在这做任何事 你也答应过不残害他们的 你以为你还是如当初般 是勾勾在上的皇主吗 事已至此 你觉得你现在 有和我讲条件的资格吗 岂有此理 当初我为了那些陈子的人身安全 所以稍作让步 就真以为你就这么吃定我了 剩了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跟他拼了 靖下 请后退 这家伙交给我们 到了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 真是认不清形势 不自量力啊 既然如此 留着你们也没用啊 上吧 现在 他们都是你的食物 让他们感受感受 什么 叫做恐惧 我从的力量 快拦住他 这东西 给我斩 什么 落腔不热 这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你 食物 也和他们一样 可恶 今天难道注定命丧于此了吗 也不知道七弟的 一定也为我们报仇啊 少 怎么 什么人 胆敢偷袭 真是活腻歪了 我 七弟 可算把你盼来了 我愁气数未尽啊 太好了 是七皇子 七皇子从外星学院赶来 救我们来了 七皇子来了 我们有救了 李安 竟然是你 陈丰相 前面的教训 还是没吃够嘛 没想到你还不死心 老实交代吧 是谁指使你干的这一切 你还没资格知道 李安 本来这一切就是为你准备的 既然你来了 我也审得去找你了 那就跟他们一样 把小命留下吧 你如果一直当个亡国之军 还能苟活 现在竟然和你背后陈天做搞事情 就饶你不得了 你哪来的自己饶不了我 快 给我把这家伙大些罚快 我要亲眼看着他 太慢了 好快的速度 可惜还是差了点 怎么样 你就是打不着 这话真多 给我斩 这怪物竟然如此厉害 没想到 连李安都难以对付嘛 如何呀李安 还狂吗 之前的那股狂的没边的劲 哪儿去了呀 你现在连接触都接触不到我 还想斩了我 我今儿个就站在这儿让你砍 来 来呀 得意什么 不过是仗杂 有一只毫无痛感 跟知觉的怪物罢了 秋后的蚂蚱 你蹦打不了多久 怎么啊 真急了 你打不着 就是打不着 我就是蹦打了 你乃我何 我还大跳呢 来呀来呀 来打我呀笨蛋 什么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一瞬间 我竟然没察觉到危险 可恶 究竟是什么东西 从哪儿飞过来的 快 快呼叫 唉 打偏了 这武器啊 果然还是不够熟练啊 再来 一枪不咒 就第二枪 我的耳朵 我的耳朵 快 上啊 神兽你的权力 灭了他们 给我灭了他们 一个不留 什么 这样的怪物 一个都过呛了 没想到 竟然变成了五个 这 这下又怎么打 你们 你们 都得忘 别犹豫了 上 一起消灭这怪物 万象分天绝 人火针锋 人火针锋 唉 我就不信了 你再快 还能有这个快 可恶 这到底是什么兵器 打别你 哼 你这家伙 长得这么吵 想得倒挺美 既然这样 我再给你一枪 我再给你一枪 啊 你这家伙 长得这么吵 想得倒挺美 既然这样 我再给你一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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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全都要给我 啊 什么 我 我的手 你这家伙 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自从被总院长补齐十年光阴后 我的实力都在翻着背的增长 可别小看了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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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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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小子 你 有了分身后 你的总体实力反而变弱了 哼 那么 来尝尝这个 无上介意 斩龙爵 什么 小子哪里跑 落到我手里你就难搞了 喂喂 系统怎么办 我可没其他人那么强啊 难道用硬钢吗 根据分析 这种怪物力量的确十分强大 但是万物相生相克 不管是多强大的生物 它也有致命的弱点 是什么 你赶紧说 都什么时候了 别卖关子了 赤阳烈焰 这种阴暗生物 由极阴极寒之地的邪恶植物滋养成型 而这种极度邪恶植物 最怕神圣系对立属性的打击了 宿主是否花费二百积分兑换 那还用说 兑换 恭喜你 兑换成功 技能传输中 好样的 来吧 这样就不用再怕这个可恶又丑陋的怪物了 跑啊 怎么不跑了 告诉你 这次你逃不了 臭八怪 这次 逃不了的是你 敢说这种话 真是大言不惨 既然如此 我这次送你归室 那你就瞧好了 到底是谁大言不惨 是阳烈焰 救灭了它 不 不 为什么会有 不行 得跑 不能被阵魂力量攻击到 不然就完了 你认为你现在还逃得了吗 上场就嚣张 这可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可要好好接住了 我就这么背 不 不可能 恭喜你 灭了当前怪物 获得三百五十积分 哎呀呀 想不到 竟然还有意外的小收获呢 这不可以 稳赚不亏 看来我猜的没错 这怪物果然怕我 文化 小崽的女人 这下是可算结束了 不过 怎么感觉我的战斗方式 现在怪怪的 小子 你还有什么手段 机关使出来吗 就这点能力 可不够击败我 既然其他人都解决了 我也不耽误了 接下来 一招解决你 剑之魂 破灭 斩 什么 这股气息 居然能克制我 你 你原来一直在 隐藏实力 不 我不甘心 果然 你我猜想的没错 我的剑魂 天生可以克制这种怪物 陈风向 你的那些喽啰们 现在已经上西天了 现在 开你了 好你个李安 你是问我没想到 你们竟然全部斩灭掉了老祖给我的怪物 别在我面前说这些废话 我只问你一句 神佑王朝之事 你们到底有何目的 李安 你威胁我没用 你看我现在慌吗 我根本不慌 这件事情 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因为祭坛已经完成了 我族的大业 已经完美的拉开了序幕 这一场好戏 你就看着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族的大业 已经完美的拉开了序幕 这一场好戏 你就看着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了 这 这动静 不对劲啊 都小心 这股气气 这是什么情况 陈枫笑 你这家伙做了什么 哈哈哈哈 你就那么想知道 罢了 反正 反正你们都对王在这儿 告诉你也无妨 老祖交代的任务 终于完成了 这世界 都落入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 你们什么也无法阻止 一切都完了 这股气息来看 是龙脉被激活了 而且这地脉之中的龙脉之力 正在被调用 即将要有大事发生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残破不堪的世界 干脆就毁灭掉它好了 预定的一切都将要发生 就凭你们几个 是无法阻止的 这情况不太对啊 我能感觉到 不只有这一场祭坛 发生了这种异变 现在才察觉到 已经晚了 李安 你感觉的没错 这种祭坛 一共有三处 分别坐落在 天佑 天左 天中 三大王朝的皇都 一旦启动 三处祭坛之间 互相联通 到时候 整片大陆都会笼罩在 深深的绝望之中 神龙下 你别给我嚣张 即便如此 现在我动手宰了你 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李安 事到如今 我劝你还是不要做这种傻事 顾好当下吧 你大难临头了 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向我求饶 我还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 否则 求饶 你不要笑死我 说 陈天左这样做的目的 到底是想干什么 喂喂喂 到现在你还搞不清楚情况吗 你仔细看看这现状 现在归生我家老祖的话 你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再问一句 说不说 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老祖要控制整片大陆 他将会成整片大陆的王者 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这么多年 终于成功了 不忘老夫暗中谋划这么多年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哦 哦 人来了 你是 陈天左 怎么 京城明 不认识我了 陈天左 你闭关这么多年 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 还有 远方传来的那股气息 这和你有关吗 京城明啊 别和他废话了 你没看出来吗 这家伙的气息 他恐怕已经不是人了 哼 到如今 是不是人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对现在的我来说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为重要 所以 外面的那些意向 以及刚刚发生的这些变故 确实是和你有关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陈天左 你这个家伙 到底在干什么 你问我到底在干什么 此事 你们不久之后就会知道了 我老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去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给我留下 这家伙 竟然身体可以化为无形 我有个不好的猜测 陈天左的气息 这家伙恐怕早就暗中变成某种上古时期的邪魔外道了 只是还不知是哪一种 他的目标恐怕是这整个世界 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藏得这么深 和那种东西打上交道 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金承明 此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不管怎样 我要先回八级万行学院 报告此事 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船送走 这 这是 怎么可能 这里的空间被封锁了 出不去 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船送走 这 这是 怎么可能 这里的空间被封锁了 出不去 整片大陆 都被一股特殊的能量封锁 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能量的来源 找找根源 这老小子竟然嘴这么硬 瞭着也没用 干掉它吧 你们敢 我们现在还没有任情行事吗 如果你们求饶 我还能在老祖那儿替你们求个情 嗯 陈锋啸 到如今你还死鸭子嘴硬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送你上路 老祖 老祖 你来了 陈锋啸 你还活着 很好 你再去帮我做件事 老祖 老祖 这是去哪儿 这几个家伙 他们 闭嘴 这群人我来处理 现在是别的事情更重要 你拿着它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不管他们要干什么 为了天下苍生 阻止它 立刻给我滚去干活 不错 若是没办成 我定饶不了你 然后就是 二等小辈 就凭你们 也配合老子动手 你们简直是不测量力 这个世界都将落入我的手中 今日就掀灭你们几个暗事的小子 这是什么法器 没想到 这玩意儿终于打中了一次 不知道这家伙玩球没 刚才那一击 威力确实不弱 面对这种老怪物的话 估计没那么容易 没想到 你们这几只小臭虫 居然还能伤到我 有点意思 但若仅仅是想靠一剑暗器 就是要是击败我 你们也太不自量力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我 这一发百发百中 我这准度越来越好了 不愧是我自己 臭小子 你没完没了了是吗 我话都没说完就来这一下 能不能有天礼貌 能不能尊老爱幼 封天王 别怕他 就这样保持住 你的攻击是有效的 不要让他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靠我的小辈 你们几个的小命我先放着 老祖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办 就不和你们纠缠 再完成我的大事 就回来死你们几个下地狱 等着吧 你们的末日即将到来 这老东西嘴上叫的嚣张 跑路都是利索 他钻进那道光链 是跑哪去了 不知道 但是必须找到他 否则生灵涂炭 祭坛借助龙脉形成的能量洪流 笼罩了整个大楼 但是总有个交汇点 我们去交汇点就能找到他们 可 哪里是交汇点啊 既然祭坛是天左天右天重三大王朝 那么 应该就是在这三个祭坛的中心地带 因为只有这样 那里的龙脉力量才最集中 走立刻出发吧 七弟 大姐 一切小心 果然 这里就是三个祭坛的香蕉指出了 老脉之力全都汇聚了过来 如此巨大的能量汇聚一起 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现在怎么办 损毁他 别冲动 先观察观察 观察啥呀 让我的大枪来试试 先给他拦一发 可恶 使劲浑身解术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果然 普通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 无异于浮游汗术 不 等等 好像有动静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我去 李安 这是什么情况 那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 这东西竟然风化出了怪物 奇兮会之前见到的那种怪人狠像 大家小心 准备战斗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这怪物的实力 接着一招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怪物很厉害 它的肉身力量极强 比之前碰到的怪物还要棘手 你们千万多加小心 我们一起对付它 掩护我 好 他们俩都这么不一 我们可不能落下呀 那我们三人对付剩下的这一只吧 上 斩龙爵 第一剑 可恶 好硬 这怪物肉身果然够强悍的 不愧是通过龙曼之力予以出来的怪物 斩龙爵 第二剑 光剑齐发 李安 怎么样 有效果吗 这鬼东西还真是顽强 不过 它的气息和先前那些怪物类似 凌天佳 用你的火试试 有没有奇效 明白 交给我来 看来我没猜错 这个怪物 跟之前那些怪物一样 好像都很怕火了 那我就给它加大点火 不过它比之前那种怪物强了不少 你趁此解决它 你趁此解决它 交给我吧 你趁 Miles 我猶原 你这话都归尽吧 金алось 为了 我们不可能 这几番下来 真不容易啊 可终于灭了它了 这怪物虽强 但也不是无敌的 看来只要找到了弱点 再去击败它 也不是很难 先来一放 你这草龙的怪物 倒一头还望向挣扎 可恶啊 好皮糙肉厚的家伙 我这可是总院长思雨的神器啊 对上这个玩意儿 竟然没什么太大效果 有效果 这玩意儿果然怕火 这怪物很难缠 一起上 不要留手 我 老实实地躺下吧 终于全部解决了 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看那边 又有怪物要出来了 有地脉提供能量 上面的光球 好像能无限制造怪物 还懒 两头怪物都这么难对付 这五头要如何应对啊 就是这里 邪恶的源头来自这里 独孤长老 院长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我还想问你们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院长 事情是这样的 竟然是这样 这么看来 陈天左在布局 整片大陆 没想到那家伙 竟然有这份能耐 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但 我又说不上来具体是哪儿 先别想了 对付这些怪物 把他们消灭掉再说 不愧是院长 厉害 给本长老报 独孤长老修为竟然如此恐怖 我们打半天都怪我 一招就给秒了 最后这只 就要给我来收尾 看来 还得用这大宝贝啊 这才够劲嘛 你这是什么武器 看着倒挺别致的 威力也不足 这可是宝贝 总院长给我的 这东西怎么用啊 看上去像是根管子 攻击就是从里面打出的嘛 你老不要这样 容易被爆头啊 别玩了 又来了 今次还是能飞的怪物 大家准备战斗 齐院长 怪物越杀越多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那还能怎么办 你倒是提个点子呀 去把万兴学院的弟子都叫来吧 如果不在这里 就处理掉 按照这个速度 怪物会越来越多 不出几日 整个大陆都会生灵涂炭 去把万兴学院的弟子都叫来吧 如果不在这里 就处理掉 按照这个速度 怪物会越来越多 不出几日 整个大陆都会生灵涂炭 好 我先顶着 我回去摇人 戏头 接下来怎么做 对别人来说 这是一场灾难 对你来说 这是刷积分的好机会 只要有积分在 你的实力会得到妄增 南辰的敌人 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就刷个痛快吧 累死我了 接连三天三夜啊 几乎每过一会儿 就冒出来一批 怎么也刷不完 我实在是不行了 让那个 等我歇会儿啊 下去吧你 这样下去 我们真的能守住吗 怪物的数量 没有半点减少 简直是无穷无尽的 可我们的体力 却不可能 一直保持下去 看来 不找到治本的办法 光靠这样 还真没完没了 金院长 让我们死守这里 但是这样小区 我们也快到极限了 导师 你先去找 独孤长老和院长吧 问问园局 什么时候到 我明白了 你们坚持下 我去找独孤长老和院长 你有没有发现 怪物越来越强了 有点儿 队呗一开始 随手就能消灭它 那东西似乎针对我们 制造越来越强的怪物 也就是说 继续这样下去 敌人最招 会变成我们打不过的 先解决掉这批 我们再商量一下对策 来吧 感觉越来越吃力了 但愿他们那边还能坚持住 院长 独孤长老 你们可算来了 情况不太妙 除导师 你说的事情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现在的问题 需要从源头上 解决那个刻意 无限制造怪物的光球 怎么解决 难呢 你们之前注意到了吗 那些怪物 都是从光球里钻出来的 但光球本身并不是什么生命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光球并非直接制造怪物的磅体 里面其实有空间 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制造怪物 丫头聪明 就是如此 那 我们现在怎么做 才能结束这一切 走 现在去找那几个小子 我们推测过了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 需要你们进入光球内部 彻底解决问题 但很危险 甚至是九死一生 我去吧 我也去 还有我 算我一个 都是好样的 但我们不能和你们一起 因为那似乎 会导致出现的怪物也更强 这里交给我们 怪物越来越多了 虽然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还是拜托你们了 时间紧迫 出发吧 走 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很难 但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你们谁要未了之事 现在还可以退出 毕竟此事 是从我天佑王朝开始 你们是因为我才进入此事 所以 此事理论上 和诸位无关 李安 此事已经不是天佑王朝的事情 这是整个大陆 生死存亡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别婆婆妈妈了 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这次也不过是一群垃圾罢了 诸位 就此一战 无怨无悔 就此一战 无怨无悔 进去 他们都进去了 我们也别闲着 紧固这些怪物 防止他们乱窜 搞得到处生灵涂炭 千万别杀死 否则有新的怪物生产出来 只要把他们紧固住就行 凌百 这里是 小心 果然有敌人 都起则了 现在去哪儿 往前面走 你们有没有感觉 这里的气息 有些不同吗 是有些不同 好像邪恶的气息 没那么浓烈了 你们有没有感觉 这里的气息 有些不同啊 是有些不同 好像邪恶的气息 没那么浓烈了 这就奇怪了 外面那么多怪物 无比邪恶 到了这里 气息反而消失了 我先来一发探探路 事出反常必有药 大家小心 就来了 解决掉 等会儿 如果遇到数量过多的怪物 我们恐怕会很难对付 碧安 你的意思是 如果遇到大量的怪物 你们把它们引出去 外面有毒孤长老和院长在 不会出大乱子 卓一倒是不错 不过你呢 敌人数量少了 我反而更好办事 说不定 能趁机解决问题 这 这事不是不太好 万一你遇到什么 一个人难以处理的危险 我们来不及支援怎么办 不用担心我 赶快吧 我们快要没时间了 我离不去 这是啥呀 好大一条虫子 当心 很可能 这东西就是怪物的源头 人类 你们是怎么闯入这里的 这鬼玩意儿 居然还会说话 要不要先给它来一发 人类 你们走错地方了 再别来了 那就永远的留下吧 原来怪物是被它这样生产出来的 看来消灭这个母虫 就能彻底断绝怪物了 消灭我 大爷不谈 请和我的小家伙们过过招吧 去 孩子们 把他们吞噬殆尽 这么多 而且每一只的实力都不弱 不好办啊 不要慌 这就是刚才的计划行动 快 可是 你 没有可视 别再犹豫了 趕快 金卡的 走 把这些怪物吸引走 黎安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你的那些孩子 臭 聪明 但是就凭你一个人 可能有些太狂妄自大了 被 被华少说 现在知道刺激有多无知了吧 你根本就破不了我的法 你 破不破得了 惨了再说 再来 什么 我这比钢铁还硬的外壳 居然 人类 没想到 你竟然还可以烧得到我 可笑 不过是一条虚铁烧肉大点的小银公罢 再说了 何止是烧得到你 我接下来 还要你的命 你这可恶的家伙 你已经把我彻底的给惹怒了 不可饶恕 接下来 我要给你上一盘大菜 什么 这家伙 这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新的人形怪物 我的妈呀 他们快追上你们了 将将 紧要关头 可千万别落下 抓紧时间 先出去再说 出去跟院长他们会合 院长他们解决这些敌人 硬如反掌 毒蛊长老 看来 我们来活了 离谱了 怎么竟是些奇奇怪怪的虫子 没完没了了还 院长 毒蛊长老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现在回去救里安 你们就放心的去吧 这里由我们来善后就行 走 走 大家一起回去 李安他一个人面对这些大家伙 肯定不容易对付 这家伙 怎么和其他普通的虫子怪物长得不一样 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接下来 有十二万分专注才行 不然 小子 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战斗 这东西居然还会说话 好快 这 这是什么速度 我几乎没能反应过来 人类 面对我你毫无胜算 这 这是什么速度 我几乎没能反应过来 人类 面对我你毫无胜算 躲梦 再来 什么 如此轻松躲过去了 你太弱了 我快进去是这点水平 那不是到此为止了 不行 完全不是对手 接下来 我需要极限突破自己 才有一些希望 你没有任何机会 忍命吧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因为真正的存在早已经苏醒 并且将要掌控一切 我李安还能战 忍命 不可能 是吗 那我现在就凝断你的脖子 看看你的命到底有多硬 可恶 这家伙 以为是蚂蚁 所以力气这么大吗 这下真的要完蛋了 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小子 你的实力还是不够看的 本想着再好好陪你多玩一会儿的 结束了 现在就把你 谁吧 嘿 丑八怪 李安 你兄弟我来救你来了 刚才这把给力吧 幸好赶上了 千军一发啊 李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你们再来晚点 我可能还真要出事了 哈哈 你们人类是我见过的一种最愚蠢的生物 面对我集体重促大军的追击 好不容易才跑掉 现在竟然又赶回来送命 跟吃错药了似的 真是无法理解 哼 真为这种低等下级生物 没必要去理解他们 统统灭掉就行 嘿 臭蚂蚁 像你这样的小虫子 我走在路上踩扁的都不止一只 就凭你还想灭我们 说什么大话呀 先给你拉一发 这怪物的体魄看来不是一般的强啊 居然打不动 一枪不行再来一枪 我总不信你是刀枪不弱 什么居然接住了 人类 你这把小玩具还挺有意思的 空气倒是有趣 可惜直来直往实在太容易看破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吗 拿出来让我瞧瞧 可恶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有谁能接触这一发攻击 怎么 只是从这小玩具里 打出个像小狮子的玩意儿 就没别的手段了嘛 那么 接下来就该我了 这场突鹿生液 就从你开始吧 可恶 给你来一缩子 人类 你这几下根本不痛不痒啊 完全无法击破我的防御 你们阻止不了我 拿来吧你 我是啊 你这家伙 滚开 奇迹赢巧罢了 什么 我的武器 那可是总院长送给我的 我和你拼了 和我拼命 你有这个资格吗 是 救王天王 一群蚝蚝蚝 吞 这家伙 有点扎手啊 一起上 万象本天节 灵火针锋 这就把你烧成灰烬 看你怎么嚣张 神类 你这五神灵子 倒是记得不错 但是就举起热燃火 也敢叫针锋 你不要笑死我 你可被大吹一口气 都能把灯火给吹灭 这 怎么可能 我的烟火针锋 不仅一点作用都没起到 还被这样压制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竟然比那只大蚝蟲 还有强 江象蚂蚁凶大猖狂 长安 什么 这是什么反应速度 太天真了 你以为你能偷袭得了我 在你刚准备有所行动的一瞬间 我就已经通过空气中的波动 感觉到了你的行动 你的一切行为都由空气 安达到了我这里 就凭这一个 你怎么赢我 啊 这家伙这么厉害 我还要上马 这家伙这么厉害 我还要上马 为了防止你被灭 系统为你自动兑换防御铠甲 另外 杀死眼前生物 可以分别获得一万积分和十万积分 那还等什么 死也要拼一把啊 好疼 出此雷弱的力量 你们一个个赶着来凑 无法理解 灭了他们吧 这些人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输你所愿 还能这么 武器都没了 还咋打呀 汪天王 如果这是总院长给你的武器 你觉得 会轻易被摧毁 啊 你的意思是 我们见到的总院长是假的 你这脑子也没谁了 我都听明白了 不是 到底啥意思啊 李安的意思是 总院长给你的东西 绝不会被轻易损坏 你也许有什么办法 还能重新拿回武器 重新拿回武器 那我虽然不太明白 但我有些震撼 你们这些蝼蚁 还用空聊这些 是不是太不把我当回事 兄弟们 再灭一波 灭 而且灭了你俩 李安 喂 为什么都叫李安 我不配有姓名吗 珠妍 实在是不行了 赶紧救一救啊 珠妍 奇怪 外面最近怎么这么长 都不能让我好好睡个觉 你去睡 系统 救一救啊 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 人命关天哪 这家伙 抢弄有些离谱了 陈内救世实力也不过如此 怎么可能是我的重组的对手呢 现在你们俩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一路好走 什么 李安 李安 我的兄弟 这不可能 可恶 你这个丑霸怪 要一场命 还我兄弟来 怎么 你们这是打算一个个 急着来送人头吗 先别急 你就去下一个 很快 你们就能下去和他们一起团聚 可恶 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今天我们 难道都要交代在这里 野狼啊 臭八怪 你难道以为我怕你吗 就你这种巨丑无比的蚂蚁 我下去了都得踩上几身才解气 你们这几个愚蠢的人类就这点实力也敢来找我们的麻烦 简直就是跳梁小丑 椅子 赶紧解决掉他们吧 你这家伙 在别人面前别叫我椅子 这几个修士 豆豆他们其实也挺开心的 这可是为我增添了许多乐趣呢 已经很久没有玩得这么尽兴了 我听说人类聂修士的味道十分鲜美 我现在对聂修士很感兴趣 先灭个聂修士尝尝些 灵天教快跑 我 小美人一直在想去哪儿呀 你觉得你现在还跑得了吗 还是乖乖成为我的体育法 我窜着你的两条客户 若我把你撕开 是不是很美妙 畜生 你敢 你给我放开 我这是 是 死了吗 猪爷 猪爷 醒醒啊 丑 怎么这么丑 是我 我是李安 李安 那崽子的声音怎么出现在这儿 猪爷 你终于醒了 是我呀 你溺盘重生了 溺盘重生 臭小子 看来你这是被人灭了呀 所以你的意识才会突然跑到我这里来 啊 凡事不要说得那么直白吗 周爷 我不要面子的嘛 只是打架输了而已 我说这有区别吗 你这家伙 想不到还是一如既往的嘴酱呢 我就只是睡了一觉 期间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这家伙老实交代 你这家伙老实交代 这一次又惹到什么敌人了 臭小子 看来你这是被人灭了呀 所以你的意识才会突然跑到我这里来 凡事不要说得那么直白吗 朱爷 我不要面子的嘛 只是打架输了而已 我说这有区别吗 你这家伙 想不到还是一如既往的嘴酱呢 我就只是睡了一觉 期间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两只家伙老实交代 这次又惹到什么敌人了 事情有点复杂 但先别说了 主演 救一救吧 我外面几个朋友现在很危险 我只想赶紧救他们 我还不能这么忙去啊 算了 你本来也是要涅槃的 这次碰到这种事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那就正好 就开启你第一次涅槃吧 什么 第一次涅槃 系统提示 已经自动花费五万积分 为你兑换大缓单一枚 并为你自动服下 我 我过来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明明脖子都断了 但好像伤口也修复了 等等 我好像听到花了五万积分 系统 我哪来的五万积分 宿主放心 都给你记账上了 你以后可是要还的 我是活了 我那七弟没有七头 恐怕活不过来了 人类 你现在就犹如我手中的玩具 我会狠狠地折磨你 我会狠狠地折磨你的 妖灵的花朵 是我的族人最心爱的东西了 狗八怪给我放下它 我怎么可能允许你斗我的娇娇 我要跟你单挑 这是怎么回事 天王 你的兵器又出来了 你们说的没错 渊掌松的东西 确实无法真正毁掉 它刻入了我的灵魂中 又被我召唤出来 而且威力比以前更大了 瞧他 你想让人提计吗 别做梦了 我承认你的武器很厉害 能伤到我 但我有速度 还是能干死你 什么 不好 又是谁 当然是我 刚才我大意了没有闪 现在 来开始我们的第二回合 你竟然没死 这怎么可能 比较你们了 人类的生命确实有些顽强 比我们这些虫子都强 这都没死 少拿我们人类和你们虫子做比较 你配吗 系统 有没有对着这怪物 以及必杀的东西可以兑换啊 这个没有 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这个必须可以有啊 快想想办法 这个真没有 提醒部主 你现在还欠着积分 你准备什么呢 既然没死 那去让你吃我一脚 哈雷克 这家伙的速度也太快了 系统 别惦记着你那什么积分了 你再不救我 我可就什么都完了 结束了 这从会有这么急急发生 我已经收割了你们的技术啊 现在 先送你上路 你没上路的 是你才对 李安 太好了 李安也没死 我就知道 这家伙不会这么容易暴毙的 害我还以为一切都完了 你没事吧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活过来一个 他们真是比虫子还顽强 这是为什么 你们退后 我已经看透这个家伙的攻击 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吧 把炎不残暗 可能灭你们一次 就能灭第二次 一剑 是吗 这还是第一次在战斗中 我们对这个怪物造成伤害 不愧是李安 喂 我呢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我可以给了他几发 同样造成了伤害 你不算 你只是在放暗器 而且还没什么成效 朱爷让我念弹后 我明显感觉自己有了不同的变化 而且 这是一种持续的蜕变 这次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